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0章 今日 吴许清潇 顿悟盛道 君子之见 书籍不后 却记载着李平的一生 人如其名 平平无奇 通过简单的日记 许清潇看到了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一个非常普通的读书人 有些乐观 或许也有些古板 但更多的还是向上 愿意为无斗米折腰 也心存善念 明明自己也是个苦难人 却还念着人家苦难 君子 两袖清风 心存善念 在其未谋其职 无官无职 愿为天下人 做出一份贡献 教书遇人 转不得二两岁赢 一生忙碌 到头来一卷草席 许清潇静静地站在此地 这一刻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到 只能静静望着地上的草席 很快 街坊邻居来了不少 一些看似是 李平的好友也来了 他们原本是来张罗着李平后世 不过得知 李平死前就平平无奇 也不希望死后折腾什么 随便找个地方 埋了就行 好友们感慨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弄来了些名钱 撒了一把 一人给李平上了三炷香 有人将香帝给了许清潇 许清潇 也接过这三炷香 朝着李平 认认真真作礼 不过 百姓们有些看不明白许清潇 但其余读书人却莫名觉得许清潇有些不同 他们看着许清潇 眼神当中充满着好奇 到最后 有人上前 看着许清潇道 敢问阁下是 有人上前询问 望着许清潇 路过之人 见此地有浩然正气 所以过来一关 许清潇缓缓缓出声道 浩然正气 阁下说笑了 我这好友 虽读书四十年 但并未入品 哪里有什么浩然正气啊 对方如此说道 倒不是贬低李平 而是实事求是 至于其他人 有些好奇地看向许清潇 这浩然正气 唯读入了品的读书人 才会拥有 李平哪里会有什么浩然正气 只是 许清潇摇了摇头 他望着草席之中的李平 又是深深一败道 李先生有天下读书人 未曾有的浩然正气 是真正的浩然正气 许清潇缓缓说道 他目光坚定 一时之间 所有的一切 他都想明白了 许清潇这番话 在众人眼中 有些古怪 实在是不明白 许清潇这番话的意思 是什么 而许清潇再次朝着李平一败道 学生许清潇 多谢先生赐教 许清潇朝着李平 深深一败 他的声音不大 但却落在了所有人耳中 许清潇 你是许清潇 年龄上好像符合呀 许清潇 这不是天地大儒吗 死 他是许清潇 这一刻 街道当中 所有人都惊恶了 哪怕是平头百姓 也不由露出震惊之色 许清潇在大魏的名望 家喻户晓 尤其是百姓们 更是知道许清潇之名 至于这些儒生们 却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许清潇是谁啊 堂堂的天地大儒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像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如此礼拜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有人想要上前询问 许清潇的真实身份 然而 许清潇已经走了 他转身而去 可就在此时 一缕缕的紫色 浩然正气弥漫 在他身后弥漫 许清潇的目光 在这一刻 逐渐地清澈 紫色的浩然正气 越来越浓烈 也越来越多 街道当中 不少百姓都察觉到了这番异想 人们纷纷出门 议论纷纷 大街上 许清潇已经走了出来 他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望着蔚蓝色的天穷 脑海当中 浮现了许多画面 墨北地区 才要者千辛万苦 赚取穗银 未给志同上私赎 那一句逗了书 当了官 赚银子 道出当代读书人的本质 怀惜人文之地 祭祖之多 皆是富商 读书人烧香拜佛 恳求高中 浊江边上 鱼鸣鱼大浪中 补鱼求生 今日 许清潇于燕云府 看到真正的读书人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他做不到让世人不去贪财 人之欲望是无限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想要去限制别人 不行 哪怕你是圣人 你都不行 爱财没有问题 贪财也没有问题 无私 仁爱 这是圣人的标准 不是云云众生的标准 可 身为读书人 就不一样了 读书人 修炼浩然正气 应当是天地之间的一股清流 读书 是为天下苍生而读书 修身齐家治国 凭天下 读书人为何能被天下共尊 是因为杨历吗 不 是因为读书人心中的 这一口浩然正气 面对不公之时 天下人都可以沉默 但唯独读书人不可沉默 君者残暴 读书人应当不畏生死 富者贪婪 读书人应当不惧强权 读书的意义 不是当官 也不是掌握权力 而是为这世间 做出一份贡献 这才叫做无私 这才叫做仁爱 这才叫做君子 倘若做不到 那你就是寻常的云云众生 就莫要称读书人 这天地已经出了问题 读书人不应该是读书 莫取浩然正气 应当是为天下苍生发声 为天下苍生做事 心系天下者 才可以莫得浩然正气 否则的话 迟早 这天下的读书人 迟早会入魔 刹那间 许清潇止步了 他身后紫色的浩然正气 一路连绵 吸引着无数目光 此时此刻 许清潇缓缓盘坐下来 他已经明误了道理 眼下就差最后一步 而周围无数人 全部看了过来 一道道声音 也随之响起 他是许清潇 此人是许清潇 天地大如 许守人 他怎么会在这里 许如为何出现在江南郡 他不是在大卫京都的吗 没想到我 竟然能见到许如 快点 让孩子们出来 沾染沾染许如的浩然正气 以后说不定能中个举人 对对对 快去让孩子们过来 我等 参拜许如 那一道道声音响起 他们对许清潇 充满着敬佩 这种敬佩 发自内心 诸位不要吵闹 许如可能是在顿武 大家不要惊扰了许如 有读书人开口 道出许清潇在做什么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安静了 大家不敢去吵闹 很快 官府得知许清潇来了 所有官员立刻激动无比 所有捕快官兵全部出动 来到闹事之中 要来保护许清潇 但无名出面 他找到府军 让其不要如此 一切正常即可 府军没有废话 立刻撤兵 很快许清潇于闹事之中 盘坐顿武的事情 也瞬间传开了 不知道多少人在观望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了 而许清潇身上的浩然正气 也越来越恐怖 弥漫整座府城 人们惊叹 这是神迹 读书人激动 他们支持许清潇 感到无比的激动 甚至认为 许清潇很有可能要成胜了 然而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一直到了晚上 天穷如墨 但烟云府灯火通明 紫色的浩然正气 淹没一切 绽放出无尽的光芒 显得与众不同 几十条街 全部人满为患 说是万人空相都不夸张 就如此 一直到了紫时 突兀之间 一道宏伟无比的声音 自京都响起 无名红正天 文功半盛 今日弹劾大魏十大罪 邪文功众儒 脱离大魏 于中州龙首山脉 见无上文国 愿天下读书人 不受不公 为天下苍生尽心尽责 声音宏伟 传至整个中州 大 大 大 清脆的钟声响起 这是浩然文中 响彻整个中州 也算是昭告天下 燕云府中 无数百姓 瞬间露出惊恶之色 无名更是脸色铁青 他第一时间便想要回去 可许清脚在此地顿悟尽休 他无法抽身赶往大魏京都 毕竟许清脚的安危 更加重要 大魏文功当真脱离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文功怎么脱离了 文功脱离 这是千古奇谈啊 这 这 这 为什么好端端 要脱离我大魏 这群白眼狼 大魏王朝 对读书人如此尊重 眼下我大魏 好不容易繁盛起来 他们怎么又脱离了 世人震惊 大魏百姓最为激烈 谁都没有想到 大魏文功会突然 在今天选择脱离 这实在是有些 超出众人的预想 大魏京都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一时之间 激起千层浪 文武百官 在第一时间 紧急前往皇宫商议 只是吏部尚书的 陈正如之声 也在第一时间响起 大胆贼子 诸盛当年 于大魏正道成盛 故建造大魏文功 立根立本 你凭什么脱离大魏 陈正如在这一刻 发出怒吼声 以往不管文功做什么 他都不会太过于激烈 可今日大魏文功 都已经选择脱离了 那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他的声音响起 怒斥大魏文功 然而 大魏文功没有任何回应 取而代之的 便是无量光芒 冲天起 这光芒 绽放万丈 诵经之声 阵阵响起 恐怖滔天 两剑圣器 悬浮在天穷之上 如同两轮明月 映照古今 浩然正气迸发 大魏文功通体 也爆发出可怕的光芒 整座文功 轰轰作响 这是要将大魏文功 直接带走 将这里的一切 通通带走 而就在此时 大魏文功再次传来声音 大魏十罪 一罪 女子为帝 祸国殃民 二罪 为帝者 清小人 远贤臣 三罪 帝者不尊胜 灭世读书人 四罪 赦伤为官 只求钱财 无浩然正气 五罪 杀降屠城 有为天理 必遭天谴 六罪 如不适如 任意屠杀 文功燃血 千古奇谈 七罪 百官愚昧 被小人蒙知 不尊圣人 不敬圣人 八罪 不尊圣者可封侯 不敬圣者 可为官 九罪 帝者不公 帝者不仁 帝者无碍 帝者暴虐 十罪 文功读书人 为大魏苍生 鞠躬尽瘁 换来不公屠杀 此天地不为也 以上十罪 条条不可设 无愿请天下读书人 共同乏位 这是曹如的声音 他来宣告十大罪状 只是说完十大罪状之后 他莫名还觉得不过瘾 一咬牙一激动 直接补充最后一句 这最后一句是他心里话 他要让大魏王朝 死无葬身之地 是的 最后一句是他自己补充的 十大罪状说完 他觉得还不够 更是请天下读书人 凝聚读书之力 镇压大魏国运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脱离了 这是要搞死大魏王朝啊 本来文功脱离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的 毕竟女帝 请来了 仙门入内 可以稳固大魏国运 可现在 曹如所作所为 摆明了 是要让大魏王朝 从此一阵不绝 使其国运不通 即便是请来了仙门势力 也于事无补 这是铁了心 要搞死大魏 文功之心 太狠了 简直是无比毒辣 正常来说 你走了就走了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不了以后不见了 结果还要捅一刀 还是朝着心脏部位捅的 这太过分了 即便是文功当中 有不少大魏也不由皱眉 脸色无比难看 哪怕是弘胜都不由皱眉了 正常来说 脱离了就行 说出十大罪状 其实就是给自己 找一个脱离的借口 没必要再惹是非 只是曹如说完这话 弘胜也不好说什么 想想也是 反正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也不在乎什么了 放肆 这一刻 皇宫当中 女帝的声音响起 实罪之过 皆子虚乌有 而等读书人 心胸狭隘 极度良辰 已入心魔 今日脱离大魏 乃大罪过 诸盛在世 应当诸沙等 传阵旨意 八门精兵 麒麟营 天子军 三十七位列侯 九位国公 领兵镇文公 胆敢脱离大魏者 一并图治 一切骂名 朕来背负 女帝之声响起 倘若大魏文公 直接选择脱离 她还不会去说什么 可没想到的是 大魏文公竟然如此恶心人 走就走了 还想要捅一刀 这可能吗 刹那间 整个大魏所有精兵 全部聚集大魏文公 杀气腾腾 尤其是国公列侯 更是一个个脸色无比凶狠 他们聚集此地 眼神之中充满着杀意 而文公上下 并没有太大的畏惧 因为天穹之上 一束束光芒汇聚而来 没入了两件圣气内 圣气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力量 这是天下读书人的力量 阻挡着一切 国公列侯 立于文公之外 却始终无法靠近 这股力量极其可怕 也十分强大 而就在此时 天穹上 一口鼎出现 这是大魏国运之鼎 国运之鼎出现 镇压圣气 女帝也已经不留手段了 都到了这个地步 若是还不敢站 那就可以等死吧 然而 当国运之鼎出现之后 天穹当中 四面八方聚集的 读书人之力 化作一笔天剑 要与国运之鼎碰撞 世人关注 这一幕也映照在世人眼中 大魏女帝 如若等铲除奸臣许清潇 我等可以不聚集 天下读书人之力 仅仅只是脱离 给你一次机会 曹如的声音响起 她现在已经无比自信 毕竟撕破了脸 还谈什么这个那个 恐怖的读书人之力 聚集天穹 形成的天剑 的确可怕 剑气纵横三万里 一剑寒光照九州 这一道剑气 太过于可怕了 是天下读书人聚集的意志 即便是大魏国运之鼎 也不见得能抗住这样的剑气 杀 然而 女帝没有任何犹豫 她甚至都不想给大魏文公 任何机会 国运之鼎 轰杀过去 鼎身有万军之众 轰击在大魏文公之上 顿时之间 咚的一道声音 响彻万里 两剑圣器嗡嗡作响 他们是诸圣打造出来的圣器 但面对国运之鼎 还是难以承受 众如脸色有些难看 他们不希望到这个地步 没有必要与大魏王朝这般 走了就走了 何必如此 天穷上 浩然正气 疯狂凝聚 剑身愈发可怕 也越来越凝实 这太可怕了 关键时刻 如若成形 敌的确却有可能将 国运之鼎击溃 所以 想要避免这种情况 就必须要在文器之剑 形成之前 击溃大魏文公 震杀一切 而等糊涂了吗 身为读书人 而等在大魏王朝当中 享受何等待遇 你们忘恩负义 如今脱了也就算了 更是想要害我大魏百姓 你们还是人吗 陈正如的声音响起 他无比的激动 怒斥文公当中的读书人 一旦 文公承受住了压力 这文器之剑形成 大魏国运 当真会出大问题啊 到时候牵扯的 可就不是文武百官这么简单 也不是一个皇帝 这么简单 而是整个大魏王朝 无数苍生啊 随便来点天灾人祸 都是无法挽救的损伤 此话一说 大魏文公内 的确有大儒忍不住了 曹如 此事算了吧 我等托里 已经算是对不起 大魏王朝 如若这般的话 只怕会遭到天谴啊 有大儒开口 他出声 认为这样做 实在是不太好 可下一刻 曹如的声音响起了 闭嘴 这件事情 还轮不到你开口 曹如开口 一道声音 将其怒斥 后者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但却不敢再说什么了 他不过是普通大儒 而对方是天地大儒 的确没有资格说话 大卫女帝 你没有时间了 曹如开口 国运之鼎 无法在短暂时间内 击溃文公屏障 那么当文器之剑 形成之时 大卫就彻底败了 女帝冷哼 没有给予回答 他依旧凝聚国运之鼎 不断轰击文公 两件圣器 也在不断颤抖 但的确没有攻破 也就在此时 曹如愈发自信 也愈发嚣张起来了 大卫的国运 已经走到了尽头 大卫女帝 你是否在等待许清潇 哼 他十日之前 的确差一点成为半圣 可当时他做出了 最坏的抉择 如若他向我等磕头认错 入我诸圣一脉 或许他还有救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依旧选择一意孤行 他会为自己的愚蠢 付出血的代价 你不用指望他了 当天下读书人之剑 行程之时 便是大卫末路之时 也是许清潇生死之时 不尊圣人 不敬圣人 侮辱我等读书人 这种人早就该死 而你昏庸无道 亲小人 远贤良 今日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曹如出声 他辱骂女帝 言语极其恶劣 彻彻底底放飞自我 女帝没有回答 在他眼中 曹如注定要死 虽然文公是有底气 可再怎么样 他身为大卫女帝 真要杀一个天帝大儒 又能如何 曹如太愚蠢了 她的所作所为 无疑是给自己挖了好了目的 不过眼下这个曹如 不过是一枚棋子 女帝没有因为这三言两语 而恼羞成怒 她真正愤怒的 是大卫文公后面的人 姓曹的 你当真不是人 就你这般 为何能成为天帝大儒 陈正如发出质问 她声音洪亮 不仅仅是辱骂曹如 更主要的是 质疑天帝 这种人为何 也能成为天帝大儒 然而 曹如冷笑连连 她看陈正如 如看蝼蚁一般 不过她扫了一眼 天穷至上的文器之鉴 知道要加快点速度了 否则的话 万一两件盛器 挡不住国运之顶 那也完了 无为曹如 文公天帝大儒 今日 我诸圣一脉 受大卫王朝打压 脱离大卫 愿请天下读书人 凝聚浩然正气 以读书人之意 镇压大卫国运 斩杀奸臣许清潇 曹如开口 她声音冷烈 但语气之中 带着一些急迫 这般声音 借助盛器 传至每一位 读书人耳中 当下 天下读书人 纷纷急于响应 镇压大卫 肃正气 诸杀奸臣 许清潇 许清潇不为人子 大卫女帝 昏庸无道 许清潇该死啊 我等读书人 尊重圣人 礼经圣人 却不曾想到 这许清潇 竟然如此败坏 当真是畜生 倘若圣人在世 许清潇 你这般欺负 我们读书人 你敢面对圣人吗 若圣人在世 只怕一巴掌 要将这个许清潇拍死 恳请圣人显示啊 我等恳请圣人显示啊 诸圣不在 我等一脉 被打压得好惨啊 那一道道声音响起 天下读书人的声音 以一股神秘力量 响彻在大位之中 天下读书人 辱骂许清潇 满腔怒火 不知道的 还以为 许清潇 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之大事 更有的读书人 嚎啕大哭起来 仿佛自己真的 受了什么委屈一般 可实际上 从头到尾 许清潇都没有打压读书人 他打压的 都是一些心术不正之人 这就是人言可畏 这也是势力的可怕 这些声音响起 影响着世人的判断 毕竟太多太多的骂声了 这些骂声化作读书人意志 没入了文件当中 如今的文件 越来越凝实 足足有万丈之长 剑气纵横 恐怖的威压 敌敌确确给大卫 制造了压迫感 倘若文件形成 大卫国运之顶 当真承受不足 如此可怕的攻势 声音越来越多 天下读书人有接近 八成怒斥许清潇 怒斥大卫 无条件相信文公 有一成不是诸圣一脉的 还有一成 虽是诸圣一脉 但他们问心有愧啊 他们不敢这般 明辨是非 终于 就在国运之顶 轰击地石下时 大卫文公之上的文件 彻底凝实了 这一刻 弘胜常常松了口气 曹如 方如 以及其他一些大儒 也彻底松了口气 当文件形成之后 僻逆天下 即便是一品来了 只怕也无法阻挡 大卫女帝 昏庸无道 请 文件镇压 这一刻 不是曹如开口 而是洪盛开口 他声音如雷 意志坚定 请文件镇压国运之顶 这一刻 文件爆发出恐怖的光芒 携带着如银河一般的光芒 仿佛是彗星坠地一般 朝着国运之顶杀去 文文文文 国运之顶 发出颤鸣之声 似乎也在害怕 放肆 这一刻 大卫一品出声了 是赵元的声音 他的声音 震耳欲聋 一只巨手 遮天盖日 阻挡着文件攻势 但一幕让所有人 都想不到的画面出现了 文件穿过了一品的巨手 这是气韵之功 不是实物攻击 所以 一品阻挡不了文件攻法 哄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当文件轰击在顶身上 荡起无尽涟 轰鸣之声 响彻十万里山河 整个大卫所有人 都听见了这样的声音 扑 养心殿内 女帝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百官看到这一幕 截然神色大变 陛下 陛下 您怎么了 陛下 您这是怎么了 众人奇迹开口 眼中露出担忧之色 望着女帝如此说道 震 无妨 女帝深吸一口气 她摇了摇头 告知众人自己无妨 呜呜呜 国运之顶 震战不已 在遭到如此恐怖的一击后 有些摇摇欲坠 然而 文件锋芒不减 再一次朝着国运之顶 轰杀过去了 而等当真放肆啊 赵元的声音响起 她是大卫一品 不到关键时刻 她不会出面 如今大卫国运遭到这样的打击 她不可能不出面 只是她是舞者 这种气运之战 她无法接触 这是王朝与读书人之间的战斗 不是单纯的舞斗 可满腔怒火的她 直接来到大卫文宫 恐怖的一品之力 轰击在文宫屏障上 两件盛气被轰得嗡嗡作响 但可惜的是 天下读书人的力量 源源不断 而曹如的声音 也再次响起 吴辈读书人 可曾看见了吗 到了这一刻 大卫昏君 还想要杀我等 他们把我等读书人 当作猪狗 他们把我等读书人 视为畜生 想杀我等就杀我等 这就是大卫王朝 对我等的态度 诸位 我等脱离 并非是一时之弃 而是大卫王朝 已经彻底败坏 我等要建立一个 属于读书人的国度 从今往后 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 愿请天下读书人 为天下苍生 奉献等意志 曹如的声音 响彻天下读书人耳中 他太过于无耻了 几乎是不要脸 到了这个时候 明明是他要击毁大卫国运 可到他嘴巴里 却变成了大卫王朝 要杀他们 颠倒是非黑白 扭曲一切事实 当真是满嘴谎言 小人中的小人 可天下读书人 已经彻底没脑子了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再加上他们 本身就对许青霄 充满着嫉妒 如今随着 接近一年时间的发酵 再加上这一幕 的确被他们看到 而且 他们也是一个阵营的 自然而然 他们选择 无条件支持大卫文公 所有读书人身上的 浩然正气 全部飞去了 大卫文公 一部分注入了 盛气之中 一部分 没入了文件当中 这是要彻彻底底的 决裂 根本就不想给 大卫王朝一点机会 哄 赤裂的光芒再次爆发 文件又一次轰击 在国运之顶上 这一次 国运之顶 差一点就裂开了 而女帝又一次 吐出一口鲜血 这一次 她脸色惨白至极 几乎虚脱 赵瓦尔第一时间 搀扶了女帝 陛下 您怎么了 您不要下奴婢啊 她直接哭起来了 不知道 女帝怎么回事 而此时此刻 满朝文臣聚集 他们哪里猜不到 发生什么事了 尤其是陈正如 他第一时间猜到 这是怎么回事了 陛下 你与国运融在了一起 陛下 你这又是何苦呢 陈正如得知 女帝是怎么回事后 整个人不由愣在原地 他没有想到 女帝为了大卫王朝 竟然将自己的元神 注入国运之中 这种事情 除当年太祖之外 后世帝王 就没有谁做过 女帝 一名女子 为大卫苍生 不惜以自己的元神 注入国运之顶中 这等气魄 让她既是震惊 又是无比的感慨啊 其余百官听到此话后 也彻底愣住了 只是 就在这一刻 陈正如深吸一口气 她走出养心殿 来到了殿外 望着璀璨的天穷 直接跪了下来 无奈陈正如 大卫丞相 今日愿以大卫之位 恳求天地庇护 为我大卫国运 以命续命 陈正如跪在殿外 他朝着苍穹叩手 当下他体内的浩然正气 直接溃散 化作一股股能量 注入了国运之当中 只可惜 陈正如虽然慷慨 但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 这只不过是杯水车星罢了 哄 第三集 文件震荡百万光 大卫国运之顶 有些被阵溃散了 有一种虚化的感觉 国运之顶 当真要溃散了 扑 女帝又是一口鲜血 她生机飞快消逝 再这样下去 她可能会死 她娘的 这帮畜生啊 王兴志攥紧拳头 她来到殿外 忍不住大声怒吼道 草狗 红狗 你们脱离就脱离 为何还要 损我大卫国运 你们当真不是人子 倘若许清潇成胜 而等死无葬身之地 王兴志怒吼道 她体内的浩然正气 也飞快消散 注入了国运之顶内 虽然她知道 这是杯水车星 可 那又如何 倘若陛下死了 身为臣子 她也可以以身殉国 只是现在 她忍不了 是真的忍不了 承圣 你把承圣想得太简单了 此时 曹如的声音响起 言语当中 充满着轻蔑 但 就在这一刻 突兀之间 一阵莫名的力量弥漫 这股力量 莫名令人心惊 人们惊愕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就在此时 一道无与伦比的声音 响彻天下 第一时间 传至大魏京都之中 今日 吴许清霄 顿悟盛道 洪亮无比的声音响起 来自燕云府 这道声音 宏伟至极 仿佛是天地在传达一般 而燕云府都内 百姓们还在关注 大魏文公脱离之时 却突然之间 发现许清霄身上 暴射出无尽的光芒 轰轰轰 轰轰轰 大地震战 天穷之上 一颗颗星辰 也跟着震战起来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奇观啊 随着许清霄的声音响起 人们彻底震惊了 而此时 闹事当中 许清霄已经顿悟了圣道 他的身子 忽然飞起 立于天穷之上 而后无数星辰 坠下恐怖的星芒 照耀在许清霄身上 万丈的法相出现 映照古今未来 无量的光芒 照耀整个大魏 驱逐一切黑暗 成圣之法 重新名义 重新立言 重新著书 重新明悟 忠心思想 许清霄望着大魏国都 他眼神之中 充满着平静 之前 他正圣道 为的是压制读书人 可这样做 无法真正踏上圣道 现在他正圣道 为的是天下苍生 为的也是心中之道 无奈许清霄 今日 为天下读书人名义 君子也 明辨是非 君子也 爱才有道 君子也 心系天下 君子 仁爱 君子 有德 君子 无私 不为钱财而动 不为权贵而行 浩然正气 两袖清风 此乃君子也 此乃读书人也 无有人爱者 非君子 无有无私者 非君子 无德无平者 非君子 不为君子 天地之不容 如道所不容 今日 天地可见 日月为正 无许清霄 正圣道 而明君子义 望天下读书人 皆为君子 修浩然正气 心系天下苍生 许清霄的声音 红亮无比 刹那间 太阳升起 明月而立 日月当空 天地之间 轰轰之声 传至任何一处 恐怖的圣光 自许清霄体内 爆发而出 绽放百万里 淹没了整个中洲 天地为之震撼 日月为之颤鸣 一股恐怖的 天地之力出现 化作一柄真正的 君子之剑 悬于许清霄上空 这一柄君子之剑 胜过文剑千百倍 下一刻 君子之剑阵战 化作一一万万道小剑 朝着整个天下飞去 扑扑扑扑 君子之剑 越过一切 跨越空间 直接来到天下读书人 面前 当场刺了过去 一瞬间 被君子之剑 所刺之人 浩然正气 顿时被削 硬生生 跌落了一个品阶 原本是七品名义 如今却成为了 八品如生 原本是六品正如 却变成了七品名义 这一剑 削了天下读书人的如位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品阶会下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老夫花费七十年的时间 才修炼成正如 我即将可能成为大如的啊 现在老夫 为何跌落至七品名义境 苍天不公 苍天不公啊 许清霄 凭什么学我浩然正气 许清霄 凭什么 削我浩然正气啊 一道道声音响起 天下读书人死 都没有想到 许清霄会在关键时刻 真的成圣 而且 成圣也就算了 许清霄 竟然削弱天下读书人的如位 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 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底气 之所以敢这样闹事 就是因为他们有浩然正气 这是天地之力 可现在 浩然正气被严重削弱 他们又如何不愤怒 又如何不生气 而大魏京都当中 百万君子之见出现 所有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竟然发出惨叫之声 被硬生生削弱一个品阶 这对他们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啊 文宫内数万道剑弃杀来 他们神色露出惊恐 不要怕 我等有圣气保护 这剑 刺不进来的 有大儒开口 认为圣气保护 君子之剑 杀不进来的 可下一刻 他的话刚说完 君子之剑 直接穿透了屏障 越过了圣气之力 直接将这些大儒体内的浩然正气 消去一半 大儒跌至正儒 正儒跌至名义 哪怕是天地大儒 也挡不住如此恐怖的攻势啊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曹儒最惨 数百道君子之剑 将他体内的浩然正气削弱 硬生生从天地大儒之境 跌落到了大儒之境 可就在此时 许清潇的声音再次响起 君子一剑 薛浩然正气 君子二剑 受剑伐之苦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也与府中 许清潇投悬的君子之剑 再一次释放出 一一万万道君子之剑 而这一剑 更为恐怖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1章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君子一剑 削的是他们财气 而君子第二剑 是让他们承受痛苦 身为儒生 不为天下苍生 不去理解圣贤之意 整日研究的是 如何当官 每时每刻研究的是 如何算计别人 如何辱骂别人 如何拉采别人 这还是儒生吗 这还是读书人吗 这已经不是读书人了 这是妖魔 脱离大卫 这可以说是 读书人不想被限制 可以理解 但临走的时候 还要镇压大卫国运 这说得过去吗 只怕妖魔都没有这么狠 方才发生的事情 许清潇虽然没有精力 但随着他顿悟成功 方才的事情 全部浮现在眼前 这是追溯过去 燕云府上 许清潇甚微无敌 他的光芒 映照整个府都 万里之外 都能看到 许清潇的圣人法香 当君子第二件凝聚之后 一一万万道 剑芒冲偏起 散落整个天下 这一件袭来 天下读书人 各个慌张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许清潇 竟然还能凝聚出第二件 你还削我的文切 再消我等就没了 许清潇 你当真狠啊 许清潇 你真是不为人子 啊 伴随着无数骂声响起 下一刻 凄厉无比的惨叫之声 也随之响起了 是读书人的惨叫声 君子之剑袭来 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伤痕 因为这是精神之剑 这是意志之剑 可本以为这第二件 又是削他们如位 但随着这一件杀出后 不少读书人 发出无与伦比的惨叫声 声音凄厉无比 这一件 没有削他们的财气 也没有削他们如位 而是刺杀在他们身上 就如同一柄剑 穿过了他们的身体一般 这种疼痛 让这些读书人 如何不惨叫 又如何不发出 杀猪一般的叫声 大卫文公 当第二道君子之剑杀来时 所有儒生都慌了 可慌归慌 君子之剑 可没有任何一点留情 直接穿透了他们的身躯 有人当场跪在地上 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有的大儒 更是抱头痛哭 疼得目刺欲裂 但有一些大儒 却惊恶无比地看着一切 因为他没有感受到 任何一点疼痛 他是之前出生说话的大儒 甚至包括一开始 他也没有被削如位 这君子之剑 只伤非君子之人 许青霄 你太狂妄了 竟敢蒙骗天地 你罪无可赦 你今日成圣 可你还没有真正踏入圣道 你不过是顿悟到了圣一把了 你还不是真正的圣人 天下读书人 听本圣之令 凝聚浩瀚文艺 将许青霄镇压 许青霄只是名义阶段 他还需要重新立言 重新著书 重新寻找中心思想 还需要借助天下读书人之力 借助天地之力 否则的话 他终究不是真正的半生 许青霄 你太狂妄了 倘若你低调一些 独自成圣 或许 你当真可以成圣 只是你太狂妄了 你不该这个时候出现 洪盛的声音响起了 他并不在意许青霄 因为他察觉出来 许青霄 只是刚刚顿悟 刚刚名义罢了 不是真正的成圣 还没有走到哪一步 既然 许青霄 没有真正成圣的话 那么一切就好说了 这一刻 天下所有的读书人 意志坚定了 他们痛得死去活来 但听到 洪盛如此开口 这恨意无穷 意志空前绝后的 强大起来 恐怖的读书人之力 聚集在了一起 云聚天穷之上 将大卫彻彻底底遮盖 无数光芒凝聚 人们惊恶 这是百姓们 第一次看到 天下读书人之力 才气如海 看起来十分可怕 文剑凝聚 绽放炽烈无比的光芒 大卫文工之上 这剑芒冲天起 剑气荡漾三万里 恐怖的天威弥漫 这是意志之力 不仅仅是儒道的意志 更主要的 还是天下读书人之力 此时此刻 所有读书人都激动起来了 他们还真不知道 许清霄并没有成胜 如今听到洪盛这么说 自然激动起来了 许清霄给他们带来的疼痛 让他们彻底恨死他了 如今随着洪盛如此开口 他们也自然毫不犹豫 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卫文工之上 万丈文件 弥漫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比之前强大十倍 甚至隐隐约约 压制了许清霄的君子之剑 人们的确担忧许清霄 尤其是一些大儒 他们知道 许清霄的的确却 只是刚刚顿悟圣意 准确点来说 许清霄是重新名义了 其他还没有做到 倘若做到了的话 才算是真正的半圣 可以抗衡大卫文工 可现在 许清霄没有做到 这就意味着 许清霄很有可能 要吃个大亏了 然而 烟云府中 许清霄静静地 望着大卫文工的方向 他目光穿透一切 可以看到大卫京都的情景 也能听到这些声音 这一刻 文剑动了 一柄剑 划破苍穹 剑芒映照古今 整个大卫天空都被照亮了 夺目无比 璀璨而不凡 同时 这一剑 也显得极其可怕 令人恐惧 令人害怕 令人浑身颤抖 这是文工最强一剑 天下读书人之剑 他们的目标 也锁定了许清霄 要让许清霄 无法成胜 同时也要让许清霄死在这里 惶惶天威杀来 几乎是刹那间 文剑已经出现在 燕云府之上 朝着许清霄杀去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死死地看着这一幕 无数人死死地看着 有人希望许清霄死 有人不希望许清霄死 而许清霄的生死 也就在这一瞬间了 大卫文工当中 洪盛死死地看着这一切 他眼中充满着自信 可深处还是紧张 他希望许清霄死 现在就去死 倘若今日不杀许清霄 许清霄很有可能 真的要成为半圣王 如若是这样的话 对大卫文工来说 简直是如遭雷击 曹儒 方儒 以及其他大儒们 也是瞪大了眼睛 想要看到许清霄死 不过他们的目光 是充满着自信 充满着轻蔑 因为他们认为 许清霄必死无疑 许清霄肯定要死 一定是跑不掉的 他死定了 在这种攻势之下 谁来了都没有用 天下读书人的力量 集中在一起 就算是大卫国运之顶 都承受不起 他许清霄 又如何能承受 天下读书人 也瞪大了眼睛 他们恨死了许清霄 恨不得 许清霄 现在就死 至于大卫皇宫当中 陈正如 王兴志 顾炎 李彦龙 周炎 张静 等等文武百官们 截然望着这一见 他们祈祷 许清霄 能够承受住这一见 只要承受住了这一见 许清霄将化险为夷 甚至有可能直接成胜 谁都阻拦不了 养心殿内 女帝有些头晕 但她依旧站了出来 望着这一见 心中不断祈祷 桃花安中 落白一眼中婆娑 水雾弥漫 她死死地捏紧绣拳 望着天穷 期盼着许清霄 不要受到苦难 凭乱侯府当中 陈兴和更是不敢直视 她捏紧拳头 恨自己如此无能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师弟 遭到天下读书人 这般功法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一刻 她忽然明白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 所有人都关注着这一见 天下所有人都在关注 他们眼神之中 充满着好奇 只是就在这一瞬间 许清霄的声音响起了 今日 吴许清霄 愿为天下读书人立言 许清霄说到这里的时候 刹奈间 天地尽止了 有人成圣 需要重新名义 重新立言 重新著书 重新明目 忠心思想 而后得到天下读书人的支持 这就是成圣之法 许清霄重新名义了 现在 他要重新立言 天地之力 庇护着许清霄 禁止了一切一切 给予许清霄立言的机会 不然的话 倘若有人成圣 被人袭杀 这天地能容忍吗 可是 时间不会给太久的 因为你一旦立言不了 不得天地认可 那么天地也不会保护你太久 随着许清霄的声音响起 红盛的声音也立刻响起了 你狂妄 你自大 许清霄 你当真是疯了 你为天下读书人名义 也就算了 你现在竟然还妄图 为天下读书人立言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 给天下读书人立言 你当真不怕死吗 给天下读书人立言 你知道 这有多困难吗 洪盛开口 他之所以出生 是为了给许清霄 制造心理压力 不是因为 他嚣张得意 许清霄要立言 他就必须要打压 干扰许清霄 影响许清霄 让许清霄 无法完成立言 然而 许清霄没有理会洪盛 而是缓缓出声道 无许清霄 愿为天地立心 愿为生名立命 愿为往圣迹绝学 愿为万世开太平 这一刻 宏伟无比的声音响起 当这道声音响起之时 天地之间 一切的一切 都变得无比安静了 万物都仿佛静止了一般 这道声音 也传遍了整个陈界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愿为天地立心 为生名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便是许清霄的立言 人们愣在原地 即便是百姓 也听得出这四句话的含义 这是无上立言 这也是无上之大功德 人们难以想象到 许清霄 竟然会立这等言论 世人皆经 但最为震撼的是天下的读书人 为天地立心 为生名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太过于宏伟了吧 这是常人能够想象到的吗 这一刻 有大儒愣在原地 他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没有选择帮助许清霄 但也没有选择帮助诸圣一脉 只是静静看着 因为他认为 这件事情与自己无关 自己不应当汤浑水 可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许清霄说完这四句话后 他整个人愣住了 为天地立心 要为天地寻找心心向上之意 寻找出真正的精神之路 让世人不再蒙蔽 让天地万物 除尽世人一颗沉心 为生名立命 为天下苍生 寻找正确的命运方法 使得天下苍生 能够过上好日子 不受苦寒 不受灾祸 生生不息 为往圣迹绝学 将圣人的学问 传承一代又一代 让后世人明白圣人之道 如此一来的话 谁还敢再说 许清霄不尊诸圣 能立下如此宏伟之愿 还会是一个 不尽圣人之人吗 为万事开太平 让天下再无战争 世间和平 繁荣昌盛 这是真正的大宏愿 这些读书人们 一瞬间便明白 许清霄的立言是什么了 对比许清霄之前的立言 这个立言更加的与众不同 也更加的让人感到震撼 也就在这一刻 突兀之间 大卫文宫当中 五道惊天无比的光芒 从五尊圣像当中 积涉而出 这光芒 划破了天穷 刺穿了黑暗 显得无与伦比 这是天地之间 五尊圣像的圣意啊 只见 大卫天穷之上 恐怖的浩然正气凝聚 演化成五尊圣人虚影 每一尊虚影 都有万丈之高 中周无数生灵都能看到 而五尊圣人虚影 也在这一刻 齐齐一口同声道 为天地立信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宏伟的声音 传至整个世间 风云弥漫 左边的太阳 爆发出无量的光芒 右边的明月 阵战意外神芒 这般的异象 惊天地 弃鬼神 天下读书人愣住了 他们死死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不敢相信 他们无法相信 许清霄竟然重新立言成功了 不但重新立言成功了 而且 许清霄竟然立下无上之言 引来五尊圣人虚影 齐齐共鸣 然而 就在这一刻 五尊圣人虚影 也朝着许清霄深深一拜 死 死 死 无数人倒抽冷气了 这虽然不是五尊圣人的本体 但这是五尊圣人的意志 他们不但认可许清霄这番话 而且 更是敬佩许清霄这一番话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天下读书人 根本就不敢相信 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幕 当初许清霄在大卫文宫的时候 有诸圣虚影 朝着许清霄一拜 后来他们认为 并非是诸圣虚影 朝着许清霄一拜 那只是虚影 并非是意志 有人在背后搞事 想要为许清霄造势 可现在 五尊圣人虚影出现 而且 齐齐朝着许清霄一拜 这让他们无法接受啊 不仅仅是五尊圣人虚影朝拜 这一刻 天地之间 还有剩下一部分的读书人 也彻底朝拜许清霄了 因为许清霄这四句话 当真是无法形容 这四句话 贯彻读书人的真谛 惊醒了所有 还在沉睡之中的读书人 大魏皇都 陈正如 王兴志等人 齐齐朝着许清霄一拜 随着圣人虚影一拜 海量的浩然正气 朝着许清霄涌入而去 可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他们却无法接受 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啊 不 不 不 这不可能 圣人啊 你们为何要朝拜这个许清霄 他不遵圣意 为何要朝拜他 这不可能 这根本就不可能 许清霄此人 不遵圣意 打压我等读书人 凭什么他可以受到圣人朝拜 名义又如何 立言又如何 难不成他可以在这个时候 重新著书吗 还有重新明悟中心思想 到最后 他许清霄 也得不到天下读书人支持 这一道道声音响起 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已经疯魔了 他们不但不相信这一切 同时更是发下狠话 认为 许清霄不可能重新著书 但随着他们的声音响起 换来的便是圣物 圣人意志还在 他们虽然是意志 没有智慧 可却能感应到这些言论 轰轰轰 一束束圣光坠落下来 将这些口出狂言的读书人 当场震死 大卫文公当中 也有人一些人被圣意斩杀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一些声音也响起了 直到现在 尔等还要嘴硬吗 许清霄之才 天下罕见 这四句话 为我等读书人一生之追求 你们可以污蔑许清霄 你们可以不遵许清霄 但这四句话 你们不能污蔑 有读书人怒吼 这是一个老者 他连名义都没有 可当许清霄 说出这四句话的时候 他彻底名义了 望着这帮读书人 如此不吼道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此等力言 是我被读书人真正的终极目标 许圣 当之无愧啊 能说出 为往圣祭绝学之言 此人怎可能会污蔑圣人 不遵圣人 倘若不遵圣人 何来寄绝学之说 尔等已经彻底封魔 你们还是读书人吗 那一道道声音响起 响彻无比 震耳欲聋 这一刻 许清霄的立言 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言 同样也是为天下读书人立言 他的声音 震骨朔惊 他的声音 如同黄缕大钟一般 惊醒了天下读书人 为他们指出一条真正的如道 荡 荡 荡 此时此刻 大魏文公当中 浩然文中疯狂震战 发出一道又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 随后 浩然文中冲天起 朝着燕云府飞去 刹那间 浩然文中出现在许清霄头顶之上 垂落下万道浩然正气 庇护许清霄的安危 文中震动 音波声轰击文剑 他以觉悟来保护未来半生 而文公当中 所有大如面如死灰 谁也没想到 浩然文中竟然会去保护许清霄 这是一种背叛 天大的背叛 许清霄 你这般力言 骗取文中 你当真不是人啊 曹如大吼 文中消失 对大魏文公来说 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啊 他气急败坏 差点就要吐血 当 只是一瞬间 浩然文中 似乎明白曹如的声音 不由震动一番 音波之声 跨越千山万水 横跨数万里 直接来到大魏文公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力 当场将曹如震飞几十米外 撞击在强石上 震得他五脏六腑一味 震得他连吐好几口鲜血 面色苍白 文公公 浩然文中轻轻颤抖 似乎在呼喊着八玉圣耻 而八玉圣耻 竟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般 不断晃动 想要离开文公 看到这一幕后 红圣第一时间加持胜利 稳住八玉圣耻 随后怒吼道 许青霄 你弃我诸圣圣气 这就是你的如道 你今日把我们诸圣一脉 弃得太狠了 本圣于你不死不休 记 这一刻 红圣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 他气急败坏 翻出最强底牌 当下 大卫文公报射出 但可怕无比的光芒 一张法纸出现 只是诸圣法纸 浩然正气凝聚 化作一支笔 在法纸上书写一个字 诸 当此字出现 夹杂着恐怖的威能 化作无尽能量 灌入文件当中 再一次文件 爆发出可怕的气势 要将许清潇直接阻杀 诸圣法纸都拿出来了 红正天 你当真是畜生 此物乃是诸圣留下来 平定妖魔的 你却将法纸拿出 害我大卫兴盛 陈正如怒吼 他目次欲裂 没有想到 红正天竟然拿出这样东西 这件东西 乃是诸圣法纸 是诸圣留下来的最强之物 若是祭出法纸 其威力等同诸圣一击 是诸圣当初担心死后 天下妖魔大乱 所以留下来的法纸 据说一共留下了三张 可现在 为了针对许清潇 红正拿出这样东西 这已经不是道理之争了 这就是铁定要许清潇的命了 这太狠了 也太令人觉得恶心 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当诸圣法纸化作无尽能量 注入文件后 文件再一次朝着许清潇杀去 浩然文中绽放出无穷的浩然正气 想要阻挡文件一击 可拥有诸圣法纸加持的文件 是天地之间最锋芒的件 哪怕是浩然文中也承受不住 烟云府上 许清潇的圣人法香 平静无比 风云交加 天昏地暗 可怕的杀鸡袭来 宛如灭世一般 许清潇依旧平静如水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乾隆勿用 阳在下也 剑隆在田 得师谱也 终日浅浅 反复道也 霍月在渊 尽无旧也 飞龙在天 大人造也 抗龙有悔 赢不可久也 用久 天得不可为首也 帝是昆恩 君子已厚德载物 吕霜尖兵 因始宁也 训致其道 致兼兵也 六二之洞 只以方也 不息无不利 地道光也 寒章可真 以时发也 或从王室 知光大也 阔囊无旧 甚不害也 黄长元吉 闻在中也 龙湛羽也 其道穷也 用六永针 以大中也 宏伟之声再次响起 许清潇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映照在天穷上 金光闪闪 这是一经 许清潇选择已经为自己的盛道之书 晦涩无比的一经响起 人们听起来觉得玄傲无比 虽晦涩但莫名显得无比的非凡 一直到整篇一经被许清潇全部说完后 下一刻又是一道宏伟振天之言响起 五 许清潇 今日著作一经 愿未来读书人 人人如龙 声音响起 这一刻 世人彻彻底底震撼了 这他不可思议了 这一经之书 竟是画龙之书 所有人这才明白 许清潇著作之书是什么了 如若说 许清潇之前的签字文 乃是儿童启蒙书籍 那么这篇一经 则是未来读书人 蜕变成龙的书籍啊 蜕变成龙 指的是才华蜕变 真正懂得道理 明白道理 如龙一般 为极致 好 这一刻 当真有龙银之声响起 只见 许清潇上空 一条条金龙将黑云撕开 万丈的金龙 踏着翔云而来 盘旋在许清潇上空 这般的异想 让世人无比惊愕 古今往来 哪里有这样的异想 只怕就算是真正成圣 也没有如此之多的异想吧 可就在此时 一经之书 竟然演化出一座龙门 立于中周天穷之上 无边无际的光芒出现 读书人的精气神 化作鱼儿 在龙门之下跳跃 一旦越过 便是鲤鱼画龙 这是古今往来第一书啊 圣人之书 此乃圣人之书 许守人为天下读书人名义 名无上之义 而后立下不朽之言 现在更是著出成圣之书 此等功绩 千秋万载 都不会有人超越啊 睁大你们的眼睛看一看吧 不要再这样 执迷不悟了 许圣注定要成圣啊 一些非诸圣 一脉的读书人 纷纷开口 他们让诸圣一脉 看清楚 不要再这样执迷不悟了 可这般的言语 只让他们更加的不服 更加的愤怒 也更加的嫉妒啊 年轻一代 他们之所以如此配合文工 其实最大的原因 还不是因为嫉妒 他们嫉妒许清霄 嫉妒许清霄 为何年仅二十岁 就有如此地位 如此才华 所以 每当许清霄 做错了一点事情 他们就揪着不放 按理说 正常人 也不敢与天下读书人斗 会乖乖低头 但偏偏许清霄 每一次都没有选择低头 反而是与他们斗了起来 而且每一次 许清霄都能扭转局势 他们如何不气 又如何不怒 本来按照这一次 许清霄必然要玩 可没想到的是 许清霄依旧坚挺 而且 今日还要成胜 他们如何受得了 再加上这些人的辱骂 天下读书人彻底 疯魔了 许清霄 绝不可能成胜 他是借助了邪碎的力量 哪里有人一年成胜 哪里有人一年不到 就可以成胜 是啊 是啊 许清霄借助了邪碎的力量 他绝对不可能一年成胜 这不可能 如若不是邪碎的力量 谁能在一年内成胜 红圣 再次凝聚天下读书人的力量 杀了许清霄 杀了他 杀了他 红圣 快快诸魔呀 那一道道声音响起 是诸圣一脉的怒吼声音 他们已经迷失了双眼 要说不成魔 根本就不可能 到了这一步 这些读书人还是如此 这让非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彻彻底底扎舌了 本以为这些读书人 一开始 只是因为 许清霄不尊重诸圣 他们才恨上了许清霄 可现在看来 这些人当真是有问题啊 这些人 哪里算是读书人啊 都是一些妖魔鬼怪吧 杀 文宫当中 红圣也彻彻底底疯癫了 他死都没有想到 许清霄 今日真的能重新名义 重新立言 更重新著书 而且还著出圣人之书 不 这不是圣人之书 这是可以让人成圣之书啊 人人如龙 这四个字太沉重了 也太宏伟了 不弱于方才的四眼 许清霄 今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将流传千古 他若是成圣 当真不得了 对大魏文公来说 是天大的灾难 所以 今日无论如何 他都要杀了许清霄 是无论如何 如汪洋大海一般的浩然正气 没入了文件之中 这一次文件 没有任何犹豫了 朝着许清霄杀去 而眼下 许清霄抬头望着天穷 他现在已经走了三步 还差最后两步 重新明悟自己的中心思想 之前的中心思想 是事在人为 有智者 是进程 而现在 许清霄需要重新明悟 新的中心思想 文件杀来 根本不给许清霄 任何一次机会 不过好在 浩然文中爆发出能量 阻挡文件 九条金龙 则朝着文件扑杀 这一切都是异想 气运之战 文件无匹 势无敌的存在 轰击在浩然文中上 每一击都崩裂出 无穷的浩然正气 金龙扑杀 却只能拖延文件的 进攻速度 但无法真正毁灭文件 这是天下读书人的 意志之鉴 哪里有那么好破解的 眼下 许清霄必须要成胜 只要许清霄成胜 一切都好说了 战局会在一瞬间逆转 彻彻底底扭转 只是天下读书人 不会让的 而许清霄也在顿悟 最后的中心思想 事在人为 有智者 是进城 许清霄闭上了眼睛 一切都显得太仓促了 但一切也应当发生 轰轰轰 文件不断攻击 浩然文中遭到了 极其可怕的创伤 差一点要裂开 金龙不断扑杀 却显得有些 于世无补的感觉 也就在此时 许清霄忽然睁开眼睛 他明误了 有智者 是进城 事在人为 是他之前的中心思想 可现在许清霄忽然意识到 这并非是自己的中心思想 细细想来 曾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并非是事在人为 而是 人定胜天 没错 就是人定胜天 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哪里有那么多一定 人心若安定 不受一切影响 不为外物所动 朝着自己要做的事情去努力 胜负接在一念之间 是的 这就是自己的中心思想 真正的中心思想 人定胜天 因本心而顺天理 胜天 并非是胜过天地 而是胜过一切 你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是自然规律 天 是本心 本心也是天 想到这点后 刹那间 无数浩然正气 朝着许清霄涌去 这是最终的升华 得天下读书人之力 许清霄便可以成胜了 这一刻 人们惊愕 所有读书人发现 自己的浩然正气 正朝着许清霄涌去 许清霄走到了最后一步 即将完成真正的 蜕变与升华 此时此刻 一道道声音响起 我等愿助许如成胜 某愿助许如成胜 愿助许如成胜 扫荡一切要挟 那一道道声音响起 这是来自天地之间 其他的读书人 他们彻彻底底敬佩许清霄 也彻彻底底折服了 他们朝着许清霄一败 贡献自己的力量 希望许清霄 能够因此成胜 此时 大卫文宫内 也响起一道这样的声音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许如之言 天地可见 本如愿助许如成胜 这是寻如的声音 他站起身来 不顾一切 朝着许清霄所在的方向一拜 将自己体内的浩然正气 尽数赠送给许清霄 不只是他 一连四五为大如齐齐开口 他们原本不想要参与这件事情 可现在他们被许清霄给折服了 彻彻底底折服了 能说出为天地立心之言的人 如何不能将他们折服 曾经 他们的确因为许清霄年龄产生轻视和不愿 可现在他们彻彻底底服了 许清霄有圣人之姿 不是半圣 是文圣 如道文圣 他们心甘情愿帮助许清霄 尽自己的一份力 陈某愿为许如 在天浩然正气 愿许如 为万事开太平 陈某今日 自毁如位 从今往后 与诸圣一脉 再无关系 陈欣的声音响起了 他是诸圣一脉的大如 这段时间来 他一直在犹豫 大魏文公脱离 他没有办法阻止 可当大魏文公脱离 还要镇压大魏王朝国运时 他出生了 可出生有用吗 没有 他选择了沉默 可他的良心不安 如今 当许清霄 说出 为天地立心之时 他彻彻底底醒悟过来了 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还是一个读书人吗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许清霄这四句话吗 可自己又在做什么 眼睁睁看着大魏王朝 气运衰败 未来眼睁睁看着万民受苦吗 他错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他脱离诸圣一脉 并且自毁自己的如位 辛辛苦苦修行而来的 浩然正气 被他直接散去 没入在大魏国运之顶内 而陈兴也跪在地上 朝着许清霄行 叩拜大礼 当陈兴这般出生 周明叹了口气 他摇了摇头道 是我等错了 知晓得太晚了 如不是如 读书人不是读书人 老夫读书 为天下苍生 可到头来 竟然是在害天下苍生 害大魏百姓 老夫今日 也散去如位 退出诸圣一脉 以死谢罪 周明苦笑连连 如若说陈兴 只是一直徘徊犹豫 可他实打实支持 文公脱离 眼下 许清霄所作所为 让他内心大震 更是让他醒悟 幡然醒悟 他知道自己做错了 愿意自毁如位 可他却放不过自己 当声音响起后 旁人来不及劝阻之时 周明已经震碎自己的心脉 直接坐了下来 当场毙命 他以自己的生命 来偿还这场浩劫 周明死了 可却在人生最后一刻 成为了真正的读书人 有人悲哭 是周明的弟子 在地上嚎啕大哭 伤心不已 一些大儒看到这一幕 也一个个沉默不语 陈兴更是哽咽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可这又怪得了谁呢 但他知道的是 周明已经在最后一刻 明目了真正的如刀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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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等受许清潇蛊惑 竟然做如此愚蠢之事 简直是放肆 许清潇无法成胜 诸圣一脉听令 竭尽全力 阻止许清潇成胜 洪正天的声音响起 他没有想到 在关键时刻 大魏文公内 竟然出了这种事情 在他看来 陈兴与周明就是叛徒 还有其他几个大儒 相信了许清潇 宁可自觉心脉 也不与文公 站在同一条线 这让他无比愤怒 而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刹那间 原本四面八方的浩然正气 突然锐减八成 诸圣一脉九成的读书人 开始竭尽全力 阻止浩然正气飞去 他们一直坚定 不可能让许清潇 靠他们成圣的 许清潇 你妄想借助我等读书人之力成圣 妄想 洪正天的声音响起 他已气急败坏 但同样 这番话坚定无比 因为成圣最关键的一关 就是借助天下读书人之力 洪正天的声音 响彻大魏京都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轻微无比的声音响起 声音当中 也充满着智能 是燕云府中 是一个孩童 他有些害怕 也有些怯弱 可他的声音 清脆无比 面容坚定无比 愿助许如成圣 他学着一些儒生开口 助许清潇成圣 只是这道声音响起后 引来了一些人的关注 可看了过去 发现是个孩童时 不由苦笑一声 读书人凝聚浩然正气 他们这些普通百姓 怎可能 能帮助许清潇成圣呢 但就在有人开口时 突兀之间 一束微弱的光芒 从孩童身上缓缓浮出 朝着上空飞去 这一刻 闹事之中的百姓愣住了 紧接着 有人尝试性开口 望着许清潇到 愿助许如成圣 他的声音响起 虽然心中无底 可目光坚毅 当下 依旧是一道微弱的光芒 凝聚而出 朝着许清潇飞去 一时之间 人们彻底震惊了 但下一刻 一道道声音响起 愿助许如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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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声音 虽然不大 没有响彻万里 但这些声音 却充满着坚定 刹那间 一道道微弱光芒 聚集在了一起 光芒虽然微弱 可当数量变得极多之时 将 是天地之间 最亮的那一束 光芒 此光 映照古今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2章 朕以大卫国运 助许如成圣 大卫龙顶险 随着一束束光芒 飘浮在天穷之上 代替了读书人之力 越来越多的光芒弥漫 这些都是百姓名义之力 也是一种天地之力 许清霄不依靠读书人的力量成圣 他选择用天下万民的力量来成圣 我等愿助许如成圣 一道道声音响彻 此时不再是燕云府 想起了这道声音 更多的地方都想起了这种声音 百姓们连连开口 愿助许清霄成圣 他们激动不已 如许清霄曾经的力言一般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星星之火亦可燎原 光芒夺目但不刺眼 映照古今一切 许清霄的圣像更是宏伟无比 胜过一切 他的光芒太璀璨了 这世间的一切都无法与许清霄争辉 海量无比的光芒 没入了许清霄体内 燕云府上 许清霄感受到了这澎湃无比的民意之光 如到境界也得到了大幅度增强 他要开启圣道之路 可是这些民意之力 还是欠缺了一些 需要一股作气 才能真正突破 许清霄的圣像 虽然愈发绽放光芒 但依旧有一种虚化的感觉 并不真实 只有真正成圣之后 这圣像才会真实 仿佛是察觉到了这一点 大魏文宫中 洪圣的声音响起了 这一刻 他彻底放下心来了 成圣必须一股作气 许清霄重新名义 重新立言 重新著书 也重新明目了新的中心思想 每一个许清霄都做到了正古朔经 可问题是 许清霄这名义 立言 著书 顿悟 却带来了一个可怕的副作用 那就是许清霄的圣道 将会是古今往来最强圣道 没有之一 许清霄的名义 立言 著书 顿悟 哪一个不是圣人都难以做到的 为天下读书人立君子之义 为天下读书人立君子之言 为天下读书人诸书人人如荣 为天下读书人顿悟人定圣天 这四个哪一个不是连圣人都难以做到的 许清霄一口气完成四个无上蜕变 按理说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突破圣境 这还是天下读书人支持许清霄的情况下 倘若但天下读书人不支持许清霄的话 就别谈什么成圣了 支持也需要数日 甚至是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成圣 不支持这辈子 许清霄都无法成圣 百姓名义虽然强 可这终究只是大卫百姓和少部分天下百姓的援助 大多数百姓虽然支持许清霄 可意志不强大 无法凝聚出名义之力 所以 许清霄成不了圣 你太狂妄了 四个无上蜕变 倘若你成功了 你的确会是古今往来第一圣 但仅仅凭借大卫百姓的名义 你是无法成圣的 许清霄 本圣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承认错误 你在诸圣雕像面前磕头认错 向天下读书人承认错误 并且自毁名义 本圣可以原谅你 可以代表诸圣原谅你 代表天下读书人原谅你 加入诸圣一脉 三年之后 本圣可以帮助你成圣 如何 这一刻 洪圣开口 不过他这一次没有怒斥许清霄 而是用一种极其平和的口气说话 他还是愿意拉拢许清霄 毕竟许清霄的资质 实在是太逆天了 他的的确确想要拉拢许清霄了 只要许清霄愿意 他的确可以接纳许清霄 但前提是 许清霄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给诸圣磕头认错 给天下读书人认错 并且悔意 再停止突破 三年之后 许清霄表现良好 他便会帮助许清霄成圣 这番话说出 人们顿时觉得 红盛太过于无耻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 拉拢许清霄也就算了 还要让许清霄磕头认错 向天下读书人认错 但也有人莫名觉得 这种结果不错 毕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许清霄也不用陷入僵局之中 因为即便是寻常百姓 也察觉到了许清霄目前的情况 圣人法相在虚化 时而凝实 时而虚化 有些不稳定 这并不是许清霄不行 反而是许清霄力言过于可怕 他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 折服了真正的读书人 哪怕是诸圣一脉的天地大儒们 在听到这话后 他们也沉默了 除一些已经蜂魔的读书人 那些原本就没有找过 许清霄麻烦的读书人 已经彻底折服于 许清霄这般的力言 而天下各大书院的院长等人 他们在听到许清霄力言之后 已经动容 但真正令他们动容的 不是这四句力言 而是怨天下读书人 人人如龙 这一句话 才是打动他们的言论 他们身为书院院长 遇人遇才 是他们的终生事业 许清霄怨天下读书人 人人如龙 这不就是他们 伟大的报复与理想 许清霄每一句话 都不弱于圣人之言 令人震耳欲聋 心神震战 也正是因为 许清霄所说之言 导致他难以成胜 就如同佛门大宏院一般 你立下大宏院 可以得到天地加持 但不会给你太多 因为你 能不能完成是一回事啊 倘若 你有资格 能够完成这些事情 欠缺的无非是时间 而你拥有这个时间 那么天地 才会给予你真正的赏赐 说白了 就是要得到天地的认可 认为你能做到 而许清霄能不能做到 其实就看读书人是否支持 这是一个评价衡量 眼下天下读书人 大多数是诸胜一脉的 让他们支持许清霄 这可能吗 不过 没有读书人之力 大卫百姓的支持也可以 无非就是百姓的支持 是民意 许清霄终究是如道 民意虽然多 可天道有缺 已经出了问题 否则的话 按照这种情况 自己别说成半圣了 就算是承亚圣 承文圣都不足为过 百姓苍生 才是天地的根本 这世间最强的体系 并非是如道 而是民意之道 这一点天道应当明白 可自己没有成圣 就证明天道 的确出了问题 否则的话 不会如此 这一点 让许清霄感到困惑 他不理解 天道出了什么问题 但他更加知道的是 自己现在还无法 设计这个程度 而洪圣敢这样开口 不是他已经看出来 天道有问题 而是他以为 光靠这些民意 是不可能成圣的 认为不得读书人之力 许清霄无法成圣 所以 在他认知当中 如若无法依靠 民意成圣的话 之前所有的立言 以及著书 都无法真正得到 天地认可 若是无法得到 天地认可 今日许清霄 所作所为 便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他敢 这样开口的底气 他很自信 极其的自信 不过他愿意 给许清霄一次机会 燕云府上 许清霄吸收着如汪洋大海一般的民意 这是天地之力 许清霄静静感悟 的确 对比读书人的力量 民意太过于微弱了 虽然聚集在一起 是炽烈的光芒 但自己是如道 不是帝王 若是帝王 得到如此之多的民意 只怕国运畅通几百年 而随着洪盛的声音响起 许清霄没有理会 他竟作顿悟 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天地有缺 是的 天地有缺 自己立下不实之言 著作一经 人人如龙 按理说 应当直接成圣 可非要足够的读书人之力 这虽然是规矩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规矩太过于死板了 这很古怪 许清霄如今处于半只脚 踏入圣道 有很多东西 莫名能够感悟到 拥有天道感悟 所以他敏锐察觉到了这般的不同 所谓大道至公 大道至私 天地是公平的 不会偏袒任何生灵 有幽处就有裂处 而大道也是至私的 顺天理者 可得天地弃运 自己立言著书 理论上应当获天地加持 突破圣位 但必须要获得读书人之力 这明显就有问题 而且是很大的问题 只是许清霄 无法完全感悟天道 很多事情 自己还是不清楚 涉及的东西 也暂时不是自己能够知晓的 但有一件事情 是事实 洪盛说的没错 自己难以成圣 至少以目前情况来说 自己想要成圣的话 还欠缺一定的火候 成圣难 难于上青天 许清霄明白 自己之所以这么难 其关键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得罪了诸圣一脉 但许清霄更加明白的是一点 自古以来 所有圣人 都是借助读书人的力量成圣 然而现在的读书人 已经扭曲了 有真正的读书人不假 可大多数读书人都有问题 倘若真的接受这些读书人之力 违背自己名义是一回事 但更主要的是 接受这种读书人之力 会让自己出大问题 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为何 许清霄没有进行下一步行动的原因 他不是没有手段 只要立下一个如到大红院 入我心学者 人人如龙 亦或者说住我成圣者 人人如龙 许清霄相信 至少有三成的读书人 会选择帮助自己 甚至还有一部分内心会动摇 只是许清霄不会这么做 诸圣一脉要跟除 彻彻底底地跟除 只不过跟除诸圣一脉 轮不到自己来做 待自己成为半圣之后 去诸圣故居寻得圣气本源 将诸圣真灵召唤出来 那么一切就不需要自己动手了 依靠一道诸圣真灵 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打断诸圣门徒一脉的根基都有可能 但这个是后面的事情 眼下自己必须要成圣 许清霄闭上眼睛 他在思索成圣之法 要一口气 突破境界 绝对不能拖延 得一鼓作气 然而 许清霄迟迟不回答 红圣也就没有给许清霄任何机会了 文剑再次凝聚 许清霄未能成圣 那么就无法改变这场战局 轰 文剑机设 荡漾无尽光芒 轰击在浩然文中上 同时恐怖的剑气 也将九条金龙绞杀 势不可挡 所有的光芒聚集在一起 想要为许清霄阻挡这一难 但可惜的是 文剑太强了 是天下读书人聚集之力 轰 浩然文中有些溃散 文七四剑在天穷上摇摇欲坠 可就在此时 红圣继续开口了 浩然文中 你是我文公圣器 何必保护一个外人 你回来 我等明白 你是被许清霄蛊惑了 没必要这般 浩然文中是圣器 孕育出意志 红圣不想损坏浩然文中 这毕竟是他们的圣器 自然他舍不得 可随着红圣如此开口 浩然文中嗡嗡作响 荡漾一重重的中波 这是他的回应 想要轰杀红圣 感受到浩然文中的意志 红圣心中大怒 可他不敢说什么 毕竟这是诸圣的圣器 他再狂也不敢说 浩然文中的不是 所以 红圣只能将目标 放在许清霄身上了 许清霄 你蛊惑我诸圣一脉的圣器 你不是 一直瞧不起我诸圣一脉吗 为何现在需要诸圣圣器 来保护你 当真是可笑 厚颜无耻 红圣开口 他讽刺许清霄 认为 浩然文中是受到蛊惑 而不是浩然文中 自愿保护许清霄的 这番言论过于无耻 让人心中窝火 更是想要吐血啊 世间上 怎可能会有如此下贱之人 可说出这番言论 并非是红圣没有脑子 不便是非 相反 他更加知道自己 完全就是强词夺理 但那又如何 他就是要让许清霄 气急败坏 让许清霄 气火攻心 这样的话 许清霄 就更不可能成圣了 这是攻心之计 方法十分简单 但越是如此简单的计谋 往往越有作用 红正天 你不为人子 你太无耻了 世间上 怎会有如此 你这般无耻之人 有人大怒 怒斥红正天 各地大儒 也有些受不了 红正天这般了 十日前 许清霄要成圣 红正天阻拦 说许清霄 是借助诸圣十二圣策成圣 许清霄放弃了成圣 如今 许清霄依靠自己成圣 结果 红正天 竟说出这种话来 简直是不要脸了 甚至浩然文中 乃是圣气 这世间上 谁能蛊惑圣气 说话一点都不经头脑 纯粹是为了黑而黑 但凡有些良知的读书人 也骗不过自己 他们实在是忍不住 大骂红正天 然而 红正天完全无视 这些声音 对他而言 许清霄不能成圣 一切就好 其余的事情 他管不着 而且他也不想去管 阻止许清霄成圣 大魏文公脱离 再将大魏的国运镇压 一举三得 对自己来说 也有天大的好处 伴随着红正的声音响起 天下各地读书人 也跟着纷纷叫喊起来了 月诸圣之策成圣 如今更是蛊惑浩然文中 这就是你许清霄 口中的君子 可真是有狗不要脸的 是啊 是啊 张口君子 闭口君子 却没想到 竟做些偷鸡摸狗之事 这也叫君子 许清霄 你莫不是要笑死我等吧 君子 狗屁的君子 就是小人行径 许清霄 若你当真有本事 就不要借助浩然文中 靠自己成圣 我还服你 那一道道声音响起 汇聚在大魏京都 这是天下读书人的骂声 他们用心险恶 想要用这种激将法 使得许清霄放弃浩然文中 这样一来的话 既可以不伤文中 又能将许清霄诛杀 办法很简单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可问题是 这种最直接的颠倒是非黑白 往往最有效 人永远只会在意恶评 然而 燕云府上 许清霄并没有受到这种骂声 他依旧在思考 成圣之道 即便是这些读书人不说 许清霄也清楚 自己绝对不能借助 这帮读书人的力量成圣 那样的话 不是真正的圣人 是有缺的圣人 现在的读书人 不是真正的读书人 逐渐往一个 坏的方向发展 如若自己借助这些读书人的力量成圣 对自己来说 只怕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哪怕眼下可以扭转战局 但对未来来说 自己只怕付出的代价更大 可如若不借助这些读书人的力量 自己的确难以成圣 一瞬间 敌的确确陷入了一个僵局 大魏皇宫内 文武百官望着这一切 世人都希望许清霄成圣 尤其是大魏百姓们 他们渴望许清霄成圣 扭转战局 可惜的是 如同洪圣所说一般 许清霄敌的确确有一种 无法成圣的感觉 他的法香 已经在逐渐虚化了 得大魏苍生名义 天下部分名义 守人都无法成圣吗 这不可能吧 传闻当中 第一代圣人 就是依靠苍生名义成圣的呀 有人皱眉 发出质问 认为 许清霄得到如此之多的名义 应当可以成圣啊 不 不一样的 第一代圣人 是在人族危难之时 倘若大圣人 没有成圣的话 很有可能人族就灭亡了 当时是整个苍生相助 大圣人 才得以成圣 开辟出如道 守人虽然得到 大魏苍生的援助 可天下苍生 其实还是处于徘徊当中 毕竟 守人是为我大魏而战 两者的情况并不一样 又有人开口 导出真相 不是名义无法成圣 而是名义不够 倘若是天下人的名义 许清霄想不成圣都难 只是他这些 也是从书中看到的 具体真相如何 他并不清楚 包括天道有缺的事情 他也不清楚 朝堂当中 所有人紧张地 看向燕云府方向 他们祈祷 许清霄能够成圣 但这很难 他们也知道非常难 毕竟许清霄 没有一鼓作气 突破圣道 就意味着很难 陛下 然而 就在此时 养心殿内 女帝缓缓走了下来 赵瓦儿立刻搀扶着女帝 百官们也纷纷看向女帝 此时此刻 女帝走出殿外 望着天穷 下一刻 女帝缓缓朝着前面走去 她无需赵瓦儿搀扶 一步一步往前走着 一直来到台阶上 所有人目光皆然好奇地 看向女帝 他们不知道 女帝这是要做什么 可就在此时 一阵狂风吹来 将女帝的龙袍缓缓吹动 三千青丝随风而起 绝世的面容上 露出一抹坚毅之色 只见 女帝朝着天穷之上的 国运之顶 已无上大礼拜之 而后她的声音 响彻大魏国都每一个角落 朕 大魏女帝 纪灵 今日愿以大魏国运 助许首人成圣 大魏女帝 纪灵的声音响起 声音平静 但这平静之中 却显得格外的坚毅 这一刻 天地动容了 哼 大魏京都之上 大魏国运之顶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贯穿古今 凝聚可怕的力量 划破天穷 照耀在许清霄身上 源源不断的国运 没入了许清霄体内 而女帝的脸色 也在这一刻 变得极其极其的难看 她 将国运 赠给了许清霄 希望许清霄能够成胜 陛下 陛下 又是何苦呢 这 陛下 闻五百官们动容了 他们没有想到 在如此关键时刻 女帝竟然将大魏国运 分享给了许清霄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国之气运 必须由皇帝掌控 古今往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 分享给别人的事情 要么就是 被别人夺走了 要么就是国运溃散 赠给许清霄 祝许清霄成胜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尤其是 女帝已与国运捆绑在了一起 换句话来说 倘若许清霄死了 那么女帝也会死 而女帝死了 并不会影响许清霄 因为许清霄并没有与国运捆绑在一起 大魏女帝 祭灵 她为了让许清霄成胜 付出了天大的代价 也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牺牲 同样 在最关键的时刻 女帝站出来了 她做到了一位帝王 应当做的每一件事情 她 虽为女子 可不减霸气 仅是今日所作 千百年后 祭灵可被称之为 千古女帝 昏俊 你将国运给予他人 你这是对大魏苍生不公 你是要害死大魏苍生啊 此时 曹如的声音响起 她下意识开口 怒斥女帝这种行为 将国运给许清霄 帮助许清霄成胜 这古今未曾有过的事情 很有可能当真 会让许清霄突破圣境 所以她才会说出这话 可此话一说 所有人愣了一下 下一刻漫天的骂声响起了 你还要脸吗 而等镇压我大魏国月 难道不是想要害死我大魏苍生 你当真是不要脸了 如若许如成胜 我待会一定抽你的筋 扒你的皮 难以想象 这世间上 竟然有而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人们怒斥 有百姓有儒生 有各式各样的人 尤其是将士们 更是把曹如全家问候了一遍 这人太不要脸了 明明是他们先镇压大魏国运 不把大魏苍生放在眼里 现在 女帝为了扭转占据 将国运赠给许清霄 结果 变成了祸害大魏苍生 百姓们虽然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百姓们不蠢了 滔天的民意弥漫 化作巨锤 轰击在大魏文宫当中 若不是有盛气保护 曹如当场毙命 而感受到这可怕的民意 曹如顿时闭嘴了 脸色难看 甚至其他一些大儒们 也不由皱着眉头 看向曹如 因为曹如刚才的话 的确太显得没脑子了 国运不可赠 然而 洪盛可没有废话那么多 他不知道 国运加持在许清霄身上 会不会让许清霄突破 可不管会不会 他知道的是 绝对不能让任何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第一时间怒吼 以天下读书人之力 想要阻止 然而 这一刻 大魏国运之顶 如同一条气运之龙一般 没入了许清霄体内 根本不给洪生任何一点机会 这是国运 读书人之力 也无法限制 随着气运之龙没入许清霄体内后 刹那间 许清霄体内的民意 彻底爆发了 许清霄得到了大魏苍生的民意 只是对如道来说 民意终究比不过读书人之力 但伴随着大魏国运加持之后 发生了质的变化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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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束束神光 从许清霄体内爆发而出 当国运与民意加持在一起 所产生的能量无与伦比 这一刻 许清霄睁开了眸子 他的面前 也浮现出九座神域台阶 这是成圣街 只要踏上第九阶 许清霄便可成圣 哄 没有任何犹豫 许清霄直接起身 走上了第一步 这一刻 日月阵战 第二步 山川震动 第三步 星辰绽放 第四步 天地齐鸣 第五步 一朵朵祥云出现 凝聚于天穷之上 照耀各色光彩 第六步 鲜月响起 天地仿佛都在庆祝一般 一阵阵的鲜月 响彻天地之间 每一处 第七步 哄 又是一条条的金龙浮现 依旧是九条金龙 但如今凝聚而出的金龙 胜过之前的金龙 显得无比真实 第八步 地面之上 涌出一朵朵金莲 显得无比的神圣与祥和 不 这不可能 国运为何能助他成圣 这不可能 鸿胜的声音响起 所有的读书人之力 全部灌入文件当中 夹杂无比的力量 想要在个时候 将许青萧诛杀 鸿胜没有想到 女帝竟然会用出这一招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可谓是绝杀 不过 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 有帝王将国运赠给他人的事情 而且 即便是发生过这种事情 谁会联想成圣 成圣是如道 国运是民意 两者不可混谈 但是 许青萧 先是凝聚民意 代替读书人之力 如今加持了国运 与民意融合 彻底完成升华和蜕变 红圣出生 想要彻底诛杀许青萧 只是 就在这一刻 许青萧缓缓踏上第九阶 第九步踏出 天地尽职 一切的一切 都安静下来了 万物彻底安静下来了 许青萧踏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这一刻 许青萧体内 弥漫出一缕缕圣光 圣光照耀一切 驱逐所有的黑暗 与此同时 恐怖的圣威 从许青萧体内弥漫出 这道圣威席卷整个大魏 而后弥漫这个天下 针对读书人 普通百姓察觉不到这种圣威 对他们无害 所有人都安静了 天下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彻彻底底愣住了 他们目光当中 充满着绝望 满是不甘 还有无法遮掩的恐惧 许青萧成圣了 他们还有活路吗 恐惧不断弥漫 方才那些叫嚣的读书人 现在一个个闭嘴了 他们再也不敢叫嚣了 都已经成圣了 借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再叫嚣了 这是圣威 不容置疑 大魏文宫内 一片死寂 曹如脸色发白 他嘴唇铁青 下的瞳孔不断扩大 身子都在颤抖 方如也是如此 他身子颤抖 目光之中 满是不可置信 许青萧成圣了 他在这个时候成圣 在最不可能成圣的时候成圣 这已经不是扭转战局 这是将诸圣一脉的心气打没了呀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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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一次 我们都会败 十个月 他是儒生的时候 儒骂我等大儒 他杀翻商礼言 他于文宫成圣 我等明明是圣人一脉 为何斗不过一个许青萧啊 有大儒发出声音 他的声音满是苦涩 他不明白 许青萧十个月前 不过是个儒生罢了 刚刚入品 可现在 十个月过去了 许青萧竟然成圣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人们突然愣住了 想到了一件事情 许青萧 从成圣到现在 才不过十个月 仅仅只有十个月啊 突兀之间 众人愣住了 不敢相信这一切 许青萧扬明至现在 前前后后十个月 十个月 对于读书人来说 能入品 就已经算是一件好事了 许青萧花费十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成圣了 这如何不让人惊愕 相对大卫文工的惊愕 大卫国都内 却是无比的兴奋 所有人激动不已 皇宫内 陈正如苍老的面容露出了笑容 他面容疲倦 自费如味 已经无比虚弱了 但看到这一幕后 他一扫所有疲倦 取而代之的是喜悦 顾炎 王兴志 李彦龙 六部尚书 以及诸位国公们 一个个也激动无比 他们太过于激动了 毕竟在这种绝境之下 许青萧成胜了 力挽狂澜 让人莫名落泪 也让人莫名热血沸腾啊 恭贺陛下 大卫盛世已显 有人开口 看向女帝 如此说道 殿外 女帝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望着许青萧所在的位置 眼神当中充斥着喜悦 发自内心的喜悦 不过 他不清楚的是 他的喜悦 并非是因为 许青萧成胜 能给大卫带来什么 而是许青萧成胜了 他很开心 发自内心的开心 谁也不会知道 甚至包括他自己都不清楚 他的内心已经有了变化 也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是陈正如的声音 我等 拜见徐胜 他说话间 朝许青萧所在的方向 深深一拜 随着陈正如的声音响起 众人立刻跟着开口 朝着燕云府一拜 哪怕是女帝 在这一刻 也朝着燕云府 微微一拜 不是大礼 但的确行礼了 许青萧 虽然只是半圣 但是他得到了 大卫一半的国运 自然而然 女帝可以一拜 现在 大卫一半的国运 就在许青萧身上了 而此时此刻 许青萧的声音也响起了 无成圣食 大卫君子 人人如龙 许青萧开口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刹那间 一道道圣光 从许青萧体内 激射出来 朝着大卫落去 国都当中 皇宫内 陈正如与王兴志 被圣光照耀 很快 两人体内再次凝聚 新的浩然正气 这股浩然正气 比之前体内的浩然正气 要精准许多 浩然正气弥漫 两人头顶之上 出现御官 这是天地御官 他们二人成就天地大卫了 死 文公大卫看到这一幕 他们眼睛都直了 陈正如与王兴志 两人自费如位 加持在国运之顶上 而现在 随着许青萧一句话 陈正如与王兴志 不但恢复如位 甚至还直接突破 成为了天地大卫啊 这如何不让文公读书人惊恶 又如何不让文公的大卫们眼酸啊 不仅仅是陈正如与王兴志 一束束光芒照耀而来 还没入了其他百官体内 浩然正气在皇宫内弥漫 刹那间 顾炎脸上露出金融 不 不我竟然也成了大卫 死 我也成了大卫 守人 哦 不对 许胜这手段也太恐怖了吧 我竟然也成了大卫 顾炎 李彦龙 周炎 张静四人 截然成为大卫了 他们体内拥有浩然正气 一瞬间突破成为大卫 无需名义 无需立言 也无需著书 因为许清潇为他们名义 为他们立言 为他们著书了 这才是真正的卫道 为天地立心 为生明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只要符合其中一条 便可成就大卫 我 我 我 怎么没成大卫 安国公开口 他略微皱眉 如此开口道 而众人看了过去 下意识以为 安国公也成为了大卫 结果听完这话后 顿时沉默了 好家伙 一个武官也想成为大卫 此时此刻 大卫王朝 才气弥漫三万里 不仅仅是他们 整个大卫京都 有不少人得到了盛光加持 他们皆是君子 有的归隐山田 有的御人成才 有的弘扬圣道 他们为儒道做出诸多贡献 虽然默默无闻 但坚守几十年 从未动摇 而在今日 许清潇给予他们回报 文公上下彻彻底底沉默 许清潇不但成胜 而且还拥有这般的手段 饶是文公也做不到让一个普通人 直接成为大卫啊 换句话来说 许清潇这番作为 超越文公 文公上下都知道 大势已去啊 无成圣时 大卫国运 昌盛万载 愿我大卫子民 不受苦寒 不受饥荒 不受战火 安居乐业 只是 许清潇的声音还没有停止 他继续开口 这是他第二道声音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无穷无尽的名义涌入大卫国顶中 原本有些虚化的国顶 在这一刻 弥漫出一缕缕子气 体积暴增十倍 散发出恐怖威严 人们惊愕 大卫京都内 百官们看到这一幕 更是瞪大了眼睛 怀宁王府 怀宁亲王 死死地看向国运之顶 喉咙中发出一道不可置信的声音 国运蜕变 他目光之中满是震撼 大卫国运一直在衰败 可现在竟然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蜕变 好 一道惊天动地的龙吟之声响起 只见 国运之顶中 飞出一条真龙 真龙翱翔九天 发出阵阵龙吟 这龙吟之声响彻整个中洲 随后 真龙盘旋在国运之顶周围 最终没入了国运之顶内 顶身四面 更是浮现出龙吟 大卫龙顶 这是龙顶 大卫国运彻底成形 蜕变成为了龙顶 这 这 这 当年太祖都没有做到啊 陈正如指着天穷 他的声音充满着不可置信 而他的眼神之中 则是狂喜 甚至 到了这一刻 大卫女帝都忍不住露出欣喜之色 不可置信的欣喜之色呀 许清潇拥有大卫名义 如今 他与国运联系在一起 再加上成圣造化 让大卫国运蜕变 形成龙顶 虽然不是传说当中的中洲龙顶 但顶成龙行 这就代表这个王朝 将要彻底沸腾起来了 是天地加持 气运无双 换句话来说 现在大卫若是派兵北伐 哪怕派兵十万 或许都能横扫蛮族 十万怎么打 人没到之前 天降陨石 先轰炸蛮族十遍 然后蛮族大汉 缺水缺粮 以及其他一些天灾人祸 可能十万大军抵达蛮族时 便发现 蛮族已经快死光了 听起来有些夸张 但有一定可能 国运昌盛 大卫龙顶 这是七百年 大卫历代帝王 都想要做到的成就 今日 许青霄做到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就在此时 文公突然爆射 无数光芒 洪圣学聪明了 他再也不交换了 想要直接脱离 逃离大卫 不敢与许青霄阴风了 许青霄成了半胜 这场斗争 他们已经输了 而且输得彻彻底底 留下来 就是找死 可就在文公想要脱离的这一刻 许青霄的声音响起了 无成圣石 斩尽天下伪君子 君子第三剑 问心之剑 冷漠的声音响起 不带任何一丝感情 刹那间 原本是攻击许青霄的文剑 突然崩溃 读书人之力 全部凝聚为君子之剑 这是第三剑 问心之剑 所有人都知道 文公 这次要大难临头了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3章 问心之剑 绝世半圣 文公亚圣 登场 当许青霄的声音响起 天地之间 极其的安静 甚至说 安静到了极致 之前的君子第一剑 削了天下读书人的财气 君子第二剑 让他们痛苦不堪 而这第三剑 则是问心之剑 这一剑 镇谷朔经 询问君子之心 当问心之剑出现后 散落天地之间 所有读书人面前 竟然出现 一柄问心之剑 不管是谁 哪怕是陈正如 王兴志 哪怕是大卫文公的读书人 每个人面前 都出现了君子之剑 除半生以外 所有读书人 都要遭受 问心之剑的成剑 当然也不一定是成剑 倘若 你问心无愧 你做到了君子 该做的事情 那么这一剑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 但倘若 你是如到读书人 你自认为 自己是君子 可做的事情 却是小人之事 这样一来的话 你还敢自称君子吗 你还有脸说 自己是君子吗 这是很直接的道理 许清潇这一件 不是要他们的命 而是让他们 真正感受到痛苦 因为想要这帮 读书人命的人 不是自己 而是诸圣 自己如今 已经成为了半圣 可以去诸圣故居 寻来诸圣本源 等找到诸圣本源 那才是文公的末日 不 是天下诸圣一脉的末日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祖宗 他们心中唯一的神出来 把这帮人狠狠教训一顿 甚至许清潇感觉 以诸圣的脾气 估计有可能会大义灭清 清理门户 所以 许清潇不想杀了他们 杀他们能堵嘴这帮人的嘴吗 真要是把文公屠杀干净 到时候又是一场霍乱 眼下自己要做的事情 只需要打压他们的气焰即可 然后引出文公真正的大任务 这才是许清潇要做的事情 这些人不过都是棋子罢了 你杀了他们 反而惹一身骚 有诸圣给自己的兜底 许清潇已经不在乎找他们麻烦了 当然 必要的惩罚不可能少 杀就留给诸圣吧 这可是诸圣千叮万主的事情 总不可能把诸圣召唤出来 让人家干瞪眼吧 得让圣人做点事情了 想到这里 许清潇的目光变得有些平静了 然而 就在这一刻 君子之剑杀出了 羞羞羞 剑气极快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挡 有大儒想要用浩然正气阻挡 然而却惊恶地发现 浩然正气弥漫出 全部被君子之剑吸收了 化作更强的能量 贯穿了他们的心脏 刹那间 所有读书人遭到了问心之难 他们愣在原地 然而精神上却面临着审判 这是圣人审判 做不了价 啊 一道恐怖无比的惨叫声响起 来自大卫文公 是曹儒 他是第一个发出惨叫的 他跪在地上 痛得死去活来 他的儒声开始军裂 目光之中充满着恐惧与害怕 同时还有无尽的痛苦 这是非人的折磨 他痛到死去活来 正常人根本承受不住 他也承受不住 可问题是 问心之剑 让他晕不过去啊 下一刻 一道道惨叫之声响起 一点一点 如同涟漪一般扩散 一直蔓延至整个天下 天下 接近八成的读书人抱头痛哭 还有一部分读书人 虽然没有感受到痛苦 可内心却遭到了无与伦比的谴责 这些人是后来醒悟之人 只是他们之前所做的事情 不可能因为翻然醒悟而一笔勾销 不过比那些人要好太多了 至少不用遭受这般的痛苦 各种哭喊声 尖叫声响起 那些之前叫嚣无比凶残的 诸圣一脉读书人 此时此刻 一个个哭得鼻涕 眼泪全出 他们躺在地上 各种打滚 哭的声音 更是震耳欲聋 许青霄成圣了 他们的末日也来了 这让他们感受到绝望 是真正的绝望 然而疼痛 并不是问心之剑 真正的作用 而是悔如心 何为问心 发自内心的审判 自己想想看 自己所做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君子之为 到底是不是读书人 该做的事情 或许 有人会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 但在问心之剑 你自己心都慌了 你找的借口有用吗 所以没有人能够逃过问心之剑 除非你真的问心无愧 就好比大魏皇都当中 陈正如与王兴志 就没有受到任何一点痛楚 不仅仅是 他们两个人 大魏文宫当中 陈欣大如 在遭到问心之剑贯穿后 依旧显得平静无比 可就在此时 洪正天的声音响起了 他的声音 极为激动 在咆哮 许清潇 这就是你的圣道吗 你成圣之后 就这样对诸圣一脉的读书人吗 这就是你说的 未往圣迹绝学吗 洪正天怒吼道 他气到震战 气到发狂 身为半圣 他岂能不知道 许清潇 这一道问心之剑 到底有什么作用 又岂能不知道 这一道问心之剑 能带来多大的影响 他是要坏读书人之道心啊 倘若真让许清潇这样下去 天下八成读书人 从今往后 都将无法突破 如到境界 不仅如此 甚至每年都会下降如位 一两年看不出来 三五年后 诸圣一脉 就彻底颓废了 而许清潇 今日正道成圣 别看只是半圣 可 许清潇如今才不过二十岁啊 二十岁的半圣 这得多恐怖 许清潇的未来 还有两百年的光彩 而他们莫说两百年了 能再坚持二十年 就已经是天大的好事 除非他们的计划成了 否则的话 许清潇一人 可压制文公两百年啊 倘若未来 文公若是没有新的 如道大财出现 那么注定要被许清潇 镇压两百年了 而如若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没有被毁入心 借助群体的力量 在前期至少可以 与许清潇进行斗争的 哪怕许清潇成为了亚圣 天下八成读书人 也能与其抗衡 可现在 许清潇这般行为 就是要断绝诸圣一脉啊 这如何不让红正天大骂 可随红正天的声音响起 烟云腹中 许清潇目光瞬间冷了下来 莫名之间 许清潇感觉这个红正天 真的没有脑子 都到了这个时候 红正天竟然还能 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啊 面对红正天这般的言论 许清潇没有废话 浩然文中瞬间缩小 落在手掌上 当 许清潇震动一番 终声响彻天下 问心之箭更加恐怖了 惨叫声也更大了 许清潇 你这是要把我诸圣 一脉赶尽杀绝啊 红正天看到这一幕 更是暴跳如雷 当 许清潇又晃动 浩然文中 他已经是半圣了 借助浩然文中 简直是墙上加强 无人可阻挡 许清潇 你过分了 红正天发出咆哮声 他真的暴怒了 许清潇每震动一下浩然文中 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就痛苦一分 自己越说 许清潇越起劲 这简直是 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按理说 许清潇成为半圣之后 应当会知晓一些事情 可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 许清潇竟然还如以前一般 任意妄为 根本就不给任何颜面 也不给任何机会 这种人为什么能成圣啊 不只是他 天下有不少势力都在观察 大魏王朝发生这种事情 想不引起天下注意都不可能 七大仙门 佛门 妖族 魔教 天下邪修 都在关注这一战 实际上 按照他们的想法 也是如此 许清潇已经成圣了 方才的事情 可以了结 惩罚一番不足为过 但如若要毁天下读书人 如道根基 就有些太过于激进了 正道一脉 其实并不想要看到这一幕 因为 无论是诸圣一脉倒霉 还是许清潇倒霉 对天下苍生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 妖族与魔教 却保持一种平静状态 他们并不希望 如道越来越强大 当然也不想看到 如道彻底没落 毕竟有如道在 是一个制衡 所谓的妖族和魔教 并非一定就是坏人 他们有自己的衡量 如若如道当真没落 他们也不难受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很大的坏处 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好处 真正有大好处是谁 是邪修 邪修海纳百川 什么人都有 这些人是真正的邪魔 他们最害怕的是谁 不就是如道 倘若如道就此没落 他们邪修都可以出事了 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天下势力 被如道压制得太狠了 正道无非如是道 邪道无非妖魔鬼 有如道在 天下无惧妖魔鬼怪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仙门和佛门的作用性 就弱了许多 尤其是佛门 按理说 佛门降妖除魔 也拥有先天压制 可惜的是 若欲如道 而且佛门限制极多 八大界十六小会 哪里有读书人好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还能当官 还可以娶妻生子 自然而然 佛门想要推广起来 太难太难了 也唯独在西州 这种穷苦无比的地方 才能建立佛门国度 换作是任何地方 佛门都难以推广 所以现在最喜悦的是邪修 其次更喜悦的 就是佛门了 他们恨不得 许清潇继续闹下去 狠狠地闹 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把如道一脉的 几两骨给打断来 佛门不担心 许清潇未来成圣 因为他们有的就是耐心 他们可以等 可以熬 熬死许清潇 当 然而 面对洪正天的咆哮 许清潇给予的唯一回应 就是震动浩然文中 此时此刻 天下读书人的哭喊声响起了 洪圣 求求你 不要再说了 求求你不要再说了 再说 我们就要死了 洪圣 我都要痛死了 您就别说了 求求您了 洪圣 救我呀 许圣 我错了 我错了 是我们错了 求求你 放过我们吧 不要再敲钟了 不要再敲钟了 那一道道哭声响起 众人实在是难受啊 一个个泪流满面 天下读书人们 是真的要哭了 问心之见 让他们痛苦不堪 这也就算了 洪正天正经事不做 还在这里 怒怼许清潇 你对就对 许清潇 震动浩然文中 痛的是大家啊 你就不能为大家考虑下吗 天下读书人的声音响彻在大魏 这是之前凝聚的读书人之力 眼下如此多的求饶之声 让大魏百姓们不由哄堂大笑 皇宫当中 文武百官也忍不住笑起来了 而文宫内 洪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好在的是 他在小世界当中 所以没有人能够看到 许清潇 你用这种方式 逼迫天下读书人 你认为他们 当真是怕了你吗 刑不上大夫 他们都是读书人 你用如此酷刑惩罚他们 你还算是圣人吗 得不配位 听到诸圣一脉读书人这样说 洪正天更气了 不就是痛一下吗 有必要这样吗 一点骨气都没有 洪正天现在是颜面尽失 可即便是如此 他还是要嘴硬 怒斥许清潇 此话过后 当下 一阵声音响起了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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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浩然文中 面对洪正天的这般怒吼 许清潇一口气震荡时下 体内的浩然正气也被抽空了五分之一 这 就是他的回应 这一刻 天地之间安静下来了 所有读书人沉默了 大卫文宫内 儒生们一个个愣在原地 眼神当中已经不是恐惧了 而是绝望 真正的绝望 之前敲钟三下 他们就已经顶不住了 现在敲钟十下 我挽你大眼 皇宫内六部尚书们也沉默了 这 许清潇即便是成圣了 也还是如此啊 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 当真是猛啊 不过这样挺好的 最起码 许清潇初心未变 这一刻 洪正天也愣住了 许清潇简直是 欺人太甚啊 我被读书人 何惧痛苦 诸位 忍住 我等还有大杀招 洪正天大吼 他告知天下读书人 还有大杀招 让大家忍住 不要慌 大不了就一死 可当洪正天此话说出后 一道道悲愤怒吼声响起了 啊 洪正天 你他娘的 就不能不说吗 你个老狗 感情痛的不是你 忍住你大眼 你来试一试 站着说话不腰疼 得亏你是半圣 你要不是半圣 我认你祖宗十八代 有些读书人 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们跟随着文公道士 付出自己的浩然正气 也就算了 吃了这么多亏 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让自己忍一忍 我忍你大呀 的确 问心之见 让他们精神受到重创 已经不是肉身的疼痛 是肉身加精神的疼痛 之前叫嚣最凶的人 现在哭得也最凶 甚至有不少读书人 强忍着疼痛 朝着许清潇的方向 磕头认错 大声哭喊着自己错了 他们的下场很惨 只是没有人可怜他们 因为这种人不需要可怜 但依旧有一批人 在听到洪正天所言之后 不由露出激动之色 毕竟还有大杀招 没有使出来 听到这些骂声 洪正天终于是有些挂不住了 许清潇 你莫要得寸进尺 当真动用大杀器 将会生灵涂炭 洪正天激动无比道 他恨意无穷 望着许清潇如此说道 言语当中还带着威胁 当 当 当 然而 许清潇没有任何回答 依旧是将浩然文中敲个不停 这就是许清潇的回应 之所以这样 许清潇就是要看看 文宫后面的大人物 到底是谁 诸圣说了 文宫当中必然有人在引导 这是真正的幕后 自己若是能逼迫 不过出来 哪怕是险身一下 自己便去请诸圣复苏 一口气将文宫连根拔起 这样就没什么后患了 许清潇 除了正文中 你还会做什么 洪正天 这回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莫名觉得自己 就像个傻子 不管说什么 许清潇 就是拿着个 浩然文中当当当的想 有完没完啊 听到这话 许清潇将文中缓缓放下 紧接着他目光一冷 刹那间 大卫龙顶悬挂在头顶之上 一阵阵的龙银声响起 让君子之剑变得更加恐怖 这一刻 诸圣一脉的书声 发出一阵鬼哭狼嚎之声了 得 不完浩然文中了 玩大卫龙顶了 这可真 他娘的气人啊 洪正天干都气炸了 遇到许清潇这种人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脱离大卫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这一刻 文宫内响起一道声音 传至洪正天耳中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洪正天醒悟而来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脱离大卫 而不是在这里 跟许清潇纠缠 脱离大卫 此时 洪正天目刺欲裂 他大声吼道 整座大卫文宫 再一次绽放出无尽光芒 想要脱离 可就在此时 许清潇的声音终于响起了 有本圣在 想脱离大卫 做梦 随着许清潇的声音响起 刹那间 大卫龙顶化作百丈 垂落下亿万道名义 真龙从顶身腾飞而出 恐怖的天威弥漫 这是大卫国运之力 浩然文中 则悬怪于许清潇头顶之上 保护着许清潇的安危 整座文宫 虽然光芒冲天 但在大卫龙顶的镇压之下 却难以动弹 名义如海 国运如山 伴随着许清潇圣人之力 大卫文宫敌的确却阻挡不了这般的压力 一尊半圣 国运龙顶 这谁顶得住 整个大卫文宫 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哪怕是洪正天 也难以抵抗许清潇这样的威力 许清潇 我等脱离大卫 你也要阻拦吗 即便是你留我等下来 人心已经散了 你觉得有用吗 洪正天开口 如此说道 燕云府中 许清潇灌入浩然正气与文中之中 随后整个人消失 出现在了大卫文宫上空 他的法相万丈之高 光辉无比 如同天地之间唯一的神明 望着文宫内 许清潇的目光 穿透一切 直勾勾地看着洪正天 你当真是过躁啊 许清潇开口 下一刻 他伸出手来 无形的力量凝聚 越过一切 狠狠地扇了洪正天一巴掌 这一巴掌 清脆响彻 也投影至整个大卫王朝当中 身为半圣 许清潇如今的实力 远超普通半圣 洪正天曾经可以压许清潇 可现在 他如同蝼蚁一般 扑 许清潇这一巴掌极为直接 也极其凶残 将洪正天树刻牙齿扇断 使得洪正天喷出一口鲜血 左脸颊瞬间红肿起来了 而这一幕 也被天下读书人看在眼里 大部分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看到自家半圣 被许清潇吊着打 自然充满着愤怒和不甘啊 但更多的还是屈辱 许清潇 你不要逼我 被如此羞辱 洪正天几乎丧失理智 他望着许清潇 声音寒冷刺骨 天穷上 许清潇摇了摇头 他常常叹了口气 让众人满是好奇 不知道 许清潇为何叹气 你们这帮人 当真是贱骨头啊 行 今日本圣道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大杀招 许清潇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他直接从天穷上落了下来 缓缓落在地面 也就是大卫文宫入口 没有任何犹豫 许清潇朝着文宫内走去 此时此刻 文宫绽放赤裂光芒 八玉圣耻保护着文宫 随着许清潇入内 八玉圣耻震动 然而 许清潇一个眼神下 八玉圣耻 安静下来了 没有阻扰许清潇 当下 许清潇一步一步走进文宫当中 而这一幕 也被投射出去 世人极其好奇 不知道 许清潇 这又是要做什么 文宫内 没有人敢阻扰许清潇 问心之见 已经让他们痛苦不堪 眼下疼痛少了很多 但依旧还有强大的副作用 自然而然 没有人再敢说话 也没有资格说话 文宫内的儒生 品阶最高 也不过是天地大儒 许清潇是谁 是半圣 谁敢招惹这位半圣啊 红正天 死出来 当许清潇走到文宫中心时 他的怒吼声响起 刹那间 天地之力凝聚 直接将小世界当中的 红正天给拉出来了 这是许清潇的力量 天地之力 半圣之力 许清潇 你要做什么 红正天神色有些惊恐 他看向许清潇 如此问道 碰 下一刻 许清潇一拳轰了过去 他是王者 五道王者 完美控制力度 直接将红正天击飞 这一拳下去 红正天胸骨瞬间断裂 他比较苍老 满头白发 看起来慈祥 但在许清潇眼中 却显得极其恶心 噗 红正天吐了口鲜血 许清潇 你疯了 我可是半圣啊 他倒在地上 指着许清潇 大声怒骂 这一拳下来 他几乎半条命没了 但更怒的是 许清潇这一拳 把自己的尊严给打没了 至少在小世界当中 许清潇这一巴掌 是无形的力量 可现在 实打实实拳都打在肉上 把自己拖在地上暴揍 就如同打狗一般 一点颜面也不给自己留 红正天是真的气急败坏了 可问题是 许清潇是武道之力 他根本无力招架 这就是文人会武功的好处 用道理来说服你 你不听 那就用拳头来说服你 总而言之 要么说服你 要么打服你 很显然 红正天是说不服的 那许清潇就打到 红正天府为止 你还敢指 许清潇又是一拳 将红正天按在地上抱锤 好在的是 红正天是半圣 体内的浩然正气为他疗伤 不然按照许清潇这个架势 红正天活不过今日啊 哄 又是一拳 许清潇如同猛虎一般 将红正天各种暴打 拳拳到肉 没有任何斯文可说 人们扎舌 目光惊恶 这就是心境半圣吗 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呀 读书人们彻底沉默了 本以为 许清潇成为了半圣 应当会有所改变 却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依旧是哪个许清潇 道理不听 拳头来说 狗一样的东西 你身为诸圣一脉的门徒 丝毫不懂何为仁爱 诸圣传承 让儿等读书人 仁爱无私 为天下苍生 然而你这条老狗仗着自己是半圣 胡作非为 这也就算了 最可气的是 你让大魏文公脱离 想要镇压我大魏国运 一旦国运崩溃 大魏到处都是天灾人祸 那个时候 多少人会因此丧命 又有多少百姓会流离失所 你不管不问 反而将责任全部甩给我 红狗 本身问你 你到底 怀揣着何等居心 许清潇怒吼连连 而红正天已经被暴打的口吐鲜血 盲口牙齿都没了 惨不忍睹 他之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只是 红正天没有说话 另外一道声音响起了 许清潇 你身为半圣 竟如此行事 你那里还有一点如道的风采 又那里还有一点半圣的风采啊 说话之人是曹如 他差一点被问心之剑斩了 但最终还是活下来了 如今看到红正天被这样暴走 他如何不愤怒 这一刻 许清潇的目光落在了曹如身上 这目光冰冷刺骨 差点忘记 你们这几条老狗 一起死来 许清潇开口 声音响起 许清潇一把抓住曹如和芳如 这一刻 芳如有点猛了 自己又没说话 为什么把自己抓来了 可许清潇管吗 他压根就不管 这一刻许清潇如同恶虎扑羊一般 将曹如 芳如 以及红正天 打成烂泥 三人连叫都叫不出来了 满嘴牙齿都被打断 血流不止 至于其他人 一个个站在一旁 他们想要劝说 但又不敢劝说啊 谁敢开口 开口就死 还嘴硬不嘴硬 还祸害苍生 不祸害苍生 曹如 还叫不叫了 芳如 还要不要我认错 呃 哑巴啦 许清潇将三人打得痛不欲生 可谓是恶狠狠地出了口气啊 三人不语 此时 许清潇身后 凝聚浩然正气 是芥齿 他的文器 刹那间 芥齿分身千道 悬挂在大魏文宫 大部分儒生身上 而等儒生 为一己私欲 竟想脱离大魏 不顾大魏苍生之威 死乃死罪 今日 处如到极形 许清潇开口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诸圣一脉 是时候要清理 当然这样做的目的 还是为了逼迫文宫后面 真正的幕后大人物登场 他不登场的话 许清潇请示难安啊 啪 数千道戒齿落下 狠狠地抽打这些儒生 他们刚刚饱受问心之箭的折磨 现在又承受这样的痛处 如何不难受啊 鬼哭狼嚎之声不断响起 凄厉无比的惨叫声也一阵阵响起 戒齿极其可怕 狠狠地抽打帮文公如生 许圣 饶了我等的吧 饶了我等吧 我等也只是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啊 恳请许圣 放我等一马 恳请许圣 放我等一马呀 这些人哭喊着说道 他们跪在地上 像许清潇磕头认错 痛得怀疑人生 几乎要自闭了 而且在这样打下去的话 他们当真要命丧皇权 一时糊涂 当真是可笑 你们的一时糊涂 却差点将大卫苍生 置于水火之中 窥儿等还是读书人 今日 用你们的命 来弥补这般罪过吧 许清潇声音冰冷 说完此话 许清潇一挥手 浩然正寝弥漫文公 而他的声音 也缓缓响起 今日 吴许清潇正道成圣 为大卫兴圣 天下读书人 根基已经坏 诸圣一脉 毫无人爱 今日望天地明鉴 吴愿立十二大红愿 为天下苍生 为天地之道 为世间正道等 恳求天地明悟 废诸圣一脉文人根基 废天下伪君子之根基 还天地朗朗乾坤 本圣 愿付出圣为代价 许清潇的声音 宏伟无比 他神色坚定 激进狂热 愿立下十二大红愿 甚至愿牺牲自己的半圣之位 肃清天地之间的伪君子 这已经不是搞事情了 许清潇 这是要彻底跟诸圣一脉 撕破脸啊 要将诸圣一脉 斩草除根啊 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有人不惊呆 哪怕是大卫宫中 陈正如 王兴志 顾炎等百官也傻了 甚至女帝 也愣在原地了 天下读书人也猛了 各大势力也沉默了 知道他许清潇汹涌 但真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居然这么激进啊 刚成为半圣 现在为了斩草除根 宁可牺牲自己的半圣之位 试问一下 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也就许清潇一个人能做到吧 大卫文公当中 洪正天被打猛了 不过随着许清潇休息了一会 他体内的浩然正气 逐渐修复伤势 待他清醒之后 听到许清潇这道声音后 他整个人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许清潇 这是要做什么 他疯了吗 洪正天实实在在没有想到 许清潇 竟然不惜一切代价 今日这就是要跟 大卫文公同归于尽啊 不对 许清潇 只是牺牲了自己的半圣之位 但却要让诸圣一脉 彻底毁灭 这人简直是一个疯子 彻头彻尾的疯子啊 大卫文公中 许清潇的声音 传至整个天下 而天地之间 也出现了异响 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一条条雷电弥漫 形成了枷锁 一条条黑龙出现 这是天地意志 倘若枷锁消失 黑龙将会降临 带着天地意志 将这些伪君子全部镇压 当然 许清潇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不仅仅只是半圣之位的代价 还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所以说 许清潇这是要拿命拼了 文公当中 许清潇目光平静 他就不信 到了这个地步 文公内存存在 还不出面 许圣 且慢 许圣 此事无需如此 也就在此时 终于有新的声音响起了 而且一口气 是两道声音 这一刻 两道身影出现在大卫文公当中 是两位圣人 依旧是半圣 他们环绕光芒 浩然正气弥漫 盘坐而出 法相立于天穷之上 望着许清潇 起身朝拜 许圣 这件事情 的的确却是洪圣做错了 他不该如此激进 但文公脱离 也是天下读书人的心意 这一点改变不了 许圣 倘若你心中有气 但凡支持过镇压 大卫国运之人 皆由你来承接 只是还望许圣 不要冲动 如若天下读书人 被天地镇压 如到一脉 就彻底颓迷 到时候 妖魔乱出 那个时候 就不是生灵涂炭 远远不止一个大卫王朝啊 两尊半圣出现 这是大卫文公最后的底蕴 整个大卫文公 一共有三位半圣 现在全部出现了 他们开口 主动请罪 愿意将罪魁祸首交出来 不希望 许清霄太过于激进了 人们扎舌 也充满着震惊 未曾想到 大卫文公 竟然还有两尊半圣 不过仔细想想 也是 毕竟是圣人传承 还有两位半圣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文公当中 许清霄的目光 落在了这两尊半圣身上 几乎是一瞬间 许清霄便察觉得出 这两人 绝对不是幕后 哪怕是三尊半圣 也不可能败坏天下 读书人的根基 现在 读书人已经出了问题 如不向如 而且晋升半圣之后 许清霄也敏锐地察觉到 天道出了问题 准确点来说 是如道出了问题 只是他不清楚 具体出了什么问题 诸圣明确告诉自己 有人潜伏他这一脉 以他的名义 想要图谋一件大事 实际上 败坏口碑这种东西 诸圣并不在意 许清霄明白 诸圣真正在意的是 对方所图谋的事情 潜伏诸圣一脉 历经五百年 引得天下读书人 一个个毫无仁爱 毫无私精神 如同妖魔一般 这手段 可怕得很啊 如果只是三位半圣 许清霄死都不幸 打死都不幸 让文公真正的掌权者出来 而等 还不配与本圣对话 许清霄开口 一句话在让世人震惊 在他们眼中 半圣已经是如到最强存在了 可许清霄这番话 却让他们知道了 文公还有更强的存在 只是一直藏着 藏得极深 天穷之上的两尊半圣 有些疑论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 随后望着许清霄苦笑道 我等三人 便是文公掌权者 许圣 您多想了 他们不承认 如此回答 既然如此 那你们二人也一起死吧 许清霄冷哼一声 他体内的浩然正气 继续影响着这方天地 雷霆闪烁 黑龙怒吼 宛若灭世一般 许清霄可不惯着 这帮人的臭毛病 没成胜之前 还可能会有所顾忌 现在成胜了 许清霄还真不怕他们什么 自己未成大儒 就能引来圣意 如今成胜了 更是愿意立下十二大红院 斩除天下伪君子 这不难做到 无非就是付出的代价 很惨痛罢了 但许清霄也相信 一个人 潜伏在诸圣一脉五百年 图谋了五百年 怎舍得在关键时刻 被别人破局 所以许清霄知道 这个人会出现 轰轰轰 雷声大作 两尊半圣皱眉 许清霄太狠了 而且也太激进了 他们真不知道 该怎么说了 最终 两尊圣人常常叹了口气 朝着浩然文中一拜倒 既然如此 那就如您的愿吧 恳请文中证明 唤醒亚圣 他们知道 如若真正的大人物不出面 许清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只不过 亚圣的确没有关注 他一直处于沉睡状态 需要文中唤醒 一瞬间 天下巨精 谁都没有想到 大卫文公 当珍藏着一位亚圣 二品亚圣 这是何等概念 可以与一品并肩的存在 如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亚圣的影响力 胜过一品舞者 当 此时 浩然文中震动 这道终生悠久连绵 而文公当中 许清霄不由露出好奇之色 真正的大人物要出场了吗 他很期待 大卫文公的罪魁祸首 到底是谁 也就随着浩然文中的震动之下 一道轻微的咳嗽声响起了 伴随着这道咳嗽声 天地彻底静止 乌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黑龙也逐渐虚化 一切的异象 全部消失了 即便是这两尊半生的法香 也消失无光 唯独剩下 许清霄的法香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4章 镇魔镜化绽毛 沙曹如 斩亚圣 大卫京都 一切都安宁下来了 所有的异象 所有的光芒 彻彻底底安静下来了 两位伴圣 请浩然文中 唤醒亚圣 这的确是令人想象不到的一幕 大卫文公 还存在活着的亚圣 这如何不让人震惊 又如何不让人惊愕 随着光芒消散后 大卫文公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这是一名老者 他老的 已经不像话了 坐在一个蒲团上 蒲团是一件文器 拖着他飞行 老者白发苍苍 面色惨白 几乎没有一丝丝血色 眼带肿得很可怕 几乎看不见眼睛 他太苍老了 仿佛随时会死一板 可此人 是文公亚圣 如到二品亚圣 往前一步 就是传说中的圣人了 是驴子 亚圣是驴子 怎么可能 驴子不是五十年前就是去了吗 驴子是谁啊 闭嘴 不要乱语 驴子竟然还活着 算起来的话 他今年已经两百岁了 活了两百年的圣人 原来是驴子 两百年前 大卫最惊艳的儒生 周岁十字 三岁作诗 五岁便入品 十岁名义 十五岁就立言 二十岁的大儒 入驻文公 两百年前 这位驴子当真不弱于许圣啊 嗯 这段历史太久远了 有大儒为驴子著书 许圣用了一年成圣 但许圣大多数的成就 还是在朝堂当中 驴子一直在如到 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 什么驴子不驴子 当今圣人 就是许清潇 许守人 不要胡说 亚圣不可不敬 为何不能说 大卫文公脱离 更是想要镇压国运 凭什么不能说 人们议论 有人认出此人的身份 发出惊呼之声 但很快有人 道出驴子的身份 以及来历 包括曾经种种事迹 忍不住赞叹 露出崇敬之色 可引来了一些百姓的愤怒 在他们眼中 什么驴子不驴子 许清潇 一心为大卫 心系苍生 而大卫文公 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们凭什么服气这个驴子 文公当中 这些言语传了过来 驴子听到了 但他没有生气 而是缓缓来到 许清潇面前 他睁开眼睛 仅仅只有一丝丝 眼神当中 也是死气沉沉 徐胜 你已成胜 该做的事情 你都做了 无需如此 文公脱离 已成定局 不过老夫愿意 带你一同离开 并且不设任何限制 你依旧是大卫的半生 但你 也是如到读书人 倘若你愿意 老夫活不了多久 未来文公 由你来执掌 到时候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天下读书人 尽数支持大卫 也不是不行 你已得到大卫 半国契运 如若天下读书人 都支持大卫的话 好处无数 你觉得如何 驴子开口了 他没有红正天 那般的激进 不过他 也是招揽许清潇 开出的条件 也极其丰富 让许清潇 未来执掌文公 并且不要求许清潇 脱离大卫 这个条件 的确诱人 毕竟无论如何 犯不着大家 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完全可以和解 而且等驴子死了 许清潇借助文公 以及天下读书人之力 成为亚圣 在一百岁之前 踏入二品 那敌的确确 许清潇 就是读书人领头者了 天下读书人 支持大卫 想想看 国运的有多强啊 说不定真的会凝聚出 中州龙顶 当然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驴子的话 的确诱惑很大 以至于许多人 充满着好奇 不知道 许清潇会如何选择 已经腐烂的文公 要他有何用 许清潇望着驴子 倘若没有与诸圣畅谈 许清潇听到这个条件后 说实话 的确有可能会心动 但得知 诸圣所言 许清潇知道 大卫文公 藏着一个幕后大人物 这个幕后大人物 想要搞垮诸圣一脉 亦或者是说 搞垮如道一脉 当初接触先师的五人之一 看着驴子 许清潇也不敢确定 一定是对方 可都到了这个程度了 想来应当是他 天下没有或者的文圣 况且 五代文圣都死了 非要说的话 只有一个人可能还活着 就是诸圣 但这没道理 诸圣活着的时候 不乱搞 偷偷消失 然后开始乱搞 这完全不合理啊 珍珠圣愿意 他完全可以让天下读书人 做很多事情 就算需要时间发酵 等待五百年后 现在出场 直接开口 大卫不公 读书人受各国欺压 独立成国 谁能阻止 一品来阻止 一品也没有理由阻止啊 阻止人家做什么 人家想脱离都不行 你规定了不可以脱离 网上几代圣人 早就死干净了 尤其是第一代圣人 都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要活到现在 就算他要把天地毁了 许青霄都没什么好说的 这怎么打 一瓶舞者加一瓶圣人 谁打得过 所以 眼前的吕子 不说一定是幕后人 但基本上也是半个幕后了 可能还有一个队友没有出来 只是这也无所谓了 毕竟对于许青霄来说 只要对方浮出水面就好 回头诸圣会全部解决 听到许青霄这般开口 吕子没有生气 而是望着许青霄道 许圣 莫要回答得如此果断 老夫直话直说 你二十岁成为半圣 这的确是镇骨朔金 老夫比不过你 但所谓实士造英雄 大魏太祖也好 突携太祖也罢 文圣也好 大魏新圣也罢 哪怕是我这个亚圣 其实不过是实事造就而出 这个时代需要你 大魏需要你 所以你出现了 你成圣了 力挽狂澜 成为大魏百姓的救世主 此时此刻的你 认为自己天下无双 就如同当年老夫 也是如此认为的 老夫二十岁成为大儒 在那个时代 惊艳了一切 百官朝我跪拜 读书人奉我为未来圣人 即便是文公当时的半圣 也认为老夫未来 可以成就一品文圣 可到头来呢 一百八十年 老夫花费了一百八十年的时间 也无法成圣 吕子的声音无比平静 他没有继续劝说许清潇 而是要给许清潇 阐述一个道理 你的天资胜过老夫 但你永远不知道 成圣有多难 最后这几步 比一生走的路 还要久远 这个时候 你就是时事造就出来的天骄 但你 即将会陷入一个误区 一个所有天骄 都会陷入的误区 你会认为 是你造就的时事 而不是时事造就了你 你会逐渐自信 逐渐迷茫 从而开始一次两次 甚至无数次的碰壁 当你撞得满头是血时 你就会后悔了 但世间哪里有什么后悔啊 许盛 你一年成圣 心智成熟 你应当会与其他天骄不一样 老夫并非是让你脱离大位 而是让你选择一条新的路 在不影响你的前提下 加入文工 你我一同开创属于儒道的时代 那个时候 你是最大受益者 天下读书人帮你成为亚圣 三年 老夫可以保证 三年后 你必然能成为亚圣 至于儒圣之境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造化 只不过 你还有接近两百年的时间 去领悟儒圣之境 这两百年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吕子继续开口 他道出自己的想法 告知许清潇 没有任何人是时事 可在听完此话后 许清潇缓缓摇了摇头 望着吕子道 你说再多也无用 本圣 不会与儿等同流合污 许清潇开口 这是他的回答 也是他的答复 唉 吕子开口 他摇了摇头 望着许清潇 眼神当中充满着惋惜 还有一抹认为 许清潇愚蠢的目光 这一抹寒光 让许清潇面色微微一变 人 贵在有自知之明 老夫本以为 你不是普通的天骄 却没想到的是 你如普通天骄一般 愚蠢啊 说到这里 吕子挥了挥手 这一刻 汹涌可怕的浩然正气弥漫 灌入八玉圣尺之中 也灌入浩然文中内 大魏文公在这一刻 再一次绽放 轰隆隆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大地震战 对方已经不想多说 打算携带大魏文公脱离了 想走吗 你觉得 有本圣在 而等走的了吗 许清潇站起身来 他体内的浩然正气 也在这一刻 汹涌喷出 试图镇压大魏文公 同时 浩然文中 嗡嗡作响 似乎想要摆脱 吕子的镇压 许清潇 你不过是心境半胜罢了 你我之间 相差一品 但这一品 却是天地之别 既然你这么想找死 行吧 今日老夫就让你看一看 何为亚圣 吕子出声 他的声音冰冷无比 下一刻 恐怖的文器 画作一根长毛 朝着许清潇对准 哄 长毛投射而出 穿透空间 刹那间 大魏龙顶 与浩然文中 出现在许清潇头顶之上 想要为许清潇阻挡 这一杀招 而在这一瞬间 两道声音响起了 看来 文公根本就没有 将我等放在眼里 废话什么 杀 是赵元与吴明的声音 赵元一直在文公 而吴明是随着 许清潇一同赶来的 先前不出手 是因为 许清潇 可以靠自己解决 现在出现了一位亚圣 两人自然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朝着吕子杀去 可 就在二人动手的刹那间 突兀之间 一道惊世怒吼声响起 吼 恐怖的吼声 使得天地昏尘 日月无光 一股恐怖绝望的气息 弥漫至整个大魏王朝 这种恐怖与绝望 几乎无解 就如同一尊绝世魔神诞生一般 让人生不起一丝反抗之力 而许清潇体内的魔种 也在这一刻沸腾起来 即使恐惧 也有一种斗意 不好 赵元与吴明两人对视一眼 瞬间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眼中露出冷意 还有金色 动 沉闷声响起 吕子的文器绽毛 轰击在浩然文中上 一刹那间 蹦裂出各种火花 大魏龙顶 阵阵颤抖 这一击太恐怖了 大魏龙顶和浩然文中 几乎招架不住 仅仅只是一招 就难以抵挡 一击过后 没有直接斩杀许清潇 吕子的确有些惊讶 但他没有犹豫 又是一根由 浩然正寝凝聚出来的绽毛出现 这一次更加恐怖 他要将许清潇诛杀于此 到了亚圣境界 自然有攻击手段 尤其是针对文人 更加强势 这是精神攻击 足可以震杀许清潇了 三瓶与二瓶 相差一瓶 但实际上是天翻地覆的差距 许清潇 你已经没有了机会了 大魏龙顶与浩然文中 阻挡不了老夫三次攻法 这是第二集 你做错了选择 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这世间上 没有任何可以后悔的 下辈子 注意点吧 吕子语气淡然 可他的眼神当中 却充满着冷漠 他给过许清潇机会 是许清潇自己不珍惜 眼下是时候做一个了结 也就在这时 哄 吴明与赵元第一时间出手了 他们二人轰击大魏文宫 使得整座大魏文宫 几乎要裂开 吕子也是浑身一震 受到了震伤 这毕竟是一瓶啊 五道一瓶 人间五地 吕子有些憋屈 体内气血翻滚涌动 本来按理说 自己方才那一击 应当将许清潇斩杀了 但的确低估了 大魏龙顶与浩然文中 准确点来说是低估了大魏龙顶 至于两位一品的功法 他预料到了 以现在大魏文宫的能力 是可以拖延对方一小段时间 他本来是希望借助这段时间 将许清潇斩杀 却低估了大魏龙顶 摩玉出了事 无名的声音在第一时间响起 传达给许清潇 同时 他不断轰击文宫 试图直接将文宫震碎 快点斩杀驴子 不然就真的麻烦了 眼下 摩玉出了大事 刚才的惊师怒吼 就是摩玉传来的 很有可能是仙尸的声音 这要是出了事 死十个驴子都没有用 听到这话 许清潇脸色一变 摩玉镇压着仙尸 一旦无法镇压 那可不只是 大魏苍生遭罪了 天下苍生都要遭罪 怎么好端端在这个时候 出了事 是驴子干的吗 许清潇不敢相信 大魏文宫的人 为了脱离 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只怕摩玉到中人 都不会这样做吧 可摩玉关键时刻出事 你说巧合又太巧合了 师父 是他们做的吗 许清潇问道 不可能 摩玉的位置 天下只有我和你师伯知晓 其余没有任何一人知晓 他们难以找到 但也有可能 摩玉一旦出事 会惹来天下大乱 这帮读书人 可以镇压邪碎 对他们来说有好处 尤其是脱离大魏文宫 借助这件事情 可以翻身 不受天下百姓唾弃 但可能性不大 他们不可能知道 摩玉在何处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 很有可能是 大魏文宫做的 可问题是 摩玉的位置 只有他与赵元知晓 所以这不可能 摩玉位置 不存在外泄出去 碰 碰 无名与赵元拍打文宫 一品天威将文宫震得晃动不已 墙面上皆出现裂痕 再这样下去 文宫的确坚持不了多久 扮主箱都坚持不了 不过想想也是 能在一瓶手下坚持绊住箱 文宫的确非凡 杀 驴子大吼一声 驴子大吼一声 他调动全部浩然正气 颤毛变得璀璨无比 威力比之前强了数倍 他打算一口气 诛杀许青霄 一鼓作气 不留任何遗憾 许青霄 你死定了 得罪吕胜 这是亚胜 你太狂妄了 你注定要为你自己的狂妄 付出代价 此时此刻 红正天 曹如 方如 三人的声音响起 他们狂笑 仿佛已经看到了 许青霄陨落的时刻 毕竟连亚胜都出手了 许青霄已经没了翻身的机会 二品战三品 用脚趾头都知道 许青霄必死无疑 听着这些声音 许青霄也没有了任何犹豫 杀 这一刻 许青霄也没有任何想法了 他大吼一声 体内的王道之气 瞬间弥漫出 金色的镇魔镜弥漫 淹没闻弓 既然 吕子铁了心 要杀自己 那许青霄 也就不藏私了 他不给任何机会 他要直接 镇杀吕子 这帮人 已经彻底烂了根 不杀不兴 复活诸圣就算了 先帮诸圣解决 这些祸根再说 哄 随着许青霄体内的 王道之气弥漫 镇魔镜演化一根 金色绽毛 比吕子的还要耀眼 吕子的绽毛 是浩然正起凝聚而出的 可许青霄的绽毛 乃是镇魔镜凝聚而出的 王道之力 绝世王道之力 若是从儒道方面来说 自然是吕子的强大一些 可许青霄 拥有大魏龙顶 和浩然文中抵挡着 吕子有什么 许青霄的绽毛 无匹之力 别说吕子了 就算是来一位圣人 也要死在这种绽毛之下 儒道的力量 是掌控天地之力 而不是武道之力 这一刻 随着许青霄 拿出真正的底牌 世人皆经 谁能想到 一个半圣 竟然还是一名王者 许青霄成圣不过一年 所有人都认为 他只是一名半圣 现在 许青霄突然展现出 王者实力 彻彻底底惊艳了所有人 你是王者 这一刻 吕子终于不再是 那般死气沉沉 他没有想到 许青霄 竟然是王者 文武双修 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此时此刻 吕子眼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他害怕了 他恐惧了 身为二品亚圣 吕子自然无惧四品王者 可这个不惧 是精神上与身份上的无惧 因为四品王者不敢杀儒 何况 还是一位亚圣 除非四品王者不想活了 可许青霄不一样 他是一名半圣 尤其是两人之间 相差不过百米 这对于一名王者来说 就是面对面 这一点 是他彻底没有想到的 许青霄的武道境界 来自于艺术某种 而明义遮住了艺术某种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并不知道 许青霄还修炼了武道 自然而然 他没有防备 想要以如到浩然正气 震杀许青霄 结果却被大魏龙顶 与浩然文中阻挡 失去了最佳机会 现在 许青霄的震魔镜 演化金色长矛 杀气腾腾 许胜 莫要冲动 你不能杀老夫 老夫是亚圣 倘若你杀了老夫 会有天地大厄运 加持于你身 不仅仅如此 老夫一死 一切都没有和谈了 整个天下 都会遭遇真正的大恐怖 老夫不能死 死了 会出现大事 魔玉会出大事 感受到许青霄 震魔镜的恐怖 驢子快速开口 他脸上平静 可眼中充满着惊恐 他虽然没有接触过 许青霄多久 但他知道 许青霄极其凶猛 这种人要是发起飙来 别说自己是亚圣了 只怕自己是圣人 也要隐恨啊 魔玉 果然是你搞的鬼 你们彻底烂了 不说魔玉还好 一说魔玉 许青霄更是火冒三丈 魔玉事关天下苍生 驢子为了限制大卫一品 竟然对魔玉出手 将天下苍生视为雏狗 既然如此 许青霄就为天下苍生 珠魔 哄 金色绽毛 蹦裂火光 许青霄眼中充满着杀意 徒儿 不要杀他 你已成了半圣 若杀了他 会有大厄运加持 让为师来杀 这一刻 无名的声音响起 他阻止许青霄动手 许青霄是三品半圣 可如到体系与其他体系不一样 其他体系到了二品 就会受天地限制 不能乱来 否则的话 无法今生一品 而如到三品 就与其他体系二品一般 杀不得 更何况是杀一尊亚圣 这要是当真杀了 恐怖的厄运会 加持在许青霄身上 对许青霄 未来极其不好 所以 无名出生 让许青霄不要杀胜 他来就可以 师父 魔玉之事 与他有关 许青霄开口 文公已经完全封闭 所有声音都传不出去 除非特意传达 什么 这几乎不可能 他们是如何知道魔玉的位置 得知这个消息 无名不是大怒 而是震惊 他之前有所怀疑 但还是不相信 不是他愿意相信这帮人的品质 而是魔玉的位置 极其隐蔽 他不可能知道的 我不清楚 但这件事情 与这帮人有大关联 徒儿不杀 只怕惹来的麻烦 会更大 许青霄出生道 他已经起了杀心 若是不杀的话 他心不甘啊 再等一会 为师能击破文公 让为师来杀 你杀不得 不要因为这种人 毁了自己的根基啊 无名出生 他不是开玩笑的 倘若许青霄能杀 他绝对不会阻止 可半圣杀亚圣 将会遭到无与伦比的天前 会有大厄运加持啊 听到无名之言 许青霄皱眉了 他想要杀 不给对方任何一点机会 可问题是 无名说的也没错 因为这种人 毁了自己的根基 这的的确确 有问题 只是 就在这一刻 驢子抓住机会 他的战毛率先杀来了 轰轰轰 浩然 闻中绽放无尽闻器 想要为许青霄阻挡 可这道弹战毛太恐怖了 震得浩然 闻中当当作响 到最后 更是直接摔落在地上 受到了重创 而大卫龙顶 在第一时间 及时保护着许青霄 龙顶晃动 真龙出现 龙爪死死地抓住战毛 但却被战毛 直接搅碎 哄 大卫龙顶 被震飞千米之外 战毛杀来 许青霄凝聚 浩然正气阻挡 巨大的冲击力 让许青霄 整个人倒飞数十米 狠狠地撞在大殿之上 浑身上下 如同散架一般 到最后 更是忍不住吐了口鲜血 她的血液 是金色的 看起来十分圣人 这一刻 所有人忍不住 为许青霄担忧起来了 大卫文宫内 女帝也跟着吐了口鲜血 许青霄遭到重创 她也受到了重创 可女帝眼神当中 没有任何一点愤怒 而是充满着担忧 看向许青霄 老狗 我定要杀你全家 吴明彻底狂怒了 她不断轰击大卫文宫 震魔镜眼化神锤 狠狠地轰击在文宫当中 所有儒生都被震到吐血 连驢子也忍不住 吐了口鲜血 一品天威 人间五地 强到令人发指 有大卫文宫和八玉圣耻在 居然都挡不住 对方的攻势 这要是没有这两件盛气 他们必死无疑啊 但驢子死死皱眉 因为第二击 还是没有斩杀许青霄 这对她来说 极其不利 许青霄 此时到此为止 你我恩怨两清 我带文宫走 你继续留在大卫 从今往后 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 驢子开口 她突然出声 想要在这个时候 与许青霄求和 可实际上 她已经在调动浩然正气 想要第三机 将许青霄彻底杀死 然而 大殿之上 许青霄深吸一口气 她呼吸都感到剧痛 她犹豫了一会 结果没想到 被驢子偷袭 好在的是 浩然文宫和大卫龙顶 挡住了关键一击 否则的话 自己当真会死在这里 现在 驢子开口 假意求和 其实就是想要拖延时间 许青霄 怎可能不知道 给我死 许青霄抬起头来 体内的魔种 也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力量 灌入她体内 她的眼中 充满着是沙 这一刻 许青霄彻彻底底暴怒了 哄 一根金色的绽毛浮线 震魔镜凝聚可怕的威能 杀意无穷 许青霄 老夫放过你 你竟然得寸进尺 老夫说了 现在可以弹劾 否则的话 你我两败俱伤 这没有必要 而且 老夫若是死了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驴子还在喋喋不休 她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同时凝聚的浩然正气 也快形成了 只是 这一次 许青霄没有上当 一个人不可能会在同一个地方 上当两次 杀 绽毛泵裂出火光 一头金屋虚影出现 伴随着一条真龙虚影 这一根由震魔镜凝聚的绽毛 划破时间 带着无匹的力量 当场穿透驴子的心脏 硬生生将驴子 钉在文宫城墙之上 啊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驴子痛到面部扭曲 她的心脏直接崩碎 肉身一寸一寸 均裂开了 体内的浩然正气 瞬间弥漫 为她修补 但这强大的力量 使得她痛苦不堪 浩然正气 根本修复不了这种伤势 人们愣住了 大魏文公所有如生都傻眼了 许青霄当真敢杀亚圣啊 这也太凶残了吧 许青霄 你不能杀我 你若是杀了我 天下会大乱 天下苍生 都要葬身于动乱之中啊 我藏有一个大秘密 只要你放过我 我将这个秘密告诉你 驴子开口 她没有谩骂许青霄 因为她知道 许青霄已经发狂了 再谩骂许青霄 她必死无疑 哄 金色绽毛再次出现 许青霄投射杀出 直接定在她的膝盖骨上 啊 那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如同杀猪一般 驴子的声音 本身就有些沙哑 如今惨叫 更是刺耳难听 哄 第三根金色绽毛 动穿驴子 另一条腿的膝盖骨上 哄 第四根 定住驴子左肩胛骨 哄 第五根 定在驴子右肩胛骨 鲜血喷涌 驴子痛张牙无肘 但她越是动弹 就越是痛苦 许青霄 你知道 你在做什么吗 她是亚圣啊 你这样做 你就不怕死吗 曹如的声音响起 她声音颤抖 望着许青霄 她最大的依靠 如今被定在城墙上 让她脸色苍白啊 狗东西 你话这么多 先杀你忌天 许青霄怒吼 她眼中满是杀意 直接制出金色绽毛 当场将曹如脑袋射爆 鲜血四箭 看起来极其恐怖 当下 许青霄的目光 落在了洪正天与方如身上 没有任何废话 许青霄 又是制出一根金色绽毛 将方如斩杀 下一刻 许青霄凝聚五根绽毛 将洪正天也钉在文宫墙上 洪正天痛到鬼叫连连 她今日受到的痛苦太多了 她几乎生死力竭 可更多的是恐惧 真正的恐惧 许青霄已经疯了 彻彻底底疯了呀 许青霄没有直接杀洪正天 她以如道之力 以及王道之力 将洪正天定在文宫城墙上 让她痛苦而死 除非是 另一尊亚圣出面 否则的话 洪正天会永远定在城墙上 直到慢慢死去 这才是真正的痛苦与恐惧 而眼下真正要杀的人 是驢子 驢子依旧在痛苦喊叫 她身为亚圣没错 可在这样的功法下 谁能忍住 身体带来的剧痛 岂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尤其是许青霄镇魔镜 其破坏力让她痛不欲生啊 但即便是如此 驢子还是出生 许青霄 你不能杀老夫 你难道要看魔狱之乱爆发 那个时候 天下大乱啊 老夫是亚圣 老夫可以解决妖魔 你杀了我 会导致千千万万无辜百姓 因此丧命 还有 老夫是亚圣 你以半生之境杀我的话 你也会遭到天前 有大厄运 驢子开口 他求生欲望极其强烈 但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实话 魔狱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 下意识以为是有什么妖魔之地 但半生杀亚圣 这嫡的确确会招惹大厄运 招来天前 如若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的确杀不得呀 哄 金色战毛凝聚 恐怖的杀一袭来 驢子彻底明白了 许青霄这个人 真的不能用常理来度量啊 守人 不要意气用事 为师马上就攻破文攻了 不要杀他 你真的会招来大厄运 吴明开口道 他还是在劝说许青霄 吴明也恨死了这个驢子 但问题是 杀不得就是杀不得 没必要因为这种人 而损害自己的潜力与根基啊 吼 今天动地的吼声再次响起 如方才一般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这种窒息般的吼声 我先去摩玉 你留在这里 事情解决 立刻来摩玉找我 赵元急了 他真的急了 摩玉出了事 是图十个文攻都解决不了的麻烦 他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前往摩玉 好 吴明点了点头 刹那间赵元消失在了原地 而吴明依旧在轰击文攻 他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不能让许青霄冲动 文攻还有亚圣否 许青霄冷漠问道 他站在驢子面前 声音冰冷 文攻只有老夫一名亚圣 怎可能还有第二位 驢子出声 急于回答 碰 金色绽毛之初 将驢子左手手掌穿透 死死地定在墙上 鲜血流淌 驢子痛到发狂 疯狂摇头嘶吼 右手手掌捏紧拳头 痛到快要死了 文攻还有亚圣否 许青霄再次问道 没有 当真没有啊 许青 你相信老夫 老夫从未骗人 驢子哭了 他哭声不大 主要是痛声大 哄 又是一根金色绽毛之初 将驢子右手手掌穿透 啊 驢子这回想要捏拳 都捏不来了 两只手都被定透了 老夫没有骗你啊 老夫可以对圣人发誓 大魏文攻无亚圣 倘若还有第二尊亚圣 老夫不得好死啊 驢子眼睛都红了 死死地看着许青霄 如此说道 甚至立下誓言 我相信你 许青霄点了点头 他相信驢子说的话 而驢子顿时沉默了 许青霄 好 好 好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是老夫的错 是老夫阴险狡诈 你不要生气 老夫愿意与你一笔勾销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大魏文攻不脱离了 不脱离了 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误会 没必要如此 你杀我 付出的代价极大 眼下何谈 你说什么 老夫都答应你 驢子彻底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错了 他直接承认错了 许青霄就是个疯子 一点道理都不讲的疯子 面对一个疯子 驢子不敢叫嚣 也不敢狂妄了 只求许青霄饶了他一命 放过他一命啊 告诉我 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许青霄继续出声 他要询问对方的阴谋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吼声 却忽然响起 无名 这是赵元的吼声 传至大魏京都 一刹那间 无名脸色大变 赵元忽然喊自己 肯定是出了大事 守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先不要杀他 不能杀 无名传达消息 当下 他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去找赵元了 魔狱的事情 胜过一切 一点差池都不能出现 而许青霄一瞬间露出冷意 又是而等的计划 许青霄瞬间明白了 对方是故意欺骗赵元前往魔狱 因为无名说过 没有人知晓魔狱在什么位置 但有人知晓魔狱的存在 所以这一切都是祭 不是 不是 许盛 与我无关 吕子急于回答 但就在这一刻 八玉圣尺出现在他面前 恐怖的圣气之威爆发了 这是吕子的手段 他要借助八玉圣尺 进行最后的反击 然而 就在这一刻 许青霄望着八玉圣尺怒吼 滚开 他的言语之中 夹杂莫名胜利 这是一缕诸盛之力 十二圣策之中有诸盛之力 许青霄自然可以凝聚一缕 感受到这般恐怖 顿时之间 八玉圣尺飞走了 他不敢面对许青霄 圣尺 你为何怕他 吕子露出惊恐之色 下一刻 金色绽毛射出 直接朝着吕子脑袋飞去 恐怖的杀意 让吕子浑身颤动 许青霄 你不能杀我 我是亚圣 你若杀了我 你真的会有大厄运啊 大厄运降临 你未来也会啊 我错了 我当真错了 我告诉你今天秘密 是关于长 吕子慌了 他语速飞快 但许青霄战谋已经杀来 当场将他头颅射报 鲜血四剑 这一刻 大魏文公所有儒生傻了 一同被钉在墙上的红正天傻了 大魏权贵们傻了 天下俱精 所有势力 彻彻底底动容 没有人能够保持淡定 这太 不可思议了 许青霄 竟然当真敢 杀呀射 哄 当吕子死后 他的鲜血 没入文公之中 随即 爆发出无量光芒 大魏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5章 文公脱离 图圣雷杰 入三品 宁圣器 驢子死了 他被许青霄一道 震魔镜绽毛 直接震杀 这是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一幕 倘若是说 一品强者出手 斩杀了亚圣 他们都不会这么震惊 许青霄是三品半圣 斩杀亚圣 这是会遭到天谴的呀 而且还会有大恶运降临 简单点来说 许青霄不能杀圣 哪怕侮辱圣人都可以 杀亚圣 会惹来天灾的 大魏文公 随着驴子陨落 他的圣血洒落在文公中 被文公悄然吸收 而后爆发出无量光芒 整座文公轰轰作响 比之前的声势要大十倍 圣血染文公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文公染血就已经算是大事了 更何况 一尊亚圣被许青霄诛杀 轰隆 一道惊雷划破天际 伴随着恐怖的风声响起 风声呼啸 如同嚎哭一般 倾盆大雨瞬间落下 这是天库 亚圣陨落 天地哭泣 一尊亚圣死了 这可是五百年 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 莫说亚圣了 连半圣都不曾这样陨落过 许青霄 真乃世间第一猛人啊 世人们震撼 不少大势力的目光 齐齐落在许青霄身上 他们心中开始衡量 许青霄此人 是不适合接触 今日过后 许青霄的威名 举世皆知 以前虽然也知道 许青霄 但不同的是 许青霄的名气 再大也不过 只是在大魏京都 闹出一些事迹 可现在不一样了 如道半圣 五道王者 斩亚圣 尤其是斩杀亚圣 这件事情 足可以让许青霄 留下赫赫威名 古今往来 杀圣者有几人 更何况是亚圣 但异象也在这一刻出现 大魏文宫爆发出 无量光芒 可怕的光芒绽放 璀璨夺目 圣血灌入文宫内 无法抵挡的力量浮现 整座文宫 这一刻是真的要脱离了 加持了圣血 文宫仿佛是激活了 某种限制一般 所爆发出来的能量 根本无法阻挡 是圣意 许圣 不要待在这里 赶紧回来 这是圣意激活 这一刻 陈正如的声音响起 他告知许清霄 快点离开 不要久留 圣意被激活了 而随着此话一说 许清霄几乎没有废话 直接从大魏文宫脱离 不过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大儒 也跟着离开了 是陈欣等人 他们走出文宫 不愿意跟随过去 许清霄 老夫与你不死不休啊 就在这一刻 一道恐怖的声音响起 不过声音响起 引来不少人惊愕 因为这道声音 是吕子的声音 吕子还没有死 他怎么还活着 这不可能 如到南部城有秘法 可以活下来 他头颅都炸开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人们惊呼 实在不敢相信 吕子为何还没有彻底死去 望着光芒璀璨的大魏文宫 许清霄也露出惊讶之色 吕子被自己斩杀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可为什么他的声音还在 不是吕子真身 他已经死了 这是他的意念 亚圣的意志 文宫被激活 他的意志融入其中 但他已经死了 陈欣的声音响起 他目光平静 望着大魏文宫如此说道 向世人解释 亚圣的意志 许清霄将目光看去 依旧存在好奇之色 古籍记载 成亚圣者 死后有意志 可存活数年 而他早就将意志 融入文宫当中 还能苟延残喘三五年左右 除非文宫被毁 或圣人出世 否则的话 这三五年内 他依旧可以存活于世 不过是换了种方法罢了 陈欣缓缓开口 告知许清霄 吕子 为何还能出生 也就是说 他已经死了 无非 只是残魂还活着 许清霄询问道 回许圣 是的 陈欣点了点头道 而许清霄也松了口气 若是没有彻底斩杀吕子 那自己所做的事情 都白忙活了 万幸是死了 不过就是意志还活着 换句话来说 吕子后面的作用 除了指挥指挥 在骂自己几句之外 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文宫为何突然出现 一股圣意力量 许清霄继续问道 看向陈欣大如 回许圣 文宫这般 想来是因为染了圣血 当年诸圣事后 担心天下妖魔乱世 故此将圣意留在了 大卫文宫之中 倘若文宫染圣血 大卫文宫将会 自动复苏圣意 无人可以阻挡 如若两位一品在此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 拖延一段时间 但无法真正阻拦文宫脱离 陈欣也不敢完全肯定 这是他的推测 但有理有据 此话一说 许清霄不由微微皱眉了 染圣血 文宫这般强势脱离 莫名给自己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只不过许清霄 没有多想了 因为他察觉到 一股莫名的力量 在天穷之上 给予自己压迫 这种感觉 只有他一个人感受得到 其他人并没有异常变化 许清霄 你大逆不道 屠杀圣人 你可知道 你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吗 天地之间 读书人可使杨力增加 压制天下妖魔 你将老夫斩杀 会使得天下多出无穷妖魔 间接性将害死亿万苍生 这一切的因果 都将由你承受 老夫虽死 但老夫并不畏惧死亡 老夫心系天下苍生 实在不忍见到 天下苍生受苦 今日 老夫要请天地之力 享你大厄运 让你受尽苦楚 来偿还这无上因果 吕子的声音响起 言语之中 将自己烘托成真正的圣人一般 心系天下苍生 口口声声说 自己无惧死亡 然而在方才 却表现得惊恐不已 眼下已经成了定局 却又来说些冠冕堂皇之语 这就是亚圣吗 真是有够可笑的 即便是死了 也要狠狠咬自己一块肉下来 当真是心狠手辣 许青霄本以为 人死刹那 会对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事情 产生愧疚 却没想到的是 吕子这种人 死了也是如此歹毒 但隐约之间 许青霄又觉得有些地方不妥 莫名有些不合理 吕子的确是死了 他的意志还在 说来说去 还不是真正的死痛 始终会有隐患 而此时 陈正如的声音响起了 吕子 你身为亚圣 吕子三番找许圣麻烦不说 如今你已经身死 却还要残害许圣 你口口声声说 为天下苍圣 你现在残害许圣 天下又少了一位半圣 难道这不是在害苍圣吗 倘若 你当真心系苍圣 那你就放下一切仇恨 如若吕子当真如此 本如必然在大位设立圣像 歌颂您的功德 如何 陈正如冷笑开口 吕子口口声声说 他不怕死 而是自己死后 杨力减少 天下妖魔会动乱 可现在又要杀许清霄 这不是矛盾吗 喜欢伪装圣人是吧 行 给你伪装圣人的机会 放下仇恨 给你设立圣像 让百姓歌颂你的功德 这样好不好 的确 陈正如这番话说出 大卫文公有些安静了 吕子一时之间 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许清霄更是不由朝着 陈正如的方向看去 将不愧是老的辣 这语言逻辑完得厉害 哼 倘若许清霄当真是真正的半生 老夫愿意舍己救人 但许清霄修炼艺术 其心可诛 这种人老夫 怎可能放过 许清霄 你屠杀圣人 大厄运将至 纵然你死不了 也别想好过了 文公今日脱离 你拦不住的 往后的日子 你会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 而且 要不了多久 我等便会请来诸圣意志复苏 到时候 诸圣降临 你死无葬身之地 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吕子的声音响起 再一次拿出艺术来抨击许清霄 百明了 就是想要泼脏水 给许清霄 这一刻 陈欣的声音响起了 艺术 艺术 又是艺术 而等就没有其他新词了吗 你们说 许圣修炼艺术 起初老夫相信 可天地大如查不出来 半圣也查不出来 许圣于大魏文公自正 诸圣之意都查不出来 到最后 两件圣器都查不出 许圣修炼艺术 现在又说艺术 想要栽赃嫁货 也要拿出证据 倘若诸圣复活 定然间等诸杀 陈欣开口 他这回也忍不住了 又是说 许清霄修炼艺术 这句话说了多少遍 许清霄自正了多少次 一直拿不出真正的证据 而许清霄每一次自正 都是清清白白的 他实在想不通 这帮人 到底要嘴硬到什么时候 叛徒 闭嘴 我等即将复苏诸圣之意 到时他许清霄 有没有修炼艺术 而等睁大眼睛 看看就知道 许清霄 这段时间 好好活着吧 希望你能活到诸圣之意 复苏那一日 吕子冷漠开口 让陈欣闭嘴 随后他的意志形成法香 冷冰冰地注视 许清霄 哄 镇魔镜化作金色绽毛 被许清霄制出 在天穷上爆发 直接将法香轰破 这是许清霄的回应 然而 法香破碎后 又瞬间重聚 吕子猖狂的笑声 也随之响起 此乃本圣意志 你即便是轰散一百次 也洗刷不了 你修炼艺术的事实 许清霄 你心已乱了 半个月 一个月 最多不过三个月 我等就会复苏诸圣之意 到时候 你必死 吕子得意无比 他们似乎有更大的底牌 可以复苏诸圣 我等你 许清霄静静开口 他表情很平静 可内心却十分愉悦 复活诸圣之意 这简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倘若诸圣之意复活 那场面许清霄 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 想来 一定会很精彩吧 不过 大魏文公敌的确却消失在天际了 文公脱离 是必然的事情 对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甚至 许清霄都怀疑 吕子的出现 仿佛是故意的 他故意出现 然后故意死在自己手中 使得文公染上圣血 从而激活诸圣之力 携带大魏文公离开 倘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吕子就真是个狠人啊 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让文公脱离 虽然说 吕子的意志还活着 可这种活着 跟死了 没有任何区别 除非 他还有手段 让自己真正复活 但很快 许清霄摇了摇头 举世当中 怎可能有这种手段 倘若有这种手段的话 诸圣就不会是去了 甚至说 所有一批武者 也不会死了 死而复生 这是逆天改命 能做到这个程度 还有什么争斗不争斗的 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而且还有一点 那就是在斩杀 吕子的时候 许清霄分明感受到了 吕子的恐惧 那种恐惧 绝对不是伪装出来的 是真正的害怕 也就是说 吕子并不想死 应当不可能是主动送死 文公脱离了 大魏京都当中 一块巨大的空地出现 而此时此刻 天穷也弥漫乌云 电闪雷鸣 那种压迫感袭来 让许清霄不由皱眉 许圣 这是大厄运 屠杀亚圣 的确会招惹天前 不过许圣 用民意或许可以阻挡 陈兴开口 他提醒许清霄 这是怎么回事 同时说出自己的猜想 认为民意 或许可以阻挡 乌云连绵 整个大魏京都 黑压压的云层 闪烁雷芒 看起来十分恐怖 有些触目惊心 恐怖的雷鸣之声响起 震耳欲聋 显得有些可怕 这是大厄运 屠杀圣人 必遭天前 哄 一道惊雷划过 有足足万丈 仿佛是天地的咆哮 大道至宫 即便是许清霄 受到天道眷顾 但屠圣就是屠圣 遭到天前惩罚 这一刻 大魏京都 所有人都替许清霄担心了 毕竟这天前 过于恐怖 人们虽然不知道 天前的威力到底如何 但清楚的是 都已经叫天前了 想来不会太简单 是雷杰 许清霄感应到了 他如今是半圣 有通天本领 能明悟 这是什么劫难 而等不要过来 也无薛等帮助 你们入内 只会影响 许清霄开口 告知众人不要上前 这是雷杰 最简单 也是威力最大的劫难 随着许清霄说完 下一刻 许清霄朝着大魏京都外 快速飞去 已经到了王者之境 许清霄 已经可以做到短暂的飞行 王道之力极强 京都外 一片大山中 黑云鸭城 弥漫在头顶之上 轰隆 也就在这一刻 一道雷霆划破天穹 朝着许清霄劈去 呜呜呜 与此同时 天穹之外 一束光芒出现 速度极快 出现在许清霄头顶之上 浩然文中 怎么 浩然文中又出现了 我懂了 浩然文中脱离了大魏文宫 他认许圣为主了 死 许圣得浩然文中的认可了 人们惊讶 实在是没有想到 浩然文中竟然会认许清霄为主 甚至就连许清霄也没有想到 而天边 也的确传来吕子之声 浩然文中 你竟敢背叛诸圣 待诸圣复苏后 也饶不了你 吕子的声音响起 充满着愤怒 诸圣留下两件圣器 浩然文中与八玉圣耻 还有一样 不算是圣器 但意义比圣器还要大 那就是文宫 依靠这三样东西 诸圣一脉 拥有不俗的底蕴 现在少了一件圣器 这对文宫来说 简直是致命打击啊 文宫宫 随着雷霆落下 浩然文中硬生生 抗下了这道雷劫 雷狐蹦裂 好在许清潇选择的是荒山 否则会引来大火 望着文中 许清潇心中也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浩然文中居然会认主 这还真是意外之喜 这是圣器 无价之宝 关键时刻 有极大的作用 哄 第二道雷劫落下 依旧狠狠地披在文中身上 许清潇将浩然正气 加持进文中内 阻挡着雷劫 当下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一口气 披下九道雷劫 浩然 文中颤抖 雷劫太恐怖了 并且乌云并没有散去 天威也越来越强大 有一种不停下来的感觉 京都内 女帝望着雷劫 她的声音响起了 许爱卿 不要使用文中抵挡 这雷劫是天地之法 使用外物阻挡 只会让天地更加愤怒 度过此劫 会有好处 女帝开口 她望着恐怖的天威 如此说道 告知许清潇 不能用浩然文中阻挡雷劫 天谴的意义 是惩罚 但倘若熬过去了 一切无事 毕竟 这也是天地留下的一线生机 不可能说 斩杀亚圣就一定会死 万一亚圣敌的确却做错了呢 但该惩罚要惩罚 如若撑过去了 许清潇会有好处 可如若撑不过去 许清潇也就没了 就是如此直接 在听到女帝的声音后 许清潇微微皱眉 不过很快 许清潇深吸一口气 微微触碰了浩然文中一下 后者似乎明白 许清潇的意思 当下飞到大卫京都之上 随时警备 咔嚓 第十道雷霆落下 这一道雷霆 许清潇凝聚震魔镜 形成一块骨盾 砰 骨盾炸裂 但却将这道雷霆阻挡下来了 只不过剩余的雷弧落下 让许清潇浑身一阵麻 这是雷霆之力 天地最正阳之力 非同小可 咔嚓 第二道雷霆落下 许清潇再一次凝聚体内的震魔镜 形成一张骨盾 不过第二道雷霆之力 比之前要强大数倍 当场将骨盾轰裂 剩余的雷电 直接劈在许清潇身上 京都百姓 一瞬间攥紧拳头 望着许清潇 眼神之中充满着担忧 雷电之力轰击 剧痛来袭 许清潇浑身麻痹 大脑更是空白一片 随后伴随着剧痛袭来 许清潇咬紧牙关 运转阵魔镜 稳固自己的肉身 这太恐怖了 才不过是第二道雷霆 就差点要了自己老命 往后鬼知道 还有多少道雷霆之力 怪不得自己师傅 一直劝阻自己不能杀生 这代价太大了 咔嚓 第三道雷霆落下 根本不给许清潇 任何一丝机会 哄 震魔镜再一次凝聚古盾 虽然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 可对许清潇来说 能抗一点是一点 碰 古盾直接破碎 雷电话做河水一般 直接从头到尾 灌溉在许清潇身上 刹那间 许清潇皮开肉绽 鲜血都流淌不出来 直接化作白烟消散 扑 带雷电消散后 许清潇直接吐出一口金色血液 他受了极其严重的创伤 体内五脏六腑直接坏死 筋骨断裂 皮开肉绽 头发眉毛直接烧没了 很惨 甚至说 极其的惨 许清潇死都没有想到 这雷杰会这么强 这才第三道雷杰 如若是九道雷杰的话 自己岂不是必死无疑 咔嚓 第四道雷杰落下 许清潇连运转阵魔镜的能力都没了 这一道雷杰 落地之后 足足百丈 宛若瀑布一般 直接冲刷着许清潇的肉身 是香味 自己的肉香味 许清潇感觉自己熟透了 筋骨一根根断开 五脏六腑被震碎 若不是抵达王境 体内有王道之力 许清潇只怕当场逼命了 许清潇 感受到天谴之力的痛苦吗 屠圣 你当真是有勇无谋 古今往来 你知道 为何没有人敢屠圣吗 屠圣者 必遭天谴 屠杀亚圣 你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刻 声音响起 不过不是驴子的声音了 这是洪正天的声音 他被钉在文公墙上 而文公飞快地朝着东方飞去 可大卫京都的画面 他们依旧能看到 时时刻刻在观众 看到许清潇这般惨壮 洪正天发出大笑声 他感到无比的畅快 毕竟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看到许清潇这般 岂不快哉 守人 不要怕 放下一切 接受洗礼 我与破鞋兄激活文公 为你涅槃重生 就在这一刻 一道声音响起 是昭哥的声音 他已经苏醒了 在关键时刻 告知许清潇 接受雷杰洗礼 涅槃重生 听到这话 许清潇彻底放下心了 有昭哥和破鞋的帮助 他无惧一切 哼 第四道雷杰落下 这一刻 许清潇在雷光之中 化作了虚无 他的肉身 直接消失 仿佛被雷杰 披成烟灰一般 爱卿 京都当中 女帝瞪大了眼睛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这一切 一刹那间 他有些头晕目眩 难以承受这个结果 守人 陈正如 王兴志 顾炎等人 也在这个时刻 激动地大吼起来 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们没有称呼许胜 因为激动 直接称呼守人 徐大人 不要啊 天地不公啊 京都内 百姓们哭声一片 他们竟然以为 许清潇彻底死了 被雷杰所杀 所有人都正正地 看着许清潇 怀宁王府 怀宁亲王攥紧拳头 眼神当中 充满着兴奋 许清潇一死 他的计划 还可以施行 倘若许清潇没有死的话 他半生的谋划 就成了一场空啊 永平王府 永平世子和永平郡主则 看向许清潇 眼神当中 也充满着不可置信 他们虽然与许清潇接触的少 可毕竟认识 而且 关系还算不错 如今看到这一幕 自然接受不了 平乱侯府 陈充满着 陈充和钻井拳头 悲愤欲绝 两行轻泪落下 看着许清潇 不甘吼道 师爹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心痛万分 杨虎等人 更是嚎啕大哭 不仅仅是因为 许清潇 是他们的支柱靠山 更主要的是 许清潇对他们极好 他们自然不愿意 看到这一幕 桃花安重 洛白衣眼睛红肿 方才许清潇 被雷杰劈的皮开肉战时 他心痛如刀割 如今看到这一幕时 洛白衣晕了过去 他接受不了 所有认识许清潇 或不认识许清潇的人 在这一刻 都莫名感到心痛与不舍呀 百姓们是最不舍的 不过这是大魏百姓的不舍 对于诸圣一脉的读书人来说 他们看到这一幕 却发出了笑声 饱受君子之间的折磨 让他们生不如死 现在看到许清潇 已经死了 他们如何不笑 倘若许清潇还活着 他们不敢叫嚣 现在死了 各种声音顿时响起 李子说的没错 修炼艺术之人 遭天谦所杀 对 许清潇修炼艺术成圣 这是伪圣 正常来说 倘若许清潇问心无愧 没有修炼艺术 这天谦是杀不死许清潇的 他之所以死在雷杰之下 肯定是修炼了艺术 成为半圣 就屠杀亚圣 这种人 死不足惜 如若让他成为亚圣 他是不是还要屠杀圣人 真正的圣人 死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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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 死不足惜啊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许清潇 你也有今日 一道道声音响起 他们将方才的愤怒 藏在心里的愤怒 全部宣泄出来 有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更是狂笑不已 显得癫狂 你们这些读书人 当真是畜生 大魏文公脱离 不顾我等百姓死活 许圣位保护我大魏苍生 在生死关头扑破成圣 镇压文公 使得大魏国运形成龙顶 造福大魏苍生 你们这些读书人 没有帮忙也就算了 如今更是如此下作无耻 我儿如若敢加入诸圣一脉 我打断他双腿 许圣所作之事 皆为我大魏百姓 反官等 所作所为 简直是畜生行径啊 他们的言论 让大魏百姓极度愤怒 整件事情 他们看在眼里 许清潇未曾有一点做错过 如今却被这些小人加害 如何不让他们破口大骂 只是可就在此时 顾炎的声音突然响起 不 不 守人没有死 他还没有死 你们看 大魏龙顶依旧稳固 而且 好像变得更强了 顾炎指着大魏龙顶 他如此出声 提醒了众人 女帝最先反应过来 望着大魏龙顶 的确没有溃散 按理说 许清潇死了 国运必然崩溃 自己只怕也会当场毙命 但现在 国运之鼎还在 并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隐隐约约 还在变强 一时之间 女帝美眸当中 出现一抹喜色 他明白了 许清潇还没有死 哼 果然 第五道雷杰再次落下 朝着许清潇的位置轰击 世人不解 十分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尤其是诸盛一脉的读书人 他们更加不解 许清潇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会有雷杰落下 可就在此时 雷杰当中 一道人影出现 是许清潇的身影 这一幕 大魏百姓们激动起来了 许盛没有死 许盛还活着 天佑我大魏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各种欢呼声响起 百姓们是真的没有想到 许清潇竟然还活着 雷杰当中 许清潇涅槃重生 他的肉身发生了极致的变化 彻彻底底重生涅槃了 雷杰之中 涅槃重生 守人的武道境界 只怕又要提升一瓶了 安国公的声音响起 引来众人惊恶 又要提升一瓶 许盛已经是四瓶王者了 若是又提升一个境界 岂不是武道入圣 文武接三瓶 他娘的 这种人举世难寻啊 二十岁 武道三瓶 如道三瓶 再给守人三五十年 那岂不是武道一瓶 武道一瓶 文武接一瓶 我记得 好像只有第一代圣人能做到吧 武官们齐齐开口 他们是武者 知道三瓶有多恐怖 武道入圣 大卫除了安国公几人以外 其余的都是四瓶王者 这些猎猴一个个卡在四瓶 不知多少年 更加清楚武道境界 有多难突破了 得知许清潇武道也要入三瓶 一时之间是羡慕 更多的还是震惊 轰隆 第五道雷杰 还没有彻底消散之时 第六道雷杰 又跟着落下了 而雷光当中 许清潇彻底完成蜕变 他重新灭盘 新的肉身出现 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没错 许清潇借助雷杰之力 涅槃重生 踏入了三瓶之境 武道入圣 四瓶王者境 可凝聚王者之力 一拳可轰碎一座九楼 但这个实力 还是没有真正的超脱 可三瓶入圣就不一样了 三瓶入圣 武道之力 将会提升百倍 圣道之力 一拳之下 可将一座小山轰碎 换句话来说 当初平乱之战 如若大魏派出三瓶武者征战 不说一夜之间结束战斗 但会有极大的加成 一拳可将城门轰碎 当然 如若大魏派出三瓶 一族国也会请求 突携与出源王朝援助三瓶 所以 大魏没有派出三瓶 这没有必要 不是怕一族国 怕的是 突携王朝与出源王朝 一打二 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还有一点的是 许青霄的三瓶 不是寻常三瓶 他借助雷霆之力 洗刷肉身 完善细节 夯实根基 绝世圣者 配合如道之力 完成真正的升华与蜕变 哄 第七道雷劫落下 许青霄的肉身 坚固如神铁一般 根本无惧 雷霆之力 已经无法伤害到他 反而成为了许青霄的养分 雷霆 是天地之间 智阳之物 这种东西 可以完善许青霄所有的缺陷 让许青霄彻彻底底 抵达一个完美状态 毕竟 许青霄成为三瓶 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哪怕吃了铸鸡丹 说是说完美无瑕 可时间还是太快了 如今借助雷霆之力 完美弥补 许青霄走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成为三瓶舞者 其五道之力 可与天地之力融合 五道加如道将会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威力 这一点没有人知晓 唯独许青霄知晓 三瓶之后 五道之力便可与天地之力融合 而如道的浩然正气 本身就是天地之力 换句话来说 五道之力和浩然正气融合在一起 会得到巨大的增强 能不能与二瓶媲美 许青霄不知道 但二瓶之下 他许青霄便是第一人 祭出文器 熬炼他们 此时此刻 昭哥的声音再次响起 让许青霄寄出自己的文器 通过雷劫来熬炼 可以省去大部分时间 听到这话 刹那间 春秋笔 劝炎齿 八荒钟 炎天策 君子剑纷纷出现 五大文器出现在许青霄头顶之上 这本身就是圣器胚胎 如今 许青霄已踏入半圣之境 这些文器还没有锤炼 如今借助雷霆之力 刚好可以熬炼 只是远处 大魏京都上空 浩然文中 发出微微轰鸣声 似乎有些古怪一样 但暂时没有人关注到罢了 五件文器被雷霆熬炼 瞬间崩碎 进行重组 浩然正气弥漫 灌输养分 许青霄也没有犹豫 既然可以熬炼文器 那索性直接在锤炼新的文器出来 一品一文器 大儒 天地大儒 以及半圣的文器 都没有锤炼 正好成此机会 大儒近时利言 许青霄凝聚一块玄火宝剑 灌入大日 金乌神炎在其中 焚烧世间一切罪恶 天地大儒是著书 许青霄凝聚一本文书 以签字文为第一篇 容纳世间一切书籍 才气无品 半圣竟是顿悟 许青霄凝聚文顶 正面刻自人定圣天 背面刻自视在人为 新的三件文器出现 同时 第八道雷霆也落下 仿佛是特意给 许青霄运输能量一般 文工当中 不知道多少儒生脸色难看 他们本以为 许青霄死了 却不曾想到的是 许青霄依旧活着 而且涅槃重生 现在更是祭连文器 而且一口气祭连八件 按照这个样子 许青霄可能要拥有八件 半圣文器啊 倘若带许青霄成为亚圣后 就是九件 虽然比不过圣器 可九件亚圣文器 试想一下 他们诸圣文工 如何比得过许青霄 他们难受 尤其是红正天 他更是目次欲裂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许青霄如此为非作胆 却能得到这么多好处 为什么自己尽心尽力 为天下苍生 却落得如此下场 文工阵战 这是驢子的情绪 他没有说话了 但却充满着无尽愤怒 哄 第九道雷劫落下 如汪洋大海一般 朝着许青霄扑去 雷海之中 许青霄熬练肉身 三品完美 肉身恐怖 气血汹涌滔天 一举一动 振战虚空 八件文器 更是银银生辉 爆发出可怕的圣器 他们疯狂吸收着这些雷结能量 不断破碎重组 直至最后 终于凝聚成形 八件半圣之气 如同八轮太阳一般 映照大魏京都 而京都之上 浩然文中也爆发出可怕的能量 如同一团太阳 硬生生盖过这八件半圣之气的风头 这让京都百姓一愣 有点想不明白 而许青霄也有些好奇 望着了一眼浩然文中 后者自我转动 但身上的光芒 也逐渐消散一点点 不过 依旧盖过许青霄八件文器 此时 乌云并未消散 所有的异象全部凝聚 一把由雷霆凝聚而成的天刀出现 这把天刀 带来极为恐怖的压迫 只是天刀并没有落下 也没有披向许青霄 而是缓缓消散 随后 迎来万里晴空 晴空之上 取而代之的是一朵朵祥云 普照大地 周围荒山 也在一瞬间 生长出新的生命 一棵棵大树生长而出 瞬间显得生机勃勃 这是厄运天刀 守人 你斩杀亚圣 已经被天地关住了 不过这一次 天地有感 并没有降临大厄运 记住 未成一品文圣 千万不可莽撞了 否则的话 厄运天刀落下 会对你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 断绝胜路 昭歌的声音 在脑海当中响起 许青霄明悟 他刚才也在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 得到解释后 许青霄也松了口气 而此时 一道声音也随之响起 今日 大魏文公脱离 我等建立读书人王朝 名为浩然王朝 为天下读书人开辟七夕之地 奉守君子之道 培育天下读书人 待有成就后 送往天下 造福天下苍生 十日后 举办王朝建国大典 圣邀天下 声音响起 这是驢子的声音 文公已经脱离了 来到了东周一处 早已经建好的国度 浩然王朝 当真是不要脸至极 不过文公敌的确却有手段 培养天下读书人 将天下读书人 安置各国为官 明面上造福苍生 可被地理 却是想要掌控天下 这还是无解的阳谋 因为各国 都需要读书人支持 也需要有用的人才 当真厉害啊 不过伴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许青霄的声音 也响起了 今日 大魏独留以除 国运昌盛 本胜立大宏愿 五年内 使我大魏王朝 免除九年私塾之费 人人皆可读书 随着许青霄的声音落下 这一刻 天下沸腾了 而大魏京都上 也再次凝聚一响 大魏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6章 建功封王 昭歌复苏 艺术来源 解决方案 随着许青霄的声音响起 大魏举国兴奋 百姓们更是感到一阵不可思议 对于大魏百姓来说 抛开吃住行之外 最大的忧虑 是什么 不就是自己孩童上学的事情吗 有几个父母 愿意自己家小孩没出现 除非是真不是读书的料 不然的话 肯定是希望自家孩子上的私塾 不说考个状元 过个相试也行啊 回头还能去衙门做点事情 吃官家饭 可问题是 私塾多贵 本身吃饱饭 都算是比较勉强的事情 更何况 还送孩子上学 现在许青霄说 五年之后 大魏子民都可以免除 九年私塾费用 这如何不是一个好消息 读九年书 就算再笨 最起码十个字没问题吧 万一谁家出个状元 那简直是光宗耀祖啊 伴随着许青霄的声音响起 大魏龙顶也顿时震动 吸收海量的名义 变得更加夯实 国运稳固可怕 而对于出源王朝 以及突携王朝来说 许青霄 这个突然的大宏愿 让他们沉默 他们自然不希望 看到大魏蒸蒸日上 尤其是还开设学堂 免除九年的私塾费用 这样一来 几十年后 大魏到处都是读书人 只怕国力会大大提升啊 毕竟懂得知识 所带来的好处 无法想象 身为国家君王 他们岂能不知道 此举的重要性 但他们不敢如许 清销这般开口 因为免除学堂私塾费用 这是天价 每年要投入多少银子 国库即便是再多 也架不住这样消耗吧 不过两大王朝也不傻 做不到免除 但可以降低教学成本 如今 大魏文工不是脱离了吗 天下读书人 只怕都要聚集到浩然王朝去 到时候 完全可以与浩然王朝合作 资助对方银两 人力 资源 换来读书人 过来教书 虽然说浩然王朝的野心 大家都懂 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双方各有所需 知道是阳谋 但的确可以合作一把 此时此刻 中州西部地区 这里是无人之地 连接着西州禁地 距离大魏有数万里 而在此地 早已经建造了十五座古城 这些城池 是大魏文工早就准备的古城 而建造之人 也是诸圣一脉的读书人 诸圣一脉的门徒 遍布天下 其中不缺乏富豪 建造古城不算什么大事 而古城内 早就有不少百姓 来自各族 再加上不少读书人 也已经定居此地 眼下大魏文工搬迁而来 直接定都建国 建国无非三个要求 百姓 物资 兵力 百姓这一块 大魏文工根本不愁 他们定居此地 诸圣一脉 有多少读书人会前来投奔 他们又会带来多少人 同时除大魏王朝之外 突携王朝与出源王朝 还有奴隶制 大量买奴隶过来 给予他们自由身 让他们成为浩然王朝的国民 对他们来说 既是恩赐 又是一种仁义表现 再加上说是说 浩然王朝 其实不过十五成罢了 十五座城 需要多少人口 至于物资 文工五百年来 攒下了多少银两 这一点想过吗 天下读书人一人捐赠一点 又是多少银两 而且 大魏文工脱离最大的底牌是什么 是天下各大势力 都需要读书人的帮助 先到 佛门 各大王朝 那个不需要读书人帮忙 请他们去镇压妖魔 给些银两用来建造国家 这个合情合理吧 就好比现在大魏王朝 要准备免除私塾学费 各国会做事不管吗 肯定会请他们去 请自己去要不要给银子 知识就是财富 至于兵力 就更不用说了 谁敢屠杀读书人 哪里人人都是许清霄 而且即便是许清霄 也不敢大面积屠杀读书人啊 兵力也要有 先让别的国家驻军过来 等浩然王朝自己培养出 大量军队后 再把对方驱逐出去就好了 什么 不愿意 不愿意就喷 许清霄喷不过 你们我还喷不过 能搬迁出去 大卫文公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尤其是地址选择 大卫文公之前 故意释放出许多假消息 什么前往突携王朝 什么有可能前往出援王朝 各种假消息四出 可实际上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跟读书人玩计谋 玩得过吗 许清霄不一样 许清霄压根就不玩计谋 直接用拳头解决一切 换句话来说 许清霄 纯粹就不讲如得 正常来说 设立好规矩后 在规矩范围内 我骂你 你也可以骂我 我坑了你 你也可以坑我 但明面上 大家是不是笑呵呵的 这是属于真正的文人玩法 互相搞事 你来我往 可许清霄呢 要是坑了许清霄 许清霄直接掀桌子 开口就是各种辱骂 骂得难听就算了 而且 要是他们反嘴一句 还要被打 这么这么玩 严如依法抓人 许清霄直接大骂严如 骂他不要脸皮 然后站在正义的角度上 劈得眼泪 毫无尊严 这怎么玩 后来就越来越过分了 所以 许清霄能把大卫文公 间接性这么早逼出去 靠的不是计谋 而是拳头 以及仙桌的能力 别说 他们读书人不会玩计谋 怎么玩 你还在慢慢布局的时候 人家一战矛瞳死你 还玩什么 红正天一个半生 现在还被钉死在城墙上 这就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闻城内 随着大卫文公的降临 众人并没有显得特别愉悦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与沉默 原本在他们设想当中 大卫文公这次脱离 应当是风风光光 傲视一切 城内的烟火爆竹 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趟脱离 被杀了两位天帝大儒 一位半圣被钉在城墙上 一位亚圣被斩 虽然保存了意志 但大家都懂 驴子已经没了 最多再坚持个三年 差不多三年后 他的意志便会消失 而且还被天下人辱骂 再加上许青霄成圣 种种因素下 这一趟文公是血亏 亏到诸圣都不认识他们了 自然而然 这些烟花与爆竹 已经没用了 压根庆祝不起来啊 所有正如三个时辰后 前来小事件 这一刻 驴子的声音响起 传达至每一位大儒耳中 当下 众儒生齐齐开口 急语回答 他们知道 文公必须要想出一个对策 今日吃了这么大的亏 要是没有一点反手能力 或者是谋策的话 人心都会散啊 可就在此时 大卫京都当中 伴随着许青霄立下大红院后 一朵朵祥云出现 这些祥云普照 大卫王朝的土地之上 并非是照耀在许青霄身上 而是没入了土地之中 一时之间 大卫王朝内 许多荒田变成了良田 一些荒芜的山脉 也生长出参天大树 土地肥沃起来了 这是天赐祥云 让大卫的土地肥沃 使得荒田变良田 是真正的大负责 但整个祥瑞旨 持续了半个时辰 最终便全部消散了 毕竟按照这个样子 持续一天的话 大卫王朝压根就不需要努力了 躺着都能收成 这肯定是不行的 天道会赐福 但赐福的意义是加强 而不是让你不劳而获 这是天道之理 随着祥云异象消散之后 许青霄将文器纳入体内 随后一步跨越 来到浩然文中面前 浩然文中不断自转 感受到许青霄到来后 莫名震战 似乎对自己有些不满 感受到浩然文中不太满意 许青霄不由一笑 他真没想到 浩然文中居然还会吃醋生气 伸出手来 许青霄摸了摸浩然文中 后者这才勉强停止自转 随后在许青霄周围晃动 显得有些愉悦 而后 许青霄缓缓出现在大卫皇宫中 一时之间 文武百官竟然朝着许青霄一拜 我等拜见许圣 他们开口 面对许青霄还是显得恭敬 毕竟许青霄 现在已经是大卫半圣了 既是圣人就必须要恭敬尊重 诸位客气了 许青霄抬起手微微一拱 自己已是圣人 若是回礼有些不太好 不然的话 圣人之威 他们承受不起 而面对女帝 许青霄还是简单行礼 毕竟对方是大卫女帝 想得起自己一拜 除非自己成为文圣 不然的话 面见帝王 还是得一拜 臣 拜见陛下 拜见女帝 许青霄以臣子身份 而后者面色有些苍白 但还是微微一笑 望着许青霄道 许爱卿莫要如此多礼 你如今已是我大卫兴盛 往后见阵 直接免礼 来人 传阵旨意 建立大卫兴文宫 命名许胜文宫 于旧旨重建 户部拨款一万万两白银 如若不够 继续拨款 直至完善 由吏部 吏部 公部 三部共同合力 三月内 必须完成 在设许胜圣像 于大卫王朝 今日设为假日 大卫读书人 皆须前程谋拜许胜 册封许胜为大卫平乱王 世袭罔替 即与许青霄 麒麟兵服 大皇兵服 女帝开口 她一连下达三道圣旨 建大卫新文宫 命名许胜文宫 拨款一万万两白银 这一万万两白银 都可以建造一座皇宫了 倘若当真建设出来 可见 有多宏伟 在设立许青霄的圣像 让大卫读书人膜拜 这也是一种 前所未有的恩赐啊 往后 大卫读书人的信仰之力 竟然会加持在许青霄身上 这种力量 不是提升实力 而是在关键时刻 帮助许青霄 完成新的蛻变 名传千古 最后册封大卫平乱王 执掌麒麟军 大荒军 这是皇帝 对一个臣子最大的信任了 将兵服交给许青霄 那么许青霄 就不是普通王爷这么简单 而是掌握实权的王爷 以后真要做什么事情 兵服在手 谁能阻挡许青霄 换句话来说 这就是平分天下呀 人们震惊 诸王扎舌 文武百官 更是被震撼到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仔细想想 他们没有劝说 倘若换任何一个人 他们都会冒死境界 毕竟兵服这么大的事情 不可能乱给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 兵服大于一切 兵服在自己手上 江山就还在自己手中 若是兵服不在自己手中 江山指不定 某一天就被别人窃走了 可许青霄不一样 他是大魏的新盛不说 更主要的是 女帝已将一半的 国运赠给许青霄了 换句话来说 许青霄承载着大魏国运 给许青霄兵服 还真的没有一点问题 毕竟整个大魏 谁都会叛国 唯独许青霄 不会背叛大魏 所以 这种奖赏不过分 面对女帝一轮又一轮的赏赐 许青霄 并没有什么特别喜悦 相反 许青霄 只是点了点头道 称 多谢陛下 说完此话 许青霄望着女帝道 陛下 你伤势如何了 许青霄询问道 她还记着女帝之前受的伤 有些关心 而听到这话 一时之间 女帝有些莫名说不出什么话来 毕竟许青霄成胜之后 再加上自己诸多奖赏 按理说 许青霄应当十分兴奋 可没想到 许青霄没有透露出半点兴奋 反倒是第一时间 关心自己的伤势 她是大魏女帝 但也是女子 听到这话后 的确有些莫名异样 不过 继琳还是很快给予回答 没什么大问题了 爱卿关心了 女帝摇了摇头 她告知许青霄 已经无视 同时 内心也不由产生了一些其他想法 许爱卿 如今已经成胜了 难不成海 喜欢朕吗 这是女帝的想法 不过这一次 是她主动想起的 陛下注意龙体 大魏江山 还需要陛下 许青霄点了点头 她如此说道 眼下大魏所有的问题 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 国库有银子 天地也开荒完了 如今更是得到天地赐福 国运凝聚成龙顶 未来必是好事不断 最大的独流大魏文公 也被驱逐出去了 眼下真要说 还有一个阻碍 而这个阻碍 曾经很大 可现在压根就不算什么大阻碍了 藩王之乱 各地藩王蠢蠢欲动 那是因为大魏衰败 百姓们吃不饱 国家内忧外患 现在外患没了 内忧也没了 各地藩王只要敢造反 别说朝廷派兵不派兵了 大魏百姓就能摁死这帮藩王 如此一来的话 大魏王朝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了 等安定各把月 自己再出手 将各地藩王彻底摁死 这样的话 就是彻彻底底的国泰民安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种田 发展 其余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而自己也可以彻彻底底松口气 好好干点自己的事情了 至于大魏文公组建的浩然王朝 许清潇是真的一点都不怕 只要将诸圣复活 什么狗屁浩然王朝 现在叫嚣得越厉害 回头死得就越惨 所以 无需关注这个浩然王朝 早晚会自我覆灭 非要关注 倒不如好好想一想 文公幕后之人是谁 爱卿放心 朕无事 女的点了点头 既如此 那臣就不打扰陛下了 臣 先行告退 许清潇出生 如此说道 嗯 爱卿 倘若没事 往日就多来宫中走一走 大魏还需要爱卿 女帝突然开口 这样说了一句 此话一说 让百官莫名有些好奇了 而对女帝来说 这句话 其实就是提醒一句 许清潇没事参与国政之事 可说完这话 女帝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 但又不能去改 或许也不想去改 也就没有继续说什么了 至于百官们 也只是微微惊讶 想了想 也就没怎么想了 请陛下放心 陈一就是大魏的臣子 许清潇急于回答 她没多想 转身便离开了 许清潇走出皇宫 浩然文中 跟随在许清潇身后 到最后 浩然文中缩小身子 藏在了许清潇的发烧之中 不多时 许清潇走出了大魏皇宫 一路上 百姓们朝着自己跪拜 面对圣人行大礼 许清潇摆了摆手 让百姓们莫要如此 一切正常就好 虽然自己现在是圣人 不过许清潇 并没有任何一点架子 往常一般就好 无需多理 只是架不住百姓们的摩拜 最终 许清潇回到了侯府之中 平乱侯府 陈兴和 杨虎等人 早就在门外等待了 看到许清潇出现 陈兴和第一时间走来 失殿 回来就好 陈兴和满腔的言语 再看到许清潇后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深吸一口气 如此说道 杨虎等人 也是朝着许清潇一拜 心中无比的兴奋 嗯 许清潇点了点头 他看得出来 自己师兄 十分牵挂自己 但也没什么好说的 毕竟一切的结果 都是好的 师兄 师弟打算好好休息一番 这一两日 莫要让人来打扰我 许清潇开口 不过休息是假的 赵哥如今苏醒了 自然要与赵哥见一见 此话一说 赵哥点了点头道 嗯 这段时间 你也累了 好好休息吧 莫要担心什么 有人来了 我会告知的 陈兴和知晓 这段时间 许清潇的确累了 好好休息 一番也是常理 当下 许清潇回到了住处 来到了自己的密室之中 随后盘腿而坐 潜入了文宫之中 随着熟悉的感觉出现 很快 天地文宫 随着境界提升后 天地文宫 比最开始见到的 更加宏伟辉煌了 整座文宫 绽放着光芒 隐隐约约 还有一些诵经之声 看起来宏伟无比 赵哥兄长 破鞋兄长 许清潇的声音响起 他们面上带着笑容 显得十分喜悦 天地文宫 是自己最大的底牌 自从赵哥与破鞋沉睡后 不管做什么事情 许清潇都有些没底 如今赵哥与破鞋醒来 许清潇的自信 也回来了 只是 当许清潇走进宫殿后 很快不由惊讶了 文宫当中 已经不是两人 而是五个人 赵哥与破鞋 这两人许清潇认识 其余三人 还有一名女子 这 走进文宫内 许清潇愣住了 望着五人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贤弟 未曾想到 你入品不过十个月 就已经成就半胜 你这资质 胜过为凶百倍啊 看到许清潇 昭哥第一时间迎了上来 面上满是笑容 同时他拉着许清潇 望着新出现的三人道 贤弟 我来为你介绍 这三人 呃 兄长虽然也不知道叫什么 不过大致给你介绍下 此人是之前手持书卷 昭哥为许清潇介绍第一人 是一个中年书生模样 长相与昭哥比 自然是比不了 不过看起来十分稳重 满身如气 显得谦谦有礼 文宫有七座雕像 一人手持书卷 一人手持毛笔 一人抚情 一人持剑 一人端座王位 一人副手力 一人会单轻 一共七个人 女子抚情 昭哥是副手力的 破鞋是持剑的 而这个中年书生 则是手持书卷的雕像 此时此刻 后者朝着许清潇 微微一拜 见过守人兄 对方已经从昭哥口中 知晓了许清潇 显得谦谦有礼 兄长客气了 许清潇也回之以礼 自己虽然是半圣 可眼前这帮人 曾经许清潇以为 他们是半圣 可现在 许清潇感觉这些人 绝对不可能 只是半圣那么简单 应当是亚圣 守人 这位会单亲之人 昭哥继续领着 许清潇认人 因为不知道 对方叫什么 所以只能 用形容词了 见过前辈 许清潇连忙行礼 而后者也立刻回礼 这是一个老者 看起来有些沧桑 但依旧显得儒雅 这种儒气 是刻在骨子里的 守人小友当真不错 老夫听昭哥小友说过 你年纪轻轻 二十岁修行儒道 如今已是半圣 当真是绝世大才 对了 小友可懂丹青 绘画之术 老夫虽然没有记忆 不过这丹青之术 还是懂得 丹青家如道 威力无穷 你要不要试一试 老者开口 看向许清潇如此说道 他先是赞叹 许清潇的才华 随后又询问 许清潇要不要学 丹青之术 此话一说 许清潇眼中 的确闪过好奇之色 前辈 丹青家如数 威力无穷吗 许清潇好奇问道 后者立刻开口 显得无比自信道 小友 你看 说话之间 老者一抬手 顿时之间 由浩然正气凝聚 出来的画卷展开了 紧接着一只毛笔出现 老者动身 在画卷之中落笔 顿时之间 一条真龙被他画出 紧接着 振振龙吟之声响起 待真龙绘画完毕 一条真龙 从画卷中飞出 朝着天地文宫外飞去 又足足百丈 栩栩如生 散发出恐怖的龙威之力 咔嚓 真龙冲出云霄 将云层撕裂开 破坏力无品 很强 极其的强 如同真的一般 小友 倒不是老夫吹嘘什么 你如今三品半胜之境 倘若能领悟单轻真意 所绘画出来的真龙 能拥有二品之力 当然所付出的代价 也极其大 可能所有浩然正气 都会被抽空 但威力没得说 当然 具体还是要看你绘画的东西是什么 倘若是真龙很强 可绘画其他东西 就很难说了 万一运气不错 绘画出一些天地神灵 只不定会更强 老者出生 他很自信 告知许清潇画道之力 说完此话 老者一抖画卷 刹那间真龙回归 钻入了画卷之内 随后消散 这画道之力 着实让许清潇震惊了 而且画道的威力 不仅仅是取决自己的实力 与画物也有关联 那自己画个圣人孔子呢 要是遇到妖魔 画个地藏王菩萨呢 如来佛呢 许清潇脑海中 已经开始猜想了 不过这些东西 有没有威力 许清潇就不清楚了 但可以尝试一下 试一试又不要钱 画道虽好 但我的情道也不差 此时 五人当中 唯一的女子出生了 许清潇寻生看去 后者差不多二十四五岁 穿着一席碧绿长衣 但相貌清甜 鹅蛋脸 一席黑发 声音平静道 见过前辈 许清潇也客气一声 不过对方是女子 许清潇不好称呼贤兄 还有各称呼叫做女兄 只是说出来 有些莫名古怪 称我姐姐即可 前辈有些声说 守人弟弟 姐姐告诉你 这画道虽好 但真要说强 还是得看情道 异曲震妖魔 以浩然正气 加持于情道之中 威力极强 女子走了出来 这般说道 话一说完 她面前出现古情 随后轻轻拨动一番 激烈无比的情声响起 刹那间 天雷滚滚 轰轰作响 将空间都震得颤抖 比起来的确不弱于画道 明白了 往后余地 多多与诸位前辈兄长 姐姐学习 许清潇有些喜悦 她现在舞蹈手段虽然强 可并不妨碍自己多学点东西 尤其是画道与情道 若是掌握了 关键时刻左手弹琴 右手绘画 再凝聚震魔镜 这不得把敌人 来来回回杀穿个几十遍 听到许清潇这般开口 众人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们彼此之间 倒没有什么争斗 只是在许清潇面前 展示一二把了 我这贤弟 性子极好 人也和善 贤弟 如今也算见过了 那兄长就直接开门见山说了 三件事情 第一 还是劳烦贤弟多多费心 找一下关于这几位的身份信息 第二 待会要是没什么事 抓紧时间去诸圣故居 拿到他的本源再说 关键时刻 可以也是一张保命符 第三 维兄已经知道 如何破解这艺术之法了 招歌笑呵呵地说道 同时说出三件事 而这些三件事情说完 顿时让许清潇满是欣喜 找身份的事情 不在话下 自己也想弄明白这几位的身份 而诸圣故居 他也打算见完招歌后 就去诸圣故居 寻找他的剩益本源 这样一来的话 可以真正把大魏文公的腿打断 哦 不对 现在不应该叫做大魏文公 而是浩然王朝 但让许清潇欣喜的是 第三件事情 艺术的破解之法 这让许清潇极其欣喜啊 浩然王朝百分百知道自己 修炼艺术 为什么知道 许清潇还不清楚 但艺术终究是个隐患 这个隐患很大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倘若能解决艺术 那自己就彻彻底底轻松了 彻底不需要担心 艺术会再某一天爆发 兄长请说 余地洗耳恭听 许清潇开口 嗯 这段时间 维兄一直在沉睡 你成圣后 维兄醒来 也想起了许多事情 其中就有关于艺术之事 想要解决艺术 就必须要明白艺术的起源 这些艺术与邪神有关 及其古老之时 陈界有三大邪神 掌控大地 天空 海洋 这三尊邪神之下 也有其他邪神 他们为了争夺天地气韵 互相杀戮 而这天地之间 也有不少种族 为了增强实力 这些邪神创造出艺术 但凡修炼艺术者 可借助他们的力量 故此修炼起来 速度极快 用一日千里去形容 都不足为过 可借来的力量 终究要付出代价 越是修炼 魔种越是可怕 也越是根深蒂固 在你体内 到最后 会使你入魔 成为只知杀戮的妖魔 为他们征战 所以 想要彻底跟出艺术之祸 就必须要将你体内的魔种引出来 昭格如此说到 向许清潇解释艺术的来源 听完这话 许清潇顿时明悟了 怪不得修炼艺术 会瞬间突飞猛进 原来是与邪神有关系 蛮荒时代 无法用年代来形容 因为距离太远太远了 那种存在 想来 绝对是一品之上的存在 一品就那么强 超越一品的有多强 而借助超越一品的力量修炼 想不快都难啊 许清潇有些心经 不过好在有破解的办法 那如何才能破解 许清潇询问道 找到三样东西 镇魔神石 龙血洋狱 还有八宝佛连 昭格开口 急语回答 而这三样东西 许清潇都未曾听过 兄长 这三样东西在何处 许清潇询问道 可这话一说 昭格有些尴尬了 因为他知道方法 但还真不知道 这三样东西在何处 镇魔神石和龙血洋狱 不过这个八宝佛连 应该与佛门有关 贤爹 你现在已经是大魏新圣了 找人问一问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再者 你可以去找诸圣问一问 看看诸圣是否知晓 昭格说了句废话 八宝佛连 肯定跟佛门有关啊 不然怎么叫八宝佛连 不过 昭格倒不觉得什么 既然存在这种东西 就一定有人知晓 许清潇现在的身份地位 问点是还是简单的 嗯 多谢兄长指点啊 那如若收集了这三样东西 就能解决艺术之患吧 许清潇问道 嗯 收集之后 就能解决 昭格颇为自信道 此话一说 许清潇也彻底松了口气 既然能彻底解决 那就当真不怕了 哪怕要花费一段时间 也总比始终无解要好吧 那余帝先行告退 去问问这三样东西 再顺便查些信息 帮助几位兄长 姐姐前辈查询资料 许清潇开口 如此说道 昭格看得出来 许清潇是有些急 故此点了点头 让许清潇先去忙活 守人小友 若是没事记得来文宫 老夫传你无上话道 单亲老者开口 还是不忘提醒一句 希望许清潇学习话道 守人弟弟 没事来找姐姐 姐姐教你情道 清田女子也跟着开口 她看起来 比许清潇 只大了三四岁 实际年龄极大 嗯 多谢诸位 许清潇朝着众人行礼 而后消失于文宫当中了 这一趟 收获太大了 能彻底根除艺术 这对自己来说 是大惊喜 比成半圣还要开心 毕竟自己成为了半圣 体内的魔种 虽然被死死压制住 但根本无法彻底清除 也就意味着 半圣都清除不了魔种 现在还好 最起码网上 还有个亚圣 以及文圣 要是连亚圣 都清除不了魔种的话 就彻底麻烦了 现在不依靠境界 就能清除艺术这个祸根 这的确是喜事啊 天大的喜事 很快 许清潇 从天地文宫回归 他站起身来 常常吐出一口气 随后走出密室 朝着大卫藏经阁走去 镇魔神石 龙血阳玉 还有八宝佛连 许清潇牢牢记住 这三样东西 再去查询资料 而与此同时 中周 浩然王朝 文宫小世界内 吕子的虚影出现 这是意志化身 他本体已经没了 无法重塑 仲天地大卫出现 包括文宫的大卫 以及正卫 这一次 也有资格进入 小世界之中 诸位 如今我等已经成立 读书人的王朝 建立国家 完成了第一步计划 接下来就是等十日之后 我等建国到时便可凝聚国运 以天下读书人之力 凝聚之国运 最低预估 也可凝聚国运之顶 保证王朝风调雨顺 到时 我等皆有天大的好处 不过这种好处 只是第一步 倘若国运之顶 能如同大卫一般 形成龙顶 那我等真正的计划 就算是彻底完成了 借助浩然龙顶 我诸圣一脉 再添新圣 不过眼下 诸位要联系天下势力 如今我等脱离 他们也希望得到我等的帮助 只要将诸圣一脉散落天下 从观从政 不出百年 诸圣一脉将彻底掌控天下国运 那个时候 浩然龙顶 极有可能蜕变成传说中的中周龙顶 拥有中周龙顶 在座诸位 正如可承天地大儒 大儒可承亚圣 半圣也可承就半个文圣 到那个时候 整个天下 就彻底被我等读书人掌控 倘若诸圣在天有灵 他也会感到欣慰 甚至我等都有可能复活诸圣 知道吗 吕子的声音响起 他说出文公的计划 大卫文公脱离 其目的就是为了建国 而读书人建立的国家 自然有许多问题 想要建立成跟大卫那样 那不可能 别说一百年 五百年都做不到 可大卫文公建国的目的 是为了中周龙顶 根本就不是为了 建造什么不朽王朝 与其靠读书人 建立一个不朽王朝 倒不如 让读书人散布天下 掌控各国命脉 这样一来 才叫做不朽 而浩然王朝的作用 就是读书人集权中心 相当于文公的蜕变 大卫文公主要 还是为大卫苍生 而浩然王朝 就可以跟天下人合作 任何势力 任何国家 都可以合作 不存在叛国这个说法 只要听诸圣一脉的话 那么你就不算是叛国 这才是大卫文公 真正的计划 也是大卫文公 为什么一定要脱离的原因 摆脱一切束缚 什么都由自己来掌控 这何乐而不为 我等明白 屡胜大善 众人齐齐开口 同时一个个 也露出欣喜之色 凝聚中周龙顶 这他们不敢去想 但凝聚浩然龙顶 他们可是有自信的 当浩然龙顶凝聚而成 他们的的确确 都会获得巨大的好处 实质的好处 至少有一半人 可以突破品阶 不然的话 他们为何如此支持 大卫文公脱离 到了他们这个程度 有生之年 基本上是不可能 突破阶级的 现在只要脱离 就能脱离阶级 换谁谁不答应 而且脱离之后 还有更多好处 不受束缚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诸多好处之下 谁不想答应 好了 联系天下势力 无论是谁 可以合作 都可以合作 在准备好 十日后的建国大典 不容有失 散去吧 吕子开口 而众如也逐渐消散身影 待他们消散身影后 大约一处相后 吕子的怒吼声响起了 你们算计我 吕子的咆哮声响起 他意志振战 这道声音充满着怒意 自从被许青销毁了身躯 他保持冷静 但这种保持都是假象 肉身被毁 融入文宫之中 这就是必死之局 三年后 甚至都不用三年 两年 最多两年 自己的意志就会消散 可以说 这一次 自己付出天大的代价 吕胜莫要生气 我等并未算计您 而是这许青销 太过于狂妄 我等也没有算到 此时此刻 两道身影出现在此 不过身影模糊 望着吕子 如此解释道 你当老夫三岁 你们早就知道 文宫内有诸盛意志 也知道 许青销必会杀我 你们故意支开一瓶 就是为了让许青销 没有底牌 逼他杀我 这样一来 文宫就必然会脱离 而等心肠当真歹毒啊 老夫当真后悔 与儿等为谋 吕子怒吼 他难以压制自己的怒意啊 他气得吐血 可惜没血吐 他这一回 试上了一个超级大当 吃了一个惊天大亏啊 此时此刻 他的眼神之中 充满着恨意与怒意 无穷无尽的恨意与怒意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7章 无名说梅 许青萧娶女帝 六部国公沸腾 中周 浩然王朝 吕子的声音充满着愤怒 他这一次 实实在在被坑了一把 而且不是小坑 基本上是把自己 牢底给赔进去了 这如何不让他大怒 与虎谋皮 结果害得自己陨落 虽有意志 但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吕胜息怒 许青萧是王者之士 你我都不清楚 不过请吕胜放心 带到王朝龙顶凝聚而成 吕胜可成就天下闻胜 到时候 莫说重塑肉身 即便是长生也不在话下 有人出生 他的身影虚无缥缈 望着吕子如此说道 哼 少拿这个来糊弄老夫 即便是许青萧不是王者 无名也会杀我 你们早就算计好了一切 眼下 别跟老夫说什么 等待王朝龙顶 只要凝聚国运之顶 二等就要帮我重塑肉身 否则的话 二等的计划 老夫公布于是 反正老夫也已经没有 生还的希望了 大不了同归于尽 吕子出生 他发起狠来了 还管你那么多 眼下肉身都没了 留下意志 若不是有大卫文公在 自己只怕已经死了 可即便是有大卫文公在 两年后 自己必死无疑 等王朝龙顶凝聚 天知道多长时间 他既然选择跟这些人合作 自然不会有什么无私仁爱 就是自私自利 此话一说 两道身影有些沉默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最终 声音响起了 这恐怕有些难度啊 他们给予回答 告知吕子 这有些难度 可此话一说 吕子的声音直接响起 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不要跟老夫说 有什么难度 你们身后的人是谁 老夫不清楚 但老夫知道 你们身后的人 是一位大人物 他绝对有办法 帮助老夫重塑肉身 并非是老夫现在耍横 而事儿等太过于阴险 圣谢冉文公 你们敢说与你们无关 不过 老夫也不是斤斤计较之人 如今 大魏文公脱离 达到了第一步计划 老夫明白事理 这件事情可以忍 但 倘若国运之鼎凝聚后 老夫若是还不能重塑肉身 那所有计划 都与老夫无关 而等是死是活 也与老夫无关 吕子开口 他冷静下来了 并没有继续发怒 因为他知道 无能狂怒 没有任何作用 眼下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决心 这也是他最后的底牌了 想要拖住自己 等龙顶凝聚后 再帮自己重塑肉身 这可能吗 他不是三岁孩童 此话一说 两人显得更加沉默了 他们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但过了一会后 终于有人回答吕子了 请吕胜放心 我等竭尽全力 待十日后 会想尽一切办法的 他给予回答 不敢说一定 只能说竭尽全力 而吕子没有生气 只是缓缓开口道 这一次算了 但倘若有下一次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管你们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老夫也会将我等的计划 说出去 一臭万年就一臭万年 老夫人都死了 也管不着后世的洪水 吕子淡然开口 可越是如此淡然 就越是证明 他的坚决 总而言之 不跟你废话那么多 行就行 不行就拉倒 吕胜息怒 两人没敢答应什么 就是一句息怒 而吕胜也没有继续开口了 估计是看见这两人心就烦 如此 两道虚影也逐渐消散 而随着他们二人的消散 吕子的目光 也逐渐变得阴冷起来了 大约又是小半个时辰 两道身影出现 不过这两道身影 是文公半圣 不是方才的两道身影 见过吕胜 两尊半圣开口 他们望着吕胜 显得无比恭敬 虽然吕胜真身已经被毁 但亚圣就是亚圣 谁也不知道亚圣会有什么手段 尤其是这两年 吕子的意志与文公融为一体 更是掌控文公 他们更加不敢得罪 除非吕子真正陨落 不然文公的执掌人 依旧是吕子 诸圣真灵有下落了吗 吕子开口 平静问道 此话一说 两位半圣微微沉默 很快又继续开口 回吕胜 已经有一些下落 在南蛮地带 我等也查遍古籍 的确发现 圣人曾经去过南蛮 或许留下部分真灵 对方如此说道 告知吕子 此话一说 吕子点了点头 而后继续出生 不惜一切代价 将诸圣真灵寻回 诸圣曾遗留三件物品 既然留下真灵 给予后世人恩赐机缘 倘若我等找到诸圣真灵 便可以复苏诸圣之意 等同于是让诸圣降临 到时候莫说许清消了 大卫一品来了也没用 诸圣借助天下读书人之力 再加上文公与圣器之力 一品五者 也奈何不了诸圣 这是我等扭转战局 至关重要的一步 十日后 浩然王朝建国 必然会引来一些麻烦 若有诸圣真灵 对我等大大有利 吕子开口 道出诸圣真灵的重要性 此话一说 两尊半圣点了点头 他们也明白 诸圣真灵的作用性 这东西 对其他体系来说意义不大 但对如道体系来说 作用太大了 可以复苏诸圣 等于一张超级底牌 谁敢招惹文公 我等明白 请吕圣放心 我等会竭尽全力 找来诸圣真灵 两人齐齐开口 给予回答 好 十日内 寻来诸圣真灵 到时我浩然王朝建国成功 你们二人便是手工 到时也会给予你们天大的好处 吕圣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画了饼 毕竟再大的好处 也得他先吃 不过剩下的 也不会吝啬 两尊半圣露出笑意 随后便消失在了小世界之中 带两尊半圣走后 吕圣的目光 恢复平静 设计害我 使得文公强势脱离 你们当真以为 我没有手段 等找到诸圣真灵 国运之鼎的气域 我一人独占 再把你们拿出来当替罪羊 阻我成圣者 都得死 吕圣目光冷冽 他已经活了两百年 其实已经到了大县之日 不过却在大县之时 接触到了一批人 强行续命 而这批人 就是最开始出现的两道虚应 诸圣一脉如今变成这样 是他们的意思 也是自己主导的 所做的一切 无非就是成圣 并且长生 他已经变了 虽然是亚圣 可为了长生 什么仁爱什么无私 在他眼中 都是浮云 这消失的一甲子 他没有在世人面前显露 天下还有谁记得他 所以 什么名声不名声 什么千古留名不留名 与其名垂千古 不如活到千古之后 到那个时候 谁不称赞自己 千古之前的事情 谁又知道 成王败寇 一切舆论 不都是掌权者说的 这是驢子的想法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根本就不在乎骂名 眼下的局面 许清潇不算什么 虽然许清潇 还自己成这般模样 但吕子清楚 自己眼下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创建浩然王朝 掌控天下读书人 凝聚国运之顶 再得到诸胜真灵 把所有敌人全部斩杀 许清潇也好 大卫一瓶也罢 包括与自己合作的人 全部杀了 诸胜真灵复苏 怎可能不会帮自己 况且 一道意念而已 说句难听点的话 诸胜若是还活着 他都敢欺骗对方 何况只是一道意念 想到这里 吕子不由露出笑容 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很期待 很期待 很期待 诸胜复苏的那一刻 天下人会是怎样的表情 许清潇 又会是怎样的表情 哈哈哈哈 而与此同时 大卫王朝 藏经阁内 许清潇正在藏经阁中阅读古籍 希望能找到 镇魔神石这些东西的下落 可就在许清潇 刚刚看了没到一个时辰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了 徒儿 是无明的声音 许清潇回过头去 便看到无明站在身后 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师父 魔语怎么了 许清潇 其实比较担心自己的师父 但他也没有做无用的担心 毕竟自己师父是一品 倘若自己师父无法解决 那自己担心 也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才会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没有去联系自己师父 如今看到无明回来 许清潇自然好奇 魔语没有问题 我与你师伯上当了 无明开口 急于回答 上当了 许清潇有些好奇 望着无明 眼神之中满是好奇之色 嗯 你之前入大卫文宫时 是不是听到了 两道怒吼声 那声音的的确却是先师之声 我与你师伯第一时间 以为是魔语出了差错 你师伯赶过去 却被人暗中出手阻拦 唯恐担心魔语出事 所以 你师伯喊我过去 镇守魔语 只是戴维师抵达魔语后 却发现魔语 根本没有发生一点问题 是有人模仿先师之声 引起骚乱 把维师与你师伯骗了过去 吊虎离山 无明开口 他虽然有些不甘 但这就是事实 他们的确上当了 吊虎离山 许清潇顿时沉默 随后沉思整件事情 过了一会 许清潇不由开口道 有人故意引开师傅和师伯 是逼我出手 斩杀亚圣 这是许清潇暂时想到的可能性 把一瓶骗走的意义是什么 基本上毫无意义啊 唯一能说的就是 骗一瓶走 让自己出手斩杀亚圣 可无明直接摇了摇头道 不 不会这么简单 他们并不知道 你已经突破王者境了 为师都不能看穿 你的境界 更何况他人 哪怕是诸圣都做不到 不对 或许诸圣能办法 毕竟你当时 在大魏文宫 只不过一尊圣人 没必要这样做 他要是愿意 可以直接震杀你 再者 诸圣已经死了 他不可能活在这个世上 无明给予回答 他直接否决了这个猜测 因为不管怎么说 没有人知道 许清潇是王者 又如何断定 许清潇就能杀他呢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问题 听到无明的否决 许清潇不由好奇了 既然不是这样的话 那是为什么 引开一瓶作甚 很快 许清潇继续开口 师父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故意引开你们 想要跟踪你们 查看魔狱的位置 许清潇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此话一说 无明点了点头 为师与你师伯 也是如此猜想的 无明急于回答 此话一说 许清潇不经皱眉道 那怎么办 许清潇问道 没什么大问题 他们太低估 我等的警觉性了 即便是发生那种事情 为师并没有自乱阵脚 我们前往魔狱 都是通过空间转移 他们找不到空间节点 基本上不可能尾随跟踪 但有一点 已经有人开始打魔狱的主意 对方是什么来路 我等还不清楚 敌在暗 我在明 十分吃亏 无明如此说道 魔狱传来动荡 他与赵元并没有自乱阵脚 反而更加警觉 只不过 这时这是一个讯号 一个极其不好的讯号 有人已经开始打魔狱的主意了 不管对方是谁 也不管对方实力强不强 自己必然要有警觉 万一马前尸体 那麻烦就大了 我明白了 那师傅 有什么需要图儿去做的吗 许青霄点了点头 同时询问无明 不用 你现在才不够三品而已 只能说 有自保能力 可涉及到魔狱 三品不够看 哪怕你文武阶抵达二品 也没有任何用处 为师今日来找你 一是 告诉你这件事情 让你也注意一些 他们的主要目标 是魔狱 应当不会对你出手 可谓是保不准 所以该注意还是得注意 其次的是 为师要回魔狱了 继续镇压一段时间 你师伯还没有彻底 将魔器清理干净 所以需要为师上前 你做好一切准备 大魏王朝 如今国运畅通 再加上你现在的地位 以及身份 想来不会出什么差错 等为师回归后 就要带你去真正魔力 快则一年 慢则三年 你自己算好时间 这段时间内 竭尽全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无明语速极快 告知许清潇这些事情 从无明的语气之中 许清潇清楚 看似感觉只是一番交代 可实际上 无明很急 只是他不愿意告知自己 不想让自己承担太多 许清潇知道 但没有说出来 而是点了点头 不过关于诸盛的事情 许清潇倒是没有忘记 师父 前些日子 我不是在大卫文宫 阅读十二圣册吗 徒儿见到诸盛 许清潇开口 这件事情 本应该当时误道时 跟无明说的 但那个时候 自己陷入了误道状态 故此没有说 眼下许清潇觉得 必须要说出来 让无明知晓 这样或许能给无明 带来一些启发 你见到了诸盛 无明有些惊讶了 好奇地看向许清潇 嗯 徒儿见到了诸盛 诸盛原本想要领我 走他的圣道 但徒儿拒绝了 选择了自己的道 不过 诸盛没有怪罪徒儿 反倒是与自己 讲述了一些道理 徒儿也告知诸盛 如今 诸盛一脉所作所为 诸盛大怒 也告知徒儿一件新秘 与先师有关 许清潇长话短说 将诸盛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告之无明 而后者 在听完许清潇所言后 不由皱起眉头 嗯 诸盛说的没错 先师并非是太祖率先发现的 在此之前 的确有些人 是五个还是六个 为师就不清楚 不过 诸盛毕竟是几百年前的圣人 知晓比我清楚一些也正常 如今 诸盛一脉 的确弄得如不像如 原来是有幕后黑手 我明白了 无明眼中一亮 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师父 怎么了 许清潇好奇道 先师之吼 应当是这几个人 否则的话 谁能临摹先师的吼声 也只有他们能做到 麻烦大了 无明皱着眉头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许清潇在听到这话后 也有些沉默 倘若真是这些人的话 先师可是太祖年间坠落而下 这些人活了七八百年 甚至上千年都有可能 活到现在 只怕 许清潇明白 无明为何有一种 如灵大敌的感觉 毕竟当初接触先师的人 至少活了八百年 太祖年间先师坠落 一个活了八百年的人 想想看他现在的实力 和势力有多强 不一定 或许是他们的后代 活八百年 太祖接触先师 也没有活八百年 他们凭什么活八百年 整个天下 除了先道有几个老王 八活了千年 还有谁能活这么久 而且 这种人活得长 但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无明没有往坏的地方想 并不觉得 对方一定很强 这不是傲慢 而是因为 他乃一瓶武者 有这个自信 先道千年 实力强吗 要付出什么代价 许青霄问道 仙门即将引入大位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恰好许青霄 可以询问一下无明 先道的实力有多强 免得以后发生什么冲突 不会很强 鼎盛的一瓶 要是靠近为师一千丈内 也要毙命 至于那些活了千年的人 他们的修为 已经是去 守人 你记住 一个人都会有幼年期和壮年期 还有衰败期 活得久不代表就强 活了一千年 可能连你都打不过 但这种人很聪明 千年的智慧 难以想象 而且 他们了解的事情也很多 如若不是必要的情况下 不要去得罪仙道 往后很多事情 可以问问他们 仙道弟子入诸大位 虽然会造成一定影响 可好好管教 倒也不是一件难事 吴明如此说道 告知许清潇先道的情况 听到这话 许清潇也算明悟先道 大概十例了 守人 为师先行离开了 玉佩你好好保管 倘若你遇到任何危险 捏碎玉佩即可 为师必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吴明如此说道 这么急就要走吗 许清潇问道 嗯 不过不是去摩玉 去办点其他事情 明日去摩玉 守人 你好好照顾自己 吴明回答道 他要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嗯 请师父放心 许清潇明白 吴明是担心自己 下一刻 吴明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了原地 不过末了 许清潇忽然开口道 师父 等一下 随着许清潇的声音响起 吴明的身影又重新凝聚了 怎么了 吴明有些好奇 望着许清潇 师父 你知道 镇魔神石 龙血洋狱 还有八宝佛连 这三样东西吗 许清潇差点忘记问这个事了 此话一说 吴明不由咒没思索了 他没有问许清潇 为什么找这三样东西 而是沉思 过了一会 吴明急于回答 镇魔神石为师知道 不过这龙血洋狱 还有八宝佛连为师 就不知道了 佛连应当是佛门的东西 你回头找个和尚问问就好 镇魔神石 应该在皇宫当中 我记得五帝拥有过 吴明开口道 五帝 许清潇有些惊讶了 他还真没想到 镇魔神石居然跟五帝有关系 嗯 应当是如此 具体如何 你去问一问 激灵这娃娃 哦 提到这个事情 为师有件事情 跟你商量商量 提到了女帝 吴明也有事情 找许清潇聊一聊 师父您说 许清潇好奇道 你对激灵这娃娃感觉如何 吴明问道 他是大卫一品 见到女帝喊一声陛下 那是出于对大卫的尊重 私下里喊一声女娃也没有问题 感觉 感觉就这样啊 师父 你问这个做什么 许清潇没听明白 自己师父的意思 为师寻思 你还没有婚配 激灵这娃娃也没婚配 她要是普通人也就算了 任性点就任性点 可她是大卫皇帝 容不得她任性 早晚得嫁人 不过堂堂女帝 若是要嫁人的话 也不可能随便嫁人 最起码也得年龄上要相仿 其次得要是半生 最好还是一品的徒弟 能文能武 你咋说 无名出声 只不过她说的话 让许清潇不由一愣 好家伙 这几个条件 不就摆明说是自己吗 师父 莫开玩笑 陛下乃是大卫女帝 徒儿不去胡思乱想 许清潇直接拒绝了 倒不是真瞧不起自己 主要是 人家是皇帝 不可能嫁人吧 肯定是迎亲啊 而自己堂堂大卫兴盛 五道三品 让自己嫁人 抱歉 不可能 没能力 许清潇可以吃软饭 有能力 干嘛吃软饭啊 虽然说 女帝长得的确绝美 要是娶个 这样的老婆回来 嫡的确确 光宗要祖 最主要的是自己享福啊 可上门女婿 许清潇不干 这有什么 她是大卫女帝又如何 你还是大卫兴盛嘛 再说了 你还是我无名的弟子 为师就问你一句话 你觉得 季灵这娃娃漂亮吗 无名很霸气道 说不漂亮 肯定是假话 但 许清潇话还没说完 无名继续说道 行 那为师问你 倘若女帝愿意嫁给你 你要不要 不得骗为师 实事求是回答 无名直接打断 许清潇的言语 并且要求许清潇 不能骗她 此话一说 许清潇只能无奈道 师父 陛下国色天香 真要嫁给我 我肯定要啊 不过感情这种东西 她 许清潇还没说完 无名就消失了 仿佛得到了什么 肯定的答案一般 这一下子 许清潇有些郁闷了 不过也没多想什么 长辈之间的撮合也正常 反正感情这种东西 不能强求 当下 许清潇继续观看古籍 已经得知 镇魔神石的下落 许清潇 还想找找 其他两样东西的下落 等找到以后再出发 而与此同时 大魏京都 立步 陈正如正在处理 巨贤管之事 虽然这两天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可国家不能停止运转 该怎么做事 就得怎么做事 上书房内 陈正如开始审批 人才信息资料 可突兀之间 一道身影出现 是吴明的身影 看到吴明出现 陈正如立刻起身 朝着吴明一拜 晚辈陈正如 见过前辈 不知前辈找晚辈 有何贵干 陈正如恭恭敬敬 面对大魏一品 他行大礼 同时也好奇 吴明为何出现在这里 有一件大事 陛下的婚事 吴明开口 一句话说得 陈正如梦了 陛下婚事 身为臣子 抛开内政的话 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黄色的问题 女帝不嫁 或者不娶 不生皇子 对大魏来说 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眼下女帝比较年轻 倒还可以拖两年 但这种事情 能早点解决 就早点解决 不过女帝 找谁又是一个问题了 谁配得上女帝 这个问题 让文武百官都好奇 眼下吴明突然说这句话 让他的确梦了 前辈怎么说 陈正如有些好奇道 你觉得 许清潇如何 我这徒儿对陛下有些意思 只不过 我徒儿脸皮比较薄 他不好意思 我这当师傅的 就帮他一把 当个没人 吴明看向陈正如 开门见山道 这话一说 陈正如更加震惊了 守人 守人喜欢陛下 前辈 您这话是真的吗 陈正如整个人 直接站起身来了 望着吴明眼神当中 充满着震惊 许清潇喜欢女爹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嗯 守人亲口告诉老夫的 他愿意娶女帝 不过我这徒儿 脸皮薄 这点 你应该也清楚 吴明直接点头道 他还真不觉得自己撒谎了 毕竟自己问了许清潇 愿不愿意娶女帝 当然前提是女帝 嫁给许清潇 死 陈正如沉默了 一时之间 他难以消化这个事了 他有点不太相信 毕竟 谁敢对女帝产生这种想法呢 不过很快 陈正如眼中 顿时亮起一道金芒 他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许清潇 为什么要在大魏当官 为什么许清潇 如此任劳人怨 为什么许清潇 承受这么多 也不说一句苦 因为他眼里 都是女帝啊 死 原来是这样的啊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许清潇 竟然喜欢陛下 陈正如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以前 他还好奇 许清潇这么累 承受着这么多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却没想到 许清潇为的竟是女帝 这也太痴情了吧 怎么说 无明开口 他询问陈正如 后者顿时醒悟过来 随后看着无明道 前辈 这件事情 主要还是看陛下的意思 不过 晚辈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促成 这天下能配得上陛下的人 寥寥无几 守人敌的确却配得上陛下 可谓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 但到底能不能成 其实还是要看陛下的意思 倘若陛下对守人 一点想法都没有 那我等也没有办法 可若是陛下对守人有想法 那此事可称 陈正如如此说道 一个是大魏女帝 千古第一女帝 风华绝代 盛世荣言 一个是大魏兴盛 万古第一才子 风神俊朗 绝代无双 这两人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他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行 这件事情 交给你们六部去处理了 老夫就先走了 我这徒儿脸皮子薄 事情没确定之前 先不要与他说 免得他害臊 无明特意叮嘱了一句 在他这种 过来人眼中看来 许清潇就是脸皮薄 想想也是 毕竟人家是皇帝 有点害羞到也正常 好 前辈慢走 陈正如朝着无明一拜 而后者顿时消失在了原地 很快 带无明走后 陈正如 火速赶往户部 一刻钟后 户部尚书房内 顾炎正在与人交谈 只是突兀之间 房门被推开了 是陈正如的身影 顾尚书 顾尚书 有件大事 陈正如颇显得激动到 只是一推开房 便看到房内还有一个人 是李广孝 李先生 陈正如认识李广孝 眼神中有些惊讶 郑明 你怎么这般匆匆忙忙 这可不是你的行事作风啊 陈正如自证明 是李广孝的晚辈 自然可以这般称呼 有大喜事 陈正如直接将房门关上 他压抑自己内心的激动 如此说道 这一刻 顾炎与李广孝有些惊讶了 什么大喜事啊 陈上说 瞧把你激动的 顾炎好奇道 实在想不到 现在还有什么大喜事 能让堂堂大位丞相 这么激动开心 无名前辈 让我们促成女帝 和守人婚事 陈正如激动道 此话一说 李广孝和顾炎 顿时震惊起身了 陈上说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正明 你这是何意 两人直接起身 因为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震惊了 不过 陈正如没有啰嗦 将无名说的话 转述给两人 守人喜欢陛下 不过守人脸皮子薄 这点咱们都知道 他一直不敢说 现在 无名前辈觉得时机成熟 想撮合陛下与守人 陈正如激动道 这话一说 两人沉默了 过了一会 顾炎不由开口道 我就说嘛 为什么以往上朝的时候 守人为什么一直看着陛下 原来是这样的呀 老夫那个时候 就感觉有些不对 你说上朝就上朝 一直看着陛下做什么 原来是这样啊 好好 这是好事啊 陛下的婚事 迟早得办 不过按陛下这脾气 还有这性格 让他婚配 只怕陛下死活不答应 再者这天下 也没几个人 能配得上陛下 可守人不一样 守人既是我大卫新盛 又是我大卫 做了这么多事情 倘若他与陛下 喜结连礼 我大卫国运 当真要空前绝后的强大啊 顾炎激动无比道 现在大卫已经没有内忧外患了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不就是女帝的婚事 现在他们没时间管 不代表他们没去想 眼下许清潇这个最佳人选 竟然主动出现 让他们如何不激动 如何不喜悦 郑明 你说的话 句句属实 李广孝起身 抓着陈正如如此说道 关于女帝婚事的事情 他身为女帝老师 更加明白有多重要 当初他就提议过这件事情 只是女帝一直逃避 再加上他也不知道 许清潇是什么意思 万一女帝答应了 许清潇不答应 那岂不是尴尬 可现在听到这话 李广孝格外的激动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学生哪里敢在这上面乱说话啊 陈正如笑着无奈道 这话一说 李广孝二话不说 直接夺门而出 让陈正如与顾炎有些猛了 不知道李广孝去做什么 咱们也别废话 据通知其他几个尚书 这件事情 必须要从长计议 这是大好事 天大的好事 顾炎开口 拉着陈正如如此说道 陈正如点了点头 随后与顾炎离开 据通知其他六部尚书 甚至包括九位国公 这件事情 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文武百官齐心协力 撮合许清潇与陛下 而与此同时 大卫皇宫内 李广孝一路狂奔 他年龄这么大 身子骨有点不行 但奔跑速度极快 硬生生来到了养心殿外 通报陛下 陈友大事禀告 李广孝开口 无比激动到 很快 太监走了出来 将李广孝搀扶入内 进入大殿 龙椅上 女帝有些好奇地 看着自己这位老师 不知道对方怎么了 好端端怎么这么激动 你们下去 李广孝让其他人离开 很快 太监婢女们纷纷离开 紧接着 李广孝的声音响起了 陛下 陛下 原来守人 一直对您产生爱慕之心 李广孝直接开口 也遮遮掩掩 此话一说 女帝不由一愣 她望着李广孝 眼神当中充满着好奇 老师 您这是何意 女帝问道 很快 李广孝出生 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知女帝 而当听完此话后 女帝明面上依旧平静 但内心却已经掀起波澜了 她知道 许清潇对自己有些好感 但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竟然想要娶自己 这 这 胡闹 女帝开口 但声音并不是那种训斥 仅仅只是这样说了一句 不过李广孝瞬间就明白 女帝的心思了 如若是其他人说这种话 只怕女帝当场就要发怒 可听到是许清潇 只说了一句胡闹 压根就没有一点生气 无非是维持帝王威严罢了 想到这里 李广孝知道 这回当真 有可能撮合成了 陛下 老夫就不藏了 说直话 您莫要生气 守人乃是大魏兴盛 风神俊朗 如今也不过二十岁 论长相 也是顶尖 论才华 有目共睹 论实力 三平五者 指不定未来 就是二平五者 这样能文能武 又能治理国家 年轻俊俏之人 嫡的确却配得上陛下宁 倘若陛下还是这般 陈丹兴 会伤了守人的心 说不定有朝一日 守人就找别人了 李广孝出声 他劝说女帝 不要傲娇下去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这么极品的 就赶紧答应下来吧 然而 女帝没有说话 她站起身来道 朕 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 老师 不用多说了 女帝依旧有些傲娇 此话一说 李广孝无奈了 但女帝越是这样 李广孝就越是知道 女帝对许青霄 也有好感 没有好感 哪里会如此 算了 既然陛下当真 没有这般心意 那臣就转告守人吧 让他断了念想 寻一家好姑娘 莫要空腹韶华 陛下 老臣告退 李广孝起身 女帝既然还这样 那他也没办法 身为女帝的老师 他其实更加关心 女帝的人生大事 可就是因为身份问题 他没权利干涉 也不好多说啊 此话一说 李广孝起身离开 而龙椅上 女帝心情极度复杂 尤其是听到 李广孝说 让许青削断了念想 寻一家好姑娘后 更是下意识皱眉 而就在李广孝 走到殿外时 一道声音响起了 老师 莫走 朕 有事找您商谈 是女帝的声音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8章 朕魔神石下落 五帝以宝 抵达诸圣故居 大卫皇宫内 李广孝正在长篇大论 陛下 这男女感情 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一见钟情 一种便是长久相守 许圣许首人 对陛下您应当是一见钟情 毕竟陛下您风华绝代 许首人对陛下钟情 倒也正常 而陛下操劳国事 因朝政之事 使得您没有任何时间 去关心这些事情 也正是因为如此 陛下才对情感之事 有所顾忌 可平心而论 陛下您对许圣 就真的没有一点好感吗 李广孝认真说道 她是女帝的老师 也算是半个父亲 失者为父 所以 整个朝堂当中 她是最关心女帝婚配之事 都已经24岁了 再不嫁人 难不成想孤独终老 倘若继龄不是皇帝 那无所谓 可问题是 继龄是大卫女帝 24岁 差不多要考虑子嗣的事情了 一旦生出皇子 大卫王朝将会更加稳固 百官们也可以松口气了 尤其是现在 好不容易出了个许清潇 要长相有长相 有才华有才华 要能力有能力 而且 在民间的威望 不弱于这位帝王 最难得的是 许清潇喜欢女帝 这要是联姻 天下百姓都要拍手叫好 对大卫来说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老师 正是讨论国事的 你怎么又说这个 女帝开口 语气平静道 陛下 您这又是何必呢 老臣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 您还怕老臣说您什么 好 既然是说国事 那老臣就说了 陛下若是希望 大卫王朝稳固 就必须要考虑婚嫁大事 李广孝开口 他换个方式说 只是这话一说 女帝马上给予回答了 倘若是商谈国事的话 那正对许爱卿 的确有些好感 谈私事 季灵说不出口 谈国事 季灵可以回答 这就是他的性格 听到这话 李广孝心中 莫名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过想想也是 毕竟 女帝再有手段 也不过24岁 政治手段再强 问题是在男女感情上面 也是一窍不通 有些好面子也很正常 大卫女帝要点面子 不丢人 那既然如此 为了国家大事 老臣恳求陛下 与许生共结连礼 为我大位在天喜事 李广孝激动道 只是女帝 却直接摇了摇头 不可 此等大事 岂能而信 女帝态度很坚决 倒不是对许卿萧没好感 而是她没做好准备 此话一说 李广孝愣了愣 但她没有多说 而是看向女帝道 那这样 陛下 此事可以拖一拖 也算是让陛下和许圣好好沟通 相处一段时间 只不过 老臣有几件事情 要告知陛下 若是说得不对 还望陛下恕罪 李广孝说完这话 也不给女帝机会 直接开口 其一 望陛下不要再这般模样 守人如今已经成为大卫半圣 虽然喜欢陛下 但若是陛下依旧这般高高在上 换做任何男子 都接受不了 陛下要懂得适当之时 给许圣一点台阶 其二 要多多相处 隔三差五 也要刺点东西去 倒也不是 让陛下讨好许圣 而是对新圣的荣次 倘若许圣明白 他便会明白 倘若许圣不明白 那也无妨 最起码拉近关系 其三 陛下也不要整日处理朝政 如今 大卫外部 已经平乱 蛮族虽强 可大卫王朝 龙顶已住 踏平蛮族 不过是时间问题 内部藩王 也无需担心 眼下藩王没那个胆子乱来 国家内政 六步协调之下 必然使陛下安枕无忧 所以 陛下莫要以此为借口 逃避此事 还望陛下三思 李广孝提出三个条件 让女帝注意 这话一说 女帝想要反驳 但看到李广孝 满脸坚定的神色后 最终叹了口气道 行吧 朕尝试尝试 不过 朝政该处理 还是要处理 大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 朕还是要时刻戒备 女帝急于回答 他能接受 只是朝政 还是不能放下 对于这一点 李广孝并不在乎 只要女帝接受就好 有机会就有可能 既如此 那老臣就先行倒退了 李广孝没有继续说了 而是先行离开 怕女帝回头又反悔 女帝没有说话 而是目送李广孝离开 待李广孝走后 大殿内只剩下女帝 一人独自静坐 实话实说 对于这件事情 女帝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她对这件事情 根本就没想过 虽然很早的时候 她就知道 许清潇喜欢自己 但 但是还是认为 许清潇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可现在看来 许清潇当真对自己十分钟情啊 可问题是 自己乃是大卫女帝 自己并没有想过婚配之事啊 只是李广孝今日说的话 又让自己内心五味杂陈 万一自己太高冷 许清潇当真找了其他女子呢 之前不就是去了什么桃花庵吗 此时此刻 女帝脑海当中 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自己对许清潇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说没有好感 那是假的 毕竟许清潇相貌不凡 而且又如此年轻 再加上 如今更是大卫兴盛 这身份地位上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女帝不喜欢太快 她想慢慢来 在有好感的情况下 慢慢建立感情 想到这里 女帝最终叹了口气 试一试吧 也不定如此强求 若是真合适 也就算了 倘若真不合适 那也就算了 大约小半个时辰 突兀之间 赵婉的声音 从殿外响起了 陛下 许清潇求见 随着赵婉的声音响起 纪灵刚刚平复下来的心 又动乱起来了 许清潇求见 难不成直接上门提亲 女帝眼神当中 难得出现一抹慌乱 但很快 她将这点慌乱振住 取而代之的是平静 宣许爱卿入殿 女帝开口 不管如何 先宣许清潇入内再说 随着女帝开口 很快许清潇的身影 从殿外缓缓走了进来 踏入养心殿 许清潇直接朝着女帝开口 陈许清潇 拜见陛下 许清潇作礼 如此说道 爱卿莫要客气 朕之前说了 往后见朕 无需行礼 女帝出生 望着许清潇 声音平静 但莫名有些紧张 陛下 陈此番前来 有两件事情 许清潇出生 也不等女帝说什么 许清潇直接开口 敢问陛下 知晓镇魔神石 龙血阳玉 还有八宝佛连吗 许清潇问道 她已将藏经阁所有书籍 全部看完并没有找到镇魔神石 龙血阳玉 还有八宝佛连的事情 压根就找不到 如今成圣了 许清潇阅读书籍 不到一刻钟就能全部看完 这是圣道之力 镇魔神石 龙血阳玉 八宝佛连 女帝有些好奇 她微微沉思 过了一会 女帝很快想到了 龙血阳玉 以及八宝佛连 朕不清楚 但镇魔神石 朕倒是清楚 此物是宫中宝物 镇年幼时 曾看到过 在镇父皇手中 女帝给予回答 同时看着许清潇 有些好奇 许爱卿为何询问此物 她不解 十分好奇 陛下 臣需要此物 镇魔神石 可藏在宫中吗 听到这话 许清潇有些喜悦了 她直接询问女帝道 不在 女帝摇了摇头道 此物肯定不在宫中了 镇父皇将此物藏起来了 她如此说道 与其十分笃定 可这番的笃定 让许清潇有些沉默了 藏起来了 藏在何处 成了陪葬品吗 许清潇有些不明白了 这东西藏起来做什么 也很好奇 是不是成了陪葬品 听到许清潇如此询问 女帝一时之间沉默 但过了一会 女帝继续说道 爱卿 此物对你重要吗 女帝没有回答 而是询问许清潇 陛下 此物对臣来说 极其重要 事关重大 许清潇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可她不想隐瞒 因为这东西 对自己真的很重要 若是没有这样东西 那艺术之祸 就永远是自己头顶上的刀子 随时掉下来 听到许清潇 面色如此坚决 女帝叹了口气 当下她一挥手 殿门自动关上了 养心殿内也在这一刻 变得无比安静 看到这一幕 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不过她没有多说 而是等待女帝开口 爱卿 镇摩神时牵扯一件事情 一件大伪心腻 倘若 你知晓了此事 对你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可若是不说 朕知道你不会甘心的 女帝出声 她的声音显得无比严肃 面容也极其认真 是关于镇摩神时的吗 许清潇问道 嗯 女帝缓缓点了点头 当下许清潇 直接开口道 请陛下明言 臣是大魏新圣 亦是大魏王侯 请陛下放心 不管臣听到任何事情 永远是与大魏王朝一心的 许清潇出声 女帝说这么多 显然是一种暗示 而许清潇也没有废话 她需要镇摩神时 无论如何 自己都要得到 听完许清潇所言 女帝点了点头 紧接着开口道 镇摩神时在父皇手中 而父皇已经驾崩多年 只不过 镇摩神时并没有陪葬 而是被镇的父皇藏起来了 藏在了五帝遗宝内 女帝出生 她道出这则心秘 而许清潇在听到五帝遗宝 这四个字后 心中露出惊恶 但明面上 她显得十分平静 没有露出什么表情 反倒是显得好奇 五帝遗宝 先皇弄这个作甚 难道是怕大魏有朝一日 被外敌入侵 所以藏有医宝 给陛下东山再起的机会 许清潇故作好奇问道 只是女帝沉默不语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一时之间 许清潇也沉默了 因为自己说的话 纯粹就是强行装作不懂 东山再起个毛 假设真有这种可能性 得藏多少宝物 才能让大魏东山再起啊 真要有这么多宝物 为什么不留给女帝 好好发展不行 非要留一手 大魏最缺的不就是银两 有钱好办事啊 藏起来吃饱 没事干 你说是前朝被灭 留下宝物还差不多 可问题是 大魏可没有前朝这个说法 所以自己提出的可能 完全不符合逻辑 不是为了东山再起 而是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涉及到中州仙藏的秘密 不过不是为了朕 而是为了朕的哥哥 女帝开口 如此说道 此话一说 许清潇当场愣在原地 女帝的哥哥 太子 五帝遗孤 还真有这段传说 许清潇真的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居然是真的 大魏当真有遗孤 这 许清潇深吸一口气 说实话入朝堂之前 许清潇也怀疑 是不是有五帝遗孤 不然白衣门吃饱 没事干做这个干嘛 可入朝堂之后 许清潇就不觉得 有五帝遗孤这个说法了 当真有五帝遗孤的话 六部 国公 列侯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 自己如今好歹也是平乱亡了吧 再加上大魏新盛的身份 跟六部以及五官之间的关系 算得上是极好 不可能不告诉自己的 只是随着女帝这样说 许清潇即便是不相信 也得相信了 许清潇沉默 而女帝继续开口道 许爱卿 你还愿意继续听吗 女帝询问许清潇 这件事情涉及太大 她不想要把许清潇牵扯进来 请陛下告知 陈身为大魏议员 有责任承担 许清潇开口 此话一说 女帝深吸一口气 既然许清潇愿意承担 她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朕有一个哥哥 除了少数一些王爷知晓以外 无人知晓 朕的哥哥 原本应当是大魏太子 但当初父皇北伐之时 隐约察觉 大魏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 此人图谋极大 已经不是动摇国本那么简单 一旦让其图谋成功 整个中州只怕都要沦陷 而且与大魏文公有关 只是父皇并不知道是谁在幕后 所以他按兵不动 为了引蛇出洞 父皇更是隐瞒了太子诞生的事情 这也是为了保护太子 毕竟当时在北伐 他难以照料太子 至于朕不一样 朕是女子 天下人不会对一个根本不可能 继承皇位的女子下手 所以 朕侥幸活下来了 随着北伐失利 事态越来越严峻 父皇为了保护太子 命人送走了太子 并且步了后手 将一些宝物藏了起来 朕魔神石 就这样被父皇藏了起来 至于藏在何处 朕不清楚 这些事情 也是父皇晚年时 告知朕的 女帝开口 这些话从他口中说出 看起来很平静 但许清潇能意识到 女帝登基之前 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先帝将宝物藏起来 是为了中周先葬 可将太子送出去 为何到现在太子不见人影 先帝晚年之时 太子也已经长大成人 完全可以接回来 许清潇询问道 虽然这话有些大逆不道 但他还是想问清楚一些 毕竟现在的皇帝 是继灵 而不是太子 接不回来了 父皇派人送走太子 是请一位二平武者护送 而那位二平武者 已经死了 没有人知道 太子去了何处 父皇临死之前 也没有告诉朕 因为他也担心 朕会因为皇位 从而是杀兄长 帝王家便是如此 没有什么感情可说 所以这成为了一桩一案 女帝尽可能 用一种很平静的口气数说 但许清潇听得出来 女帝得知五帝的想法后 是有多难受 可许清潇没办法安慰 因为换作自己是五帝 自己也不敢说 毕竟在继灵面前的 可是大卫皇位 倘若得知自己哥哥的下落 身为掌权者 谁会放过自己的哥哥 让其继承大统 自己把皇位拱手相让 如若是从小玩到大 有深厚感情 还有一丝可能 只是两人之间 没有半点感情 女帝甚至都没有见过 自己这位哥哥一眼 这种情况下 五帝的选择没有错 只能说无情了一些 但绝对是一位帝王 该做的事情 既然无人可知 为何白衣门知晓 许清潇继续问道 他敏锐地发现这个漏洞 此话一说 女帝也平静回答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父皇藏得再好 也没用 这世间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太子的母后 在生完太子之后 离其市去 他这一族 也被斩草除根 但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有些人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们等父皇驾崩之后 立刻组建白衣门 将这件事情散播出去 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 朝廷能压制住 这种流言蜚语 但白衣门却知道 镇敌的确却有一位 同父异母的哥哥 也就是大魏太子 只不过 他们认为 是镇谋害了大魏太子 登基皇位 却不知道 镇之所以能登基 靠的是藩王支持 女帝回答 又说了一则 让许清潇 惊讶无比的消息了 靠藩王支持 的确 女帝登基是一个谜 毕竟当年五帝驾崩 天下所有人都认为 五帝会选择一位 皇族王爷继承大统 毕竟 女子登基 实实在在没听说过 但女帝就这么登基成功了 出乎所有人预料 世人都说 女帝登基 肯定藏着惊天秘密 可具体是什么 谁也不清楚 而许清潇 曾经也有所好奇 女帝登基 各地藩王为什么不动 这个时候动是最好的 直接造反 让女帝根本没机会反应 但各地藩王没有这样做 这一点许清潇思考过 最终觉得 应当是女帝有什么手段 牵制住了各地藩王 很有可能 跟一品有关系 随着后来 自己拜师一品后 许清潇也更加确定 这个可能性了 毕竟自己 可是实打实 看过一品天威 有多恐怖的 可现在 女帝竟然告诉自己 当初她登基 有藩王在幕后支持 那个藩王这么蠢 想控制女帝吗 这不可能 也没道理 能自己当皇帝 为什么要去控制女帝 就不怕女帝反水 许清潇脑子飞快运转 很快她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陛下 文公也在背后支持 对吗 许清潇询问道 嗯 有文公的影子 朕能得以继承 文公也帮了极大的忙 认为 随意挑选藩王 会引来内乱 由自己继承 可以稳固江山 但主要还是藩王支持 只是朕不知道是哪一位藩王 倘若没有藩王的支持 哪怕文公说得再好 大魏必然会起兵乱 一品武者不会出面干涉 只要大魏的皇帝姓绩 那么一品就不会出面 所以 能够压住各地藩王的人 只有藩王 而且是手握兵权的藩王 如今看来 很有可能是怀宁亲王 女帝给出答案 却让许清潇彻彻底底 感觉复杂了 怀宁亲王 他是最想造反的一个人 怎可能又变成扶持 女帝上位的藩王呢 可以说 到现在 怀宁亲王 估计都想要造反 许清潇也做好准备对付他 现在一听 简直是太复杂了 怀宁亲王帮女帝做什么 扶持女帝上位 想要控制女帝 这明显没道理啊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不在最开始的时候 直接造反 他掌握麒麟军 五大营之一 而且他本身就与五帝是同一辈的 有足够的威望 真要说 还真没几个人 比他更合适当大魏帝王 除了永平亲王 毕竟永平亲王 当初的的确却是下一任大魏皇帝 如果不是发生了进城之耻 那么永平亲王就跑不掉了 所以 许清潇真不敢相信 背后支持女帝的藩王 会是怀宁亲王 这太绕了 极其极其的不合理 一句话 怀宁亲王图什么 这只是朕的猜测 徐爱卿莫要多想 是不是怀宁亲王 还不清楚 总而言之的是 先帝北伐失利 但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设计中州仙藏 这才是一切的根本 传闻开启中州仙藏 可得天下 而开启中州仙藏的办法 就藏在了太子与五帝以宝中 这些年来 朕也让人暗中搜查 不过一无所获 白衣门 各地方王 甚至文公也在偷偷调查 每个人都想得到中州仙藏 大魏用国家根基换回来的东西 意义非凡 女帝认真道 国家根基换回来的 陛下的意思是说 大魏后期北伐 不是为了镇压蛮族 而是为了中州仙藏 许清潇对这个中州仙藏 并不是很了解 只是好奇北伐 自然 七次北伐 前三次大获全胜 杀到蛮族诗颜色 于战争来说 前三次的北伐 已经报仇血恨 也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后面四次 完全不需要继续北伐 可大魏 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北伐 难不成 许爱卿以为先帝当真是杀号战吗 女帝如此说道 这话 也算是解开了许清潇心中一个疑惑了 许清潇敌的确确好奇 大魏七次北伐 前三次 也把蛮族杀得哭天喊地 从战争的角度上来看 绝对是稳赚不赔的 没必要彻底图干净蛮族 因为继续打就是浪费 杀了蛮族七成 为了彻底剿灭蛮族 发动新的北伐 不立国也不立民 五帝冲动不说 六部官员岂能坐视不管 按照户部传统 怎可能让五帝继续打 完全没必要啊 打赢了也不赚 打输了血亏 可五帝不但打了 而且还进行了四次北伐 这要不是大魏实在扛不住 估计 第八次第九次都有可能 也正是因为 最后四次的北伐 原本应当是神武大帝 现在史书上 仅仅只是五元二子 代表着大魏王朝 从经济发展 又重新变回战争发展 许清潇一度好奇 五帝为何这般 现在彻底明白了 原来图谋的东西 居然是中州仙藏啊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可听名字也知道 绝对不是普通东西 通过方才女帝说的 得中州仙藏者 可得天下 对比一下 五帝这么冲动也正常 诱惑太大了 击败蛮族 大魏王朝只是在变强一点 依旧被突携王朝 和出源王朝限制着 而得到中州仙藏 直接统一天下 跳过统一中州 直接统一天下 换谁谁不心动 那个帝王不会心动 何情何礼 此时此刻 许清潇大致搞明白 五元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进城迟后 五帝登基 霸气回击 三次北伐 达到蛮族哭天喊地 但五帝也因为这场战争 发现中州仙藏的秘密 从而为了得到仙藏 不惜继续发动战争 四次北伐 得到了东西 但应当是没有全部拿到 而为了让大魏后带君王 得到仙藏 将太子送出 秘密藏在太子身上 而关键物品 全部被五帝藏起来了 也就是五帝医保 许清潇只能这样去推算 按照最合理的方式 至于为什么不留给女帝 这个许清潇 直接就想到了 不是不相信女帝 也不是帝王真的无情 而是两点 第一 他不知道 女帝能顺利登基 五帝当年的旨意 是让皇室和六部抉择谁继承皇位 皇室选择了女帝 六部选择了女帝 文公也选择了女帝 这一点出乎五帝预料之外 第二 他不确保女帝能不能稳固江山 真什么都交给女帝的话 大魏王朝背后 可是有幕后黑手啊 这个幕后黑手 很有可能就是文公那个黑手 要是被对方拿到了 为别人做嫁一事小事 更主要的是 大魏也要亡国 人家绝对不会放过大魏的 所以保守起见 送出太子是最好的选择 没有之一 换句话来说 五帝已经做好了自己得不到 也不让别人得到的准备 最起码 大魏王朝还在 最起码天下生灵 不会惨遭毒手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也是最稳的办法 但眼下有四个问题 摆在许青霄面前 谁在幕后支持女帝登基 他为什么要支持女帝登基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他到底有什么图谋 前面两个问题 想来要不了多久 或许就能得到解答 怀宁亲王等不及了 迟早会造反的 而自己也迟早会与怀宁亲王正面交锋 不是怀宁亲王 其他王爷也不会坐视不管 倘若怀宁亲王不造反 那就更好说了 自己直接起脸询问 反正这些藩王也活够了 该杀就杀 该削就削 大魏想要彻底安安静静发展 藩王必须要处理 是必须要处理 真正困扰许清潇的问题是后面两个 幕后黑手是谁 是不是文工那个 这家伙到底在图谋什么东西 中州仙藏吗 可为什么又要涉及文工 影响如道一脉 一时之间 一个又一个事情出现 让许清潇真的有些应接不暇了 终究是自己太小看了这个世界 还以为做到这个程度 就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 现在看来 路还很长啊 不把这个家伙揪出来 自己就别想过好日子了 不过万幸的是 自己的艺术可以得到解决 不然的话 那自己就麻烦了 徐爱卿 正模神识的事情 正帮你想想办法 天地之间 应该不止一块 正让人去搜寻 说不定能找到第二款 同时 正也一直暗中调查 先帝医保的下落 若有什么线索 第一时间告知你 说到这里 女帝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她看向许清潇 如此说道 臣 多谢陛下 许清潇点了点头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不过 五帝医保的事情 自己也有些线索 可以着手调查研究 五皇 对了 徐爱卿 你第二件事情 是何事 女帝询问 许清潇第二件事情 哦 回陛下 臣第二件事情 倒不是什么大事 臣打算出门一趟 去祭拜一下诸盛 许清潇开口 这就是她第二件事情 祭拜诸盛 不知为何 听到许清潇第二件事情 竟是这个 女帝莫名有些失落 但只是一点点失落 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显得有些好奇 嗯 臣已经成为半圣 应当去祭拜一下诸盛 毕竟 诸盛是我大位圣人 臣礼当敬重 诸盛一脉虽然辱臣 可臣对诸盛充满敬重 许清潇出声道 他要离开 去诸盛故居 得到诸盛真灵 然后再着手调查 一下午第一宝的事情 好 朕派点人跟你过去 保护你的周全 女帝点了点头 同时打算派点人 去保护许清潇 可此话一说 许清潇苦笑一声 望着女帝道 陛下 派人保护就算了 臣好歹 也是三品五者 再大位境内 倒也不怕什么 许清潇拒绝了女帝的好意 那行 许爱卿去多长时间 遭到拒绝后 女帝并没有生气什么 而是询问许清潇去多久 十日内会回来 许清潇如实回答 十日 这个时间不长 当下女帝神色温和道 既然如此 许爱卿好好保重身体 莫让朕牵挂 他下意识开口 只是话一说完 自己也意识到一些不对 只不过 许清潇倒没有察觉什么 而是点了点头 朝着女帝一拜 多谢陛下牵挂 臣 告退 嗯 许爱卿慢走 女帝回答 当下 许清潇转身离开 走出了养心殿内 走出养心殿 许清潇 直接回了一趟侯府 告知陈兴和自己要离开 同时也询问陈兴和 什么时候回去看老师 只是陈兴和告知 他不打算回去了 打算等科举结果出来 好好用功 虽然不知道陈兴和 为何突然变得这么勤奋 但对于这位师兄 许清潇还是急于鼓励 就如此 许清潇取走了单神古京 随后直接离开了侯府 去了一趟桃花庵 临走之前 见一见白衣姑娘 或许是因为 得知可以解决艺术 许清潇也算是彻底放下心来了 从平安县到大卫京都 许清潇没接触过几个女人 永平郡主不算 那么就只有洛白衣以及女帝了 两个都是人间角色 但许清潇更偏向洛白衣一些 女帝毕竟是皇帝 自己哪里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而洛白衣不一样 那种淡淡不识人间烟火的感觉 许清潇颇为喜欢 所以临走之前联络一下感情也是好事 只不过 再见到洛白衣时 或者一见到自己 便哭成泪人 让许清潇有些不知该说什么了 下意识还以为是受了欺负 后来问清楚才知道 昨日自己被雷劫 洛白衣伤心欲绝 如今再见自己 才会如此激动 这让许清潇不由一笑 但内心还是一暖 最起码 这世上有个人还牵挂着自己啊 莫妖哭了 白衣姑娘 再哭就丑了 许清潇微微笑道 此话一说 洛白衣的确停止哭泣 但还是在深吸气 看来的确伤心啊 白衣姑娘 徐某妖走了 出去一段时间 十天左右 需要给你带点什么吗 许清潇说出来意 而洛白衣摇了摇头 看着许清潇道 只要许公子平安归来 白衣就满意了 洛白衣出生道 声音显得切入 说完这话 漂亮的脸蛋 也有些淡红 行了 不要伤心 对了 白衣姑娘 找郎中看了没有 许清潇还记得 洛白衣浑身冰冷的事情 所以询问道 找了 郎中还是看不出来 只是说 有些阴寒 与体质有关 洛白衣开口 让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不过 许清潇也没有耽误时间 喝了点小酒之后 便起身道 等许某回来 处理完事后 找人帮你治好 白衣姑娘 莫要牵挂 许某走了 许清潇来这里 纯粹只是想要 见一见洛白衣 因为在这里 她不知为何 总是能放下一切烦恼 或许是因为 洛白衣的宁静 也或许是自己 给自己找了块净土吧 许清潇走了 洛白衣没有留 她知道 许清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背负着很多东西 自己留不住许清潇的 但她依旧开口 让许清潇注意 默念 许清潇伸手摆了摆 而后离开桃花庵 前前后后不到半个时辰 待离开桃花庵后 许清潇直接离开了大魏京都 武道胜利在身后凝聚羽翼 朝着阳平县急速飞去 诸圣故居 就在大魏阳平县 也就是林阳郡 林阳侯的老家 一路上 许清潇都在思索一件事情 五帝以保的事情 按理说五帝以保已经被自己取走了 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震魔神石 而且许清潇记得很清楚 除了单神古今之外 敌的确却什么都没有 有的话早就被自己拿走了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 那不是真正的五帝以保 真正的五帝以保 在平安县内 但不在那个地方 葬单神古今的地方 是一个贾宝藏地点 五帝骗人的手段 但为了让人深信不疑 将单神古今放置其中 自己也的确上当了 想到这里 许清潇不由唤醒了单神古今 询问一些相关事情 而与此同时 大魏皇宫 养心殿内 女帝静静坐在龙椅上 殿下赵瓦的声音不断响起 陛下 太上先宗传来书信 五日后 先宗内门弟子 尽数抵达大魏京都 其余六大先宗 也先后传来书信 近期都会抵达京都 赵瓦出声 告知女帝这件事情 大魏文公走了 自然先门 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入京 好 让礼部准备好接待 莫要怠慢这些先门弟子 女帝开口 如此说道 很快 赵瓦点了点头 紧接着继续道 陛下 平乱王已经离开京都了 不过临走之前 又去了桃花安 是否跟上次一样 封锁消息 赵瓦出声 这般说道 只是此话一说 女帝眼神却微微一变 又去了桃花安 是又找了那个洛白衣 女帝问道 回陛下 是的 赵瓦如实回答 朕知道了 继续封锁消息 女帝给予回答 不过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内心却显得有些古怪了 一时之间 他有些好奇 这个洛白衣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为何能让许青霄这般吃恋 还有 许青霄不是喜欢朕的吗 怎么又这样 不对 不对 难不成当 真是朕有些冷漠 唉 不想不想 不管 一时之间 女帝脑海当中浮现许多想法 只是很快 三个时辰过去了 天穷如墨 此时 南玉府 平安县 望秋山 一行身影 缓缓出现 是白衣门的人 他们正在等待着月圆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19章 白衣门猜想 一故是陈兴河 再次对话诸盛 平安县 望秋山 约莫五人 聚集在此地 五人竟然戴上面具 望着天穷 看不出神色 他们的面具 分别画着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麒麟 代表着五方神兽 是白衣门的五大天王 再有一会 月圆之日就到了 到时我等便可借助阴阳之力 打开五帝宝库 得到五帝之宝了 有人出生 语气显得异常激动 他们是白衣门的五大天王 地位极高 已经算是核心中的核心了 嗯 门主说了 这件事情办好 我等都能获得奖赏 月圆之日当 真是难等啊 不过好在 没有耽误太长时间 他们议论 身为五大天王 竟然是四品王者 但对于白衣门门主许诺的奖赏 依旧充满着期待 行了 不要废话 月圆马上到了 凝聚好阴阳之力 有人开口 面具画着麒麟图案 让众人莫要说话 此话一说 其余四人立刻沉默 大月一刻钟后 终于天穷之上的明月 绽放光芒 顿时之间 青龙与白虎两位天王出手 凝聚出阴阳之力 当下空间扭曲 一股强大的犀利 将五人拉扯入内 很快 五人的身影消失 而下一刻 白衣门五大天王 进入了五地秘境之中 五地秘境 是一个山洞 看起来有些荒杂 除了一座祭坛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了 连根毛都没有 五人进入秘境 第一时间便开始搜寻 只是一眼便发现 山洞内什么都没有 可突兀之间 麒麟天王的声音响起 你们看石壁上 随着麒麟天王的声音响起 一时之间 其余四位天王 纷纷将目光看向石壁 一眼看去 顿时之间 四人神色有些变了 无奈大魏忠良 一生随陛下征战 七次北伐 赫赫战功 天不逢时 班师回朝 陛下无心朝政 以至朝中奸臣滋生 借陛下之病痛 肆无忌惮 把持朝政 礼乐崩坏 陛下晚年之际 更是惨遭奸臣幽静 陛下深知朝堂大变 虽有心法党 但无力而为 故委托臣下 将陛下子嗣带走 隐藏民间 待时机成熟 班师回朝 重夺皇位 然而 朝中大臣已有察觉 派精兵无数 日夜追杀 卫护陛下遗孤 无将遗孤安置平安县中 开辟此处 若后世之人 有报国之心 有中军之心 定要寻得五帝遗孤 朱坚臣 清君策 还我大魏朗朗乾坤 祝 陛下曾请大真人 观过皇子面相 未来相貌英俊 有如到大财之姿 亦有五道神威 文武双全也 后世人切记 五段文字出现在石壁之上 这一刻五人的目光 瞬间变得有些惊恶 这 果然 先帝果然有一个遗子 这是重要证据 果然如门主说的一模一样 五帝有遗子 没想到 竟然遗留在平安县 几人惊恶 他们身为白衣门天王 对白衣门自然是绝对忠诚 但对于五帝遗子 就没有那么相信了 毕竟这种事情 他们又不清楚 白衣门打着寻找五帝遗子的口号 图谋造反 是真是假 谁敢确定 而对于他们来说 加入白衣门 要么就是走投无路了 要么就是白衣门 能给他们带来帮助 大家属于各有所需 倘若造反成功了 你好我好 可倘若造反失败了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现在 他们来到了五帝遗迹之中 实实在在得知 五帝遗孤之事 竟然是真的 这就意味着 白衣门压根就不是造反组织 而是真正的正义之事 虽然这对大局没有任何影响 毕竟白衣门早就说过 可这块石壁 对白衣门弟子来说 尤其是 他们五人来说 有一定的意义 增加造反的自信 但真正让五人惊恶的 不是这个 而是五帝 遗孤在平安县 而且有如到大财之相 亦有五道神威 文武双全 这才是五人真正惊恶的地方 大魏王朝 如今国运昌盛 凝聚大魏龙顶 气运无双 以现在白衣门的实力 想要造反 基本上是做不到了 除非与大魏藩王联手 不然的话 想要造反 还是洗洗睡吧 五大兵营 现在尽数被女帝掌控 君民一心 再加上还有个许清潇 就更别说了 所以 造反的事情 白衣门现在压根就没想法 只能四肩动 等待时机成熟 可如若找到了五帝遗孤 那就不一样了呀 五帝遗孤 是大魏名正言顺的太子 而且还是男子 倘若找回来了 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归朝廷 就当着许清潇和六部尚书的面 将五帝遗孤带出来 许清潇不是半圣吗 难不成还敢杀了五帝遗孤 六部尚书 大魏国公列侯 那个敢不遵这位遗孤 真要敢杀 大魏百姓能不能接受 诸圣一脉 天下读书人骂不骂死你 师兄 这可是天大的罪过 尤其是皇帝 你敢师兄 给天下人带了一个这样的头 那如道理越崩坏 道德沦丧 大魏国运想不受到影响都不行 找到五帝遗孤 就意味着可以要挟女帝退位 直接让女帝退位 肯定是不行的 可白衣门借助民间势力 各帝藩王纷纷施加压力 外加上天下读书人口诛笔伐 女帝不退不行 你不退位 各帝藩王可以名正言顺造反了 一品都不好插手 毕竟这是皇室的家事 哪里有太子不登基 让公主登基的事情 民间也会乱起来 倘若长子不登基 继承大统 大魏百姓家家户户 都要闹腾起来 那些老二老三 甚至是幼子 谁不基于家产 谁不想多分一点 看似感觉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但影响却极大 尤其是石壁上 还特意落款一句 陛下曾请大真人观过皇子面相 未来相貌英俊 有如到大才之姿 亦有五道神威 文武双全也 后世人切记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这位武帝遗孤 文武双全 是一位有能力 有实力的皇子 而不是那种废物 怕就怕沦为遗孤后 没有任何一点才能 这样的话 朝廷会以此为由 封个王爷 差不多就算了 可要是这位大魏遗孤 要才华有才华 要武力有武力 文武双全的话 就一定能影响到大魏 白衣门 藩王 天下读书人 纷纷助力此人 有足够的底气 与大魏女帝叫板了 这一刻 青龙天王的声音不由响起 原来 五帝遗孤 竟藏在平安县啊 而且文武双全 未来必成大器 等等 许清霄 不就是平安县的人吗 他年龄好像与五帝遗孤相仿啊 难不成 许清霄 就视五帝遗孤 他的声音响起 显得无比惊恶 此话一说 其余四位天王 也露出震惊之色了 倘若当真是许清霄 那就麻烦了 至少对白衣门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许清霄 现在是大魏半圣 心系大魏苍生 如今被风平乱亡 又享受大魏一半国运 完全不在乎什么地位 就算许清霄 真是五帝遗孤 也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许清霄 不会造反 不可能 我知晓许清霄的年龄 他今年才刚刚二十岁 大魏女帝二十四岁 两者之间相差四岁 五帝一顾年龄上 应当比女帝大一点 怎可能是许清霄 玄武天王出生 他直接否认了这个可能性 年龄上相差四岁 这个问题无法解释 或许是许清霄谎报年龄 这些读书人 把自己年龄说 小一点也正常 青龙天王回答 提出这个可能性 但很快 朱雀天王摇了摇头 这更不可能 人可以助言 也可以谎报年龄 但肉身骨骼 以及气血是无法骗人的 许清霄 倘若谎报年龄 大魏文公早就要做文章了 倘若许清霄真谎报年龄 明明二十四岁 王小说四岁 按照朱胜一脉这种妙性 他们不会说 朱雀天王的声音响起 众人纷纷点头 道 不是不怀疑许清霄 而是太相信 朱胜一脉的尿性了 天下谁不知道 朱胜一脉是什么品行 不是许清霄 那会是谁 文韬武略 这种人想来不会低调 再者如今算起来的话 应该有二十五岁 甚至二十五以上 若是还潜伏 等过些年 只怕就算出面 大魏王朝也不可能 让他继承皇位 青龙天王同意朱雀天王所言 但问题是 五弟遗孤是谁 一瞬间 众人有些沉默 而突兀之间 麒麟天王的声音响起了 你们知不知道 许清霄有一个师兄 麒麟天王的声音响起 一时之间 众人不禁充满着好奇 听说过 但名气不大 好像叫 叫什么来着 有印象 太平师会的时候 许清霄这师兄出面过一次 后来就不清楚了 你这么一说 我记起来了 许清霄是有一个师兄 不过叫什么 我不知道 麒麟天王 你的意思是说 许清霄的师兄 或许是五弟遗孤 四人开口 他们截然 不记得陈兴河的名字 毕竟陈兴河又没什么名气 唯一的名气 还是沾了许清霄的光 不然的话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陈兴河是许清霄的师兄 有这个可能 不过不好说 我没有见过他 只不过 门内有探子记录了他的信息 年龄刚好24岁 正月出生 也是个读书人 不然的话 小小一个平安县 除了许清霄之外 还听闻过有什么才子吗 麒麟天王回答道 许清霄自出名之后 白衣门便在暗中观察 不说记录到一举一动 那么详细 可身边有谁 自然要被记录下来 恰好 麒麟天王 看过陈兴河的信息资料 只是没有太放在心上 毕竟一个混子 有什么好记得 如今看来 这个陈兴河 很有可能是五弟遗孤 倘若当真是他的话 那也麻烦 青龙天王出生 如此说道 不 说不准的 谁能保证他知道 谁又能保证 许清霄知道 再说了 他身为许清霄的师兄 眼睁睁看着自己师弟 一步一步 问鼎至高 他心甘情愿吗 人心都是自私复杂的 倘若 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许清霄 也不知道 他这位师兄的身世 对我等来说是一件好事 当然 也不一定就是他师兄 或许是别人也说不准 这样 我与朱雀在平安县调查 你们三人回去禀告此事 让门主来做抉择 莫要自行主张 万一耽误了什么大事 我等也吃不消 麒麟天王没有轻举妄动 他只是猜测一番 是不是陈兴河 还是一个未知数 没必要如此着急 嗯 麒麟天王说的没错 还是让门主来定夺吧 几人点了点头 只是玄武天王的声音响起了 其他的先不说 五帝遗宝在何处 为什么这里 什么都没有 他皱着眉头 显得有些疑惑 此时此刻 众人也不由露出好奇之色了 这里是五帝宝库 可却没有一点宝物 虽然得知了一些信息 可他们更在乎的 还是五帝遗宝啊 他们可是知道 五帝遗宝价值连城 各方势力都想要得知 整体有什么东西 他们不确定 但唯独确定的是一样东西 丹神古经 一本记载天下丹方的古经 据说 其中还记载了 破镜丹这种神物 可问题是 这里没有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被人截足先登 要么就是被此人藏起了 麒麟天王指着石壁如此说道 不可能被人截足先登 我们白衣门早就知道了 没有人知晓 五帝遗宝在此处 真要说的话 那就是许清潇知道一些 可他也不清楚 五帝遗宝的秘密 无言不会告诉他的 应当是这位前辈 带走了 很有可能藏在了遗孤身上 青龙天王出生 直接否决了这个可能性 众人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青龙天王说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可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了 是玄武天王 有一件事情 你们注意到了吗 这石壁上的文字 好像是刚刻印上去的 玄武天王如此开口 指着石壁说道 此话一说 众人的目光全部落在石壁上 别说还真是这样 这有什么奇怪的 跟随五帝七次北伐 而且还能立下赫赫战功之人 想来是个大人物 再差也得是个二品武者 而且这里是洞天世界 二十年前刻上去的字 今日看来仿佛刚刻没多久 这种手段算得了什么 青龙天王不屑一顾道 他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 反倒是觉得 众人有些疑神疑鬼了 行吧 别的不管了 先将这件事情告诉门主再说吧 其余的事情 以后再说 麒麟天王说到这里 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众人不语 而后继续搜查一番 发现狄的确却没有任何物品后 这才离开 而与此同时 大卫林阳俊 杨平县 这里是大卫圣人之乡 诸圣出生在这里 也是他的故居 几乎每天 杨平县都是人满为患 各地的才子都会前来此地 祭拜诸圣 表达一下自己的赤子之心 也希望圣人能加持一点圣意 好让他们来年终局 只是今日 府城里来了人 大批观察将杨平县封锁 不允许所有读书人入内 以至于有传闻 说是许清潇要打击诸圣一脉 所以 彻底废除诸圣故居 导致有一批读书人死活要闹事 后来在官府再三保证之下 这帮读书人 这才善罢甘休 倒不是这帮读书人 非要折腾什么 而是牵扯到了诸圣 即便是再明是非的读书人 也不可能 眼睁睁地看诸圣故居被毁 而随着观察封锁阳平县 许清潇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诸圣故居内 他如今已是三平 想要逃过观察的封锁 自然是轻而易举之事 封锁诸圣故居 是许清潇的意思 之所以如此 就是怕惹来什么是非 眼下诸圣故居空无一人 许清潇也一个人慢慢寻找 诸圣故居不大 就是一处宅院 诸圣读书的地方 和一处院子 还有住的地方 落在院中 淡淡的圣意弥漫 藏在发烧之中的浩然文中 不由微微震动 似乎有所感应 文中带我寻诸圣真意 许清潇开口 让浩然文中带自己 去寻找诸圣真意 毕竟浩然文中 乃是诸圣亲自炼制而出的圣器 自然对诸圣真意有所感应 在听到许清潇开口后 浩然文中倒也直接 朝着诸圣住处飞去 许清潇跟在后面 很快便走进了诸圣住处 住处内十分朴素 跟普通读书人的房间 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桌上摆放着一些书籍 都是一些圣言 旁边还有一张小床 看书困乏后 诸圣休息的地方 嗡嗡嗡 浩然文中落在了床上 发出嗡嗡之声 许清潇没有废话 直接坐在了床榻上 只是浩然文中晃动了一下身子 似乎是诸一许清潇躺下 没有多想 许清潇躺在了床榻上 紧接着 玄之又玄的圣意弥骂而出 但没有任何意向 取而代之的 反而是倦意 深深的倦意 许清潇没有阻挡这种倦意 到了他这个境界 不可能会有倦意的 显然这是一种沟通 很快 许清潇闭上了眼睛 逐渐沉睡过去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随着一道道念书声响起 许清潇睁开了眸子 待睁开眸子后 许清潇发现自己 依旧出现在诸圣故居 只是站起身来后 透过窗外 许清潇发现一道人引力在远处 手中拿着一本书籍 正在送面着 这是诸圣 有些白发 但看起来不算特别衰老 五六十岁的样子 比之前看到的诸圣 要更加年轻一些 学生许清潇 拜见诸圣 没有任何废话 许清潇直接走出房内 朝着院中的诸圣 深深一拜 面对圣人 许清潇显得十分尊重 而正在观看圣贤书的诸圣 不由将目光看向许清潇 他没有说什么 而是将手放在许清潇肩膀上 过了一会 诸圣点了点头道 老夫明白了 他缓缓开口 通过接触许清潇 他瞬间明白了所有事情 记忆传承 得知了之前的情况 诸圣 眼下文工已经脱离 亚圣吕子 建立浩然王朝 十日后便要建国 许清潇也没什么废话 直接将现在的情况告知诸圣 没必要隐瞒什么 文工当真脱离了 建立浩然王朝 吕子 吕子又是谁 他是幕后者吗 诸圣开口 直接询问许清潇吕子 是不是幕后者 回圣人 学生不敢确定 但大卫文工内 吕子的品级和地位最高 无论他 是不是真正的幕后 此事与他逃不了干系 许清潇也不敢确定 吕子就是幕后真凶 只是可以保证的是 吕子绝对不可能不知情 听到这话 诸圣点了点头 随后他稍稍沉思道 既然如此 老夫的确要出手了 好在老夫做事 喜欢留一手 就担心以后 会出现什么差错 所以留下了三道真灵 三道真意 只是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将主意 打到老夫头上 以老夫的名义 去祸害天下如道 当真是畜生不如 万幸的是 大卫出了你这么一位 万古大财 否则的话 老夫当真受不了 这帮不孝子孙 想害老夫 痴心妄想 诸圣一连骂了好几句 随后才开口道 守人 老夫的真意 等你醒后就能看到了 拿到真灵后 只需要 灌入你的浩然正气 老夫便能复苏 不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你最好再找一找 老夫留下来的真意 不然的话 你激活老夫的真意 最多再是一个时辰 倘若配合真意 老夫大不但可以持续一天 而且可以将圣人之力 发挥出九成 诸圣开口 这般说道 真意 九成 许清潇望着诸圣 随后忍不住开口问道 学生有件事情很好奇 还望圣人能为学生解惑 许清潇询问道 你说 朱圣点了点头 望着许清潇 敢问圣人 您和一品谁强一点啊 学生指的是一品舞者 许清潇很好奇 在他眼中 一品圣人强归强 但比不过一品舞者 将诸圣复苏出来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 诸圣的身份 毕竟诸圣一脉 天天拿诸圣压自己 现在自己 把诸圣复苏 看看这帮读书人 还怎么说 而对于诸圣的实力 嗯 应该很强 但对比一品舞者来说 差了不少吧 毕竟圣人的力量 是掌控天地之力 需要得到天地认可 听到许清潇这般询问 诸圣顿时挣了正神色 满是认真的看向许清潇道 守人 你可知道 如到为何是所有体系之中 最强体系吗 诸圣开口 言语之中略显得自信 读书人仰浩然正气 凝聚无上阳历 先天压制妖魔 许清潇急于回答 这只是一点 还有呢 诸圣继续问道 这话一说 许清潇有些答不上来了 还有 还有什么 许清潇有些好奇地望着诸圣 看到许清潇这般模样 诸圣叹了口气 随后缓缓开口道 不怪你不知道 主要还是因为 如到一品太难了 不过 老夫今日便告诉你 圣人的实力 踏入一品 可彻底掌控天地之力 老夫说的掌控 是随心所欲的掌控 就好比 有一品武者想要杀老夫 他有能力杀老夫 但他没有机会杀老夫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诸圣很自信道 告知 许清潇一品 圣人的实力 只是看着许清潇 还是有些不太明白的样子 诸圣只好继续解释了 你现在是三品半圣 是不是发现 可以调控天地之力 诸圣问道 嗯 许清潇点了点头 身为半圣 的确可以调控天地之力 譬如说 弹劾某人 维护人间 凝聚天地之力 斩杀对方 当然 前提是天地有所感应 并且认可你的行为 倘若天地不认可你的行为 那你说破喉咙都没用 就好比 吕子明明是亚圣 但却在自己手头上 吃亏一个道理 半圣调控天地之力 亚圣 则得天地之意 换个意思 便是亚圣所做的事情 更容易得到天地认可 至于到了圣人 已经不是调控天地之力 而是掌控天地之力 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为 言出法随 这就是圣人的力量 所以 一凭舞者可以杀圣 但他杀不了圣 诸圣急于回答 许青霄大概懂了 他点了点头 显得有些似懂非懂 这让诸圣莫名有些难受 算了 守人 你先不要问这么多 总而言之 等你将老夫复苏后 老夫会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一品 如到能成为最强体系 绝对不仅仅只是能 镇压妖魔那么简单 诸圣有些牙疼 他实在是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反正不管么多 等自己复活了再说 好 许青霄也被说得有些猛了 不是不理解 主要是没亲眼见证过 最起码 自己亲眼见过 一品舞者的实力 至于圣人的实力 许青霄没见识过 圣人 还有一件事情 学生想问问您 您知道 镇魔神石 龙血阳狱 还有八宝佛连的下落吗 许青霄开口 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询问诸圣 镇魔神石 老夫不清楚 不过龙血阳狱老夫 倒是知道 就在文宫当中 八宝佛连的话 是佛门的东西 佛门八宝功德持 孕育而出 千年一朵 可以帮助人 觉醒智慧 镇压心魔 你询问这个作甚 诸圣好奇道 不过除了镇魔神石之外 其余两样东西 他都知道下落 龙血阳狱 在文宫当中 许青霄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这东西 竟然会在文宫之中 嗯 倘若没有人去抢的话 应当是在文宫内 龙血阳狱 乃是真龙血液 低落在先天纯阳狱石上的宝物 这种东西 天生克制 斜碎妖魔 文宫当中有一块 这种东西是正宫之物 不过说 有用倒也有用 说没用也没用 文宫有老夫的圣意在 怎可能有妖魔感入内 至于八宝佛连 这是佛门的东西 守人 如若不是极其必要的话 不要跟佛门牵扯太深 知道吗 诸圣给予回答 告知许清潇这两样东西 特意叮嘱许清潇 不要跟佛门走得太近 圣人 您可以帮我拿到这两样东西吗 学生有大用 许清潇开口 他不好解释 只能这般恳求 龙血阳狱 老夫能帮你拿到 这本身就是文宫之物 老夫是文宫之主 赠送给你倒也没什么 只是这八宝佛连 就有些说不准了 若是老夫真身在的话 可以帮你弄到 只是一道真灵 难以为你争来 不过可以试一试 就看佛门 卖不卖老夫面子了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是大卫妖魔破官出了吗 这不应该啊 他们被老夫封锁八门 理论上来说 即便是文宫脱离了 短暂时间内 他们也出不来 诸圣很好奇 不知道 许清潇要这三样东西做什么 但说完这话后 许清潇敏锐地抓到了一个信息 大卫京都有妖魔 许清潇看向诸圣 如此问道 而后者神色平静 点了点头道 是啊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这不可能啊 这件事秦文宫 应当连大卫都知道啊 不对 那是五百年前的事情 这五百年来 说不定隐瞒了消息 该死 此人到底在图谋什么 如此大的隐患 居然都不说 想要害死整个大卫苍生吗 诸圣喃喃自语 随后皱着眉头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是什么妖魔 学生可以镇压吗 许清潇询问道 镇压不了 除非你成为了亚圣 不然的话 难以镇压那些妖魔 不过 与其说 他们是妖魔 倒不如 说他们是邪魔 文宫 下面有一座地下宝塔 一共九层 算起来的话 应该全部死了 被镇压这么长时间 活不长的 但还有一两头邪魔活着 具体还有谁活着 老夫就不清楚了 这几头邪魔极强 其中 还有修炼艺术的邪魔 即便是老夫 当年镇压他们 也耗费了一段时间 短暂时间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等老夫这一脉的事情 解决完后 你尽快找到真意 与下一道真灵 结合真灵与真意 老夫就能再次镇压他们 还可以带你一同去 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邪魔 有多恐怖 也免得以后 酿出大祸 诸圣语气坚定 许青霄虽然身为半圣 但依旧不够格 圣人亲手镇压的邪魔 自然不是一个 半圣能对付的 艺术 许青霄心中 莫名有些异样 好在 他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朝着诸圣一拜倒 学生明白了 请圣人放心 学生会竭尽全力 寻找到您的真意 不过 敢问圣人 下一道真灵之物在何处 许青霄询问道 老夫不清楚 守人 你所见到的我 只是那个时间段的我 后面的事情 我不清楚 我只能知道 这个时间段之前的事情 这个你不需要去想 有些复杂 与我性格有关 老夫做事比较谨慎 往后等你成为了圣人 也会如此 当你成为圣人后 很多事情 你都会明白 但记住 不管如何千万不要 与佛门牵扯太深 佛门很可怕 若是着了他们的道 你将不会是你 会成为他们的傀儡 他们来源很古怪 老夫当年也差点 着了他们的道 能不招惹 就不要招惹 若是真招惹到了 绝对不要跟他们 虚语尾仪 该杀就杀 记住 朱胜的声音不断响起 他语速极快 过了一会后 整个人便缓缓消散了 待朱胜消散后 周围场景也在瞬间变化 逐渐变得虚无 紧接着 许青霄缓缓睁开了眼睛 又一次睁开眼睛 依旧是朱胜故居 不过此时此刻 自己正躺在床榻上 一块令牌 也出现在自己手中 令牌是木头刻印 正面只有一个字 朱 这是朱胜留下来的 真意令牌 蕴含了他的真意 只要灌入浩然正气在其中 就可以复苏朱胜了 嗡嗡嗡 浩然文中震动 似乎显得有些愉悦 而许青霄 揉了揉太阳穴 他将这块令牌藏好 随后心思 全部落在了 镇魔神石上面去了 眼下 得到了朱胜真意令牌 那么就彻底 不用担心文公 一脉的事情了 把朱胜请来 一切真相大白 至于朱胜一脉的人 全部交给朱胜 该杀的杀 该废的废 故此 自己根本不需要 担心这些事情 眼下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镇魔神石 龙血阳玉 还有八宝佛连 至于朱胜真意 这种东西 连朱胜本尊 都不知道在何处 自己也只能随缘找了 八宝佛连 佛门 不要牵扯太深 朱胜都差点 着了他们的道 看来以后 又要有是非了 许青霄心中 难难自语 镇魔神石 与五弟一宝有关 龙血阳玉 在文宫当中 朱胜会给自己 就剩下一个 八宝佛连 这东西牵扯了佛门 听朱胜的口气 饶事 他都不一定能弄到 自己想要弄到的话 估计更费劲了 算了 不去多想 先把镇魔神石 弄到手再说 不然的话 说再多都是空谈 许青霄心中自语道 对于现在来说 镇魔神石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连第一件东西 都没有搞到手 就去想后面的事情 的确有些好高骛远 想到这里 许青霄直接起身 悄然无息地 离开了朱胜故居 朝着平安县赶去 是的 许青霄要再回平安县 镇魔神石在五地宝藏之中 那么就证明一点 自己当初找到的五地医保 要么就是有遗漏 要么就是 自己找错了地方 细细想来 许青霄凝聚镇魔镜 化作一匹猎马 踏空而行 直接赶往平安县 与此同时 许青霄也唤醒了 单神古惊 单神前辈 有事找你 许青霄开口 呼喊单神古惊 什么事 是要炼制四品 破禁丹吗 死 你怎么就突破三品了 这没道理啊 你才刚刚突破五品 怎么一下子就突破到了三品 单神古惊从沉睡中醒来 下意识以为 许青霄需要四品 破禁丹的药方 可没想到 许青霄已经三品了 这超乎他的想象 前辈 晚辈问个事情 若是前辈愿意告知 晚辈想尽一切办法 也会寻来二品 破禁丹药材 许青霄开口 他没去解释那么多 你说 单神古惊听得出 许青霄语气有些严肃 也没有浪费时间 当初晚辈寻的五弟遗迹 是不是假的 许青霄问道 开门见山 此话一说 单神古惊沉默了 前辈 倒不是晚辈威胁您 而是五弟遗迹 与晚辈有极大的关系 晚辈需要一样东西 叫做震魔神石 基本上确定 就在五弟遗迹之中了 若是得到 对晚辈帮助极大 若是得不到 晚辈可以保证 五弟将您藏在遗迹之中 晚辈便将您藏在深海之中 您也别想脱困了 许青霄语气认真 他虽然不知道 单神古惊帮自己练丹 到底有什么目的 可稍稍猜想 一番也知道 肯定是脱困之类的事情 不然的话 吃饱没事干帮人练丹 要那么多药材做什么 举霞飞升 许青霄又不傻 猜也能猜到 所以 许青霄用最耸的口气 说最狠的话 至于单神古惊答应不答应 就是他的事情了 果然 在听到这话后 单神古惊有些郁闷了 你小子怎么也变成这个样子了 威胁老夫 行 算你小子狠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事实 但有一点老夫先说好 一旦涉及什么不能涉及的事情 你别怪老夫把你拉下水 回头又生老夫的气 单神古惊有些牙疼 但他还是给予了回答 因为他相信 许青霄真敢把他镇压海底 到时候几千年都不见得会被人找到 所以还是妥协了 请前辈告知 许青霄神色坚定道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20章 武帝也曾修行过艺术 平安县第二枚案子 一品玉星河 奔袭路上 许青霄的神色异常坚定 为了解决艺术之祸 许青霄宁可付出一切代价 艺术就是一把悬挂在自己头顶的刀 随时可能会掉下来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什么时候死 自己都不知道 是自己的心病 倘若能根除 许青霄自然愿意花费一切代价 小勇 那我跟你说吧 你找到老夫的地方 的确不是武帝遗迹 那只是 蒙骗世人的假遗迹 真正的遗迹 老夫唯一知晓的是 但我不知道 其他的老夫 就更不知道了 单神古今回答道 他道出了真相 你为何不早点说 许青霄皱眉 他骑乘着飞马 在天穷上快速急驰 语气之中有些怪罪 可这话一说 单神古今感觉有些受冤枉了 小勇 不是老夫瞧不起你 你自己想想看 你当时是什么境界 才不过九品 五到九品 随便来各舞者 都能把你来来回回杀十遍 那种情况下 老夫能跟你说实话吗 真说实话了 你又能如何 难不称你还回去继续寻宝 你有资格寻宝吗 你拿什么寻宝 单神古今有些美好气道 不是他看不起许青霄 而是许青霄就那种样子 九贫五辙 凭什么去争夺真正的五弟医宝 拿什么争 此话一说 许青霄倒也冷静下来了 他刚才有些激动 仔细一想 单神古今的确没有说错 倘若哪个时候知道 反而是害了自己 毕竟自己境界实在是太低了 真正的遗迹 您也不知道在哪里吗 许青霄询问道 不知道 五弟当时疑心病太重了 别说我了 你去问问他女儿看看 估计他也不知道 但有一个可能性 单神古今回答 什么可能性 许青霄有些急迫 五弟真有可能 将秘密藏在了太子身上 如果你没有什么头绪的话 倒不如找一找大魏太子 在什么地方 单神古今如此回答 藏在太子身上 太子在何处 您知道吗 许青霄有些好奇了 这个老夫知道 的确就在平安县 单神古今回答 语气十分笃定 平安县 许青霄有些发愣了 嗯 就在平安县 不然医保之处 为何会出现在平安县 所以 老夫倒是怀疑 真正的宝物 很有可能也在平安县 不过 这只是老夫的猜想 是与不是 老夫不敢确定 单神古今百明了 就是不想要惹是非 找到了皆大欢喜 找不到 他也不想成为 许青霄发泄的对象 大魏太子真在平安县 那我在石壁上留下的字 岂不是误打误撞啊 许青霄有些扎舌 对啊 当时老夫也很好奇 以为你当真知道什么 后来才发现 你就是瞎嫌 不过 你运气当真好 瞎嫌都能写对 这运气没谁了 提到这件事情 单神古今也不由赞叹一声 许青霄当时在石壁上刻的字 他看在眼里 当时还很好奇 许青霄怎么知道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瞎嫌的 不知道该说运气好 还是该说运气不好 糟了 一时之间 许青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感觉自己 做了一件蠢事 白衣门肯定去过五帝 遗迹之处 自己很早的时候 就将信息告知白衣门了 如此一来的话 他们得知五帝遗子的下落 必然会竭尽全力 去寻找 对自己来说 的的确却不是一件好事 想到这里 许青霄不知道是该说什么了 我在上面这样乱写 他们不会怀疑到我吧 还有 五帝好端端 弄个假遗迹做甚 许青霄询问道 不会 你与太子的年龄相差四岁 这一点就扯不到你头上 至于后面的什么文韬武略 你也把太子想得高深了 皇帝的儿子也有废柴 当然说不定 你又猜对了 单神古今安慰 许青霄道 至于五帝弄假遗迹 说来说去 还不是疑心病重 至于后面的问题 单神古今 就显得有些没好气了 疑心病重 五帝疑心病 要这么重作甚 都是皇帝了 手握大权 虽说北伐失利 可他是五帝 又不是文帝 谁能对他产生威胁啊 许青霄有些不解 谁说没威胁 五帝感觉 他北伐之后 脑子就有问题了 疑心病重地吓人 常常说 有人要害他 不过有个秘密 你听不听 说出来 吓你一跳 说到这里的时候 单神古今的声音 变得有些低沉了 什么秘密 许青霄满是好奇 五帝其实是被人害死的 单神古今缓缓说道 一句话 让许青霄愣住了 五帝是被人害死的 这还当真是惊天大秘密 实话实说 对于五帝 许青霄感觉 晚年有点疑心病很正常 基本上靠杀戮 稳住皇权的帝王 晚年都会有一些疑心病 比如说太祖 杀了多少功臣 当然这是跟朝政有关系 有些人的确得死 不死太祖不安心 但五帝不一样 他是以五成帝 是合法继承人 在六部和诸王的簇拥下 成为大卫皇帝 即便是晚年失利 让他失去了部分明星 可他依旧是大卫皇帝 怎么可能会被害死 许青霄沉默 愣在飞马上 而单神古今 则继续开口 声音愈发低沉 五帝常常做噩梦 他梦见有妖魔来杀他 那个时候 宫中常常会有一些 鬼哭狼嚎之声 这点你应该知道 其实就是五帝鬼叫 而且你知不知道后宫殉葬之事 单神古今讲述这段曾经的故事 这是新秘 真正的新秘 知道五帝死后 后宫嫔妃都殉葬了 重新启用了殉葬礼 而且还是当时大卫丞相亲自启用的 许青霄点了点头 他在大卫藏经阁中看到过这件事情 自闻帝继位后 大卫便废掉了嫔妃殉葬礼 认为有伤天礼 所以这个行为也被后世人称赞 包括儒家一直拿这件事情夸赞文帝 后来连续四代 都没有再启用过殉葬礼了 然而到了五帝 却又启用殉葬礼 并且还是由大卫丞相亲自启用的 当时的大卫丞相 不是陈正如 而是另一位大儒 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件令人好奇的事情 大儒仁义 怎可能会重新启用殉葬礼 但可能是担心后宫干扰政事 所以出此下策 反正成为了一件仪式 现在听单神古今说 似乎另有隐情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单神古今继续问道 为何 许清潇的确好奇了 因为这些嫔妃 都是被五帝亲手杀的 而且手段很可怕 我记得很清楚 是在深夜之中 有嫔妃正在熟睡 听到了啃食声 迷迷糊糊醒来后 就看到五帝一张脸 嘴角上带着血 笑容极其怪异扭曲 喉咙发出咕咕声 紧接着伴随着极其淒厉的惨叫声后 这个嫔妃就死了 单神古今缓缓出声 她的声音很低沉 说到这里的时候 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一瞬间 许清潇头有些妈了 试问一下 如果一个人正在熟睡 突然听到咔咔的啃食声 迷迷糊糊醒来 看到一张笑容 扭曲怪异的脸 对方满嘴是血 换作是谁 谁不下傻来 这不可能 许清潇深吸一口气 她完全不相信 五帝疑心病是疑心病 又不是脑子有问题 干嘛这样吓人 不可能 你知道 为什么殉葬礼重新启用吗 是因为后宫嫔妃 都被五帝杀得干干净净了 每个嫔妃死之前都极其猙獰 眼神中都充满着恐惧 死不瞑目 而且 太子的生母 就是这样死的 当时我一度怀疑 五帝是中邪了 不然的话 我也不信啊 可这些事情 都是老夫亲眼所见 还好老夫是一个器物 没有感觉 否则的话 老夫大半夜也要被吓死 当朝丞相也被吓住了 得了心病 跟五帝同年死的 你要不信你去问问 现在的丞相 看看他知道 不知道这件事情 单神古今的语气 也逐渐恢复正常了 甚至还带着一些不满 怪不得五帝晚年 所有事情都被隐瞒了 不过 大儒都被吓到了 这得多恐怖啊 许青霄皱紧眉头 怎么感觉事情 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恐怖了呀 天知道 反正北伐之后 五帝就不正常了 但五帝也正常过一段时间 他临死前的一段时间 很平静 告诉我一些事情 他是被害死的 大魏王朝有一只手 一只看不见的手 往后大魏的皇帝 都要遭受这样的苦楚 除非大魏出现新的圣人 不然的话 都别想好过 单神古今缓缓出声 幕后黑手 到底是谁 既能控制文公 又害死大魏五帝 此时此刻 许青霄当真好奇了 到底是谁能做到这个程度 控制文公也就算了 还能害死大魏五帝 国运加持在身 什么人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啊 许青霄很好奇 实在是太好奇了 但许青霄 更加明白的是一点 自己在成胜之前 只怕当真不能 与这个人争斗 不然的话 连大魏五帝都死在这人手中 自己 仿佛就是个蝼蚁一般 好在的是 自己虽然没有成为一品圣人 但好歹也是半圣 对方显然不愿意出手 不是不敢 而是没有必要 对一位半圣出手 他不可能不暴露 或许已经出手了 但都被自己一一化解 除非他显身 不然的话 想要真正搞死自己 估计很难 当然也不排除对方压根 没有在乎自己 而是图谋自己的计划 自己不过是计划中的一点变数罢了 一点可有可无的变数 揉了揉太阳穴 许青霄忍不住继续开口问道 五帝晚年清醒的时候 说过什么吗 提到过什么重要事情吗 许青霄问道 提到过一些 太子被五帝秘密护送出去 这件事情理论上 只有两个人知道 但他临死之前告诉我 幕后黑手也知道了 只不过 太子藏的秘密 对方察觉不到 五帝临死之前 去了一趟宗庙 请来了太祖杀义 封印在太子体内 所以 幕后黑手即便是找到了太子 也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 有两个可能性 其一 放任太子不管 当作暗子 其二 收养太子 当作名字 其二的可能性比较大 只不过如果收养太子的话 或者与太子有所接触 五帝第一时间也会知道 他临死之前 去过一趟平安县 将我放在了假忆记中 那个时候 他笃定 对方知道太子是谁 但却一直没有露面 别小看五帝 他留有后手 只可惜的是 对方耐心太足了 五帝死之前都不知道幕后 黑手是谁 单神古今 给予回答 又说出一些新秘 可说来说去 许青霄还是有些迷糊 他要什么东西 为何要害五帝 五帝藏了什么东西 不可能只是镇魔神石吧 是中周仙藏吗 许青霄将心中所有疑惑 一口气都问出 然而单神古今有些郁闷了 你问我 我哪里知道这么多啊 不过 你连中周仙藏都知道了 看来这女帝对你有意思啊 这种秘密都敢告诉你 把你当自己人了 单神古今说道 前辈 莫要开玩笑了 说认真的 这个时候 许青霄没任何心思开玩笑了 因为他愈发觉得 一个天大的局出现在自己面前 一个人 或者是说 一个组织 布局了几百年 从太祖年间就开始布局 一直布局到现在 足足到现在 既害死了大魏五帝 又伸手向文公 许青霄更偏向是一个组织 倘若是一个人的话 许青霄想象不到 谁能做到这个程度 大魏可是有一批舞者 这一点不要忘记 很有可能与中周仙藏有关系 但这东西子虚乌有 没必要闹得这么大 五帝也有秘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其实与其说 有人害他 我更偏向一个可能性 单神古今开始真正的分析 什么可能性 许青霄问道 五帝修炼了艺术 单神古今缓缓出声 与气平静无比 可这个回答 再一次让许青霄沉默了 五帝修炼了艺术 这不可能 比许青霄之前听到的所有消息 都要令人震惊 为何这么说 只是许青霄没有否决 而是询问单神古今 单神古今 既然敢这样说 就足以证明一点 他肯定是有依据的 不修炼艺术的话 他何故发疯 每天晚上装神弄鬼 把嫔妃活活吓死 这是入魔现象 哪里有什么幕后黑手 能影响到五帝 说到底就是他入魔了 已经失去了理智 跟疯子一样 五帝葬礼也十分简单 基本上是赶着入葬 朝堂上下都不说什么 文公也没有提起 这不让人怀疑吗 说不定文公早就知道 五帝修炼艺术 但这件事情太大了 文公压不住 真要泄露出去 有多少人会铤而走险 还有一点 你不是 一直要找震魔神石吗 这东西 应当可以镇压艺术吧 你这么着急寻找 肯定是与艺术有关 这个 你就不用瞒着老夫了 所以 老夫问你 五帝拿着这东西做什么 单神古今一番话 说得许青霄 哑口无言 一个皇帝 大晚上不睡觉 把嫔妃活活吓死 这不就是失心疯吗 而且 还有什么啃食之声 面带扭曲怪异的笑容 不就是入了魔吗 再加上震魔神石 还真别说 有理有据 只是许青霄 不敢往下想了 而单神古今 继续开口 但真正让我怀疑 他修炼艺术的原因是 他从来没有找我 炼制过破镜丹 因为他寻的我时 已经是二品了 他并没有要一品破镜丹 似乎是知道自己 必死无疑 五帝继承皇位时 才多大 二十一岁 老夫见到他的时候 他才二十二岁 就已经是二品舞者了 而且无人知晓 他就算是大卫皇帝 天赋再好 二十一岁 就成为二品舞者 天下有几个人能做到 他又凭什么能做到 但真正令老夫恐惧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单神古今说到这里 语气一顿 是什么 许青霄问道 为什么 进城尺后 大卫就出现了一位五帝 单神古今声音冰冷道 此话一说 许青霄彻彻底底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因为听单神古今的意思 五帝修炼艺术 而他修炼艺术 极有可能是他父亲做的 不对 许青霄突然瞳孔放大 望着单神古今道 你的意思是说 大卫收集 进城尺所死的百姓 炼制某种东西 提升五帝的实力 想要造就出一位二品 所以 进城尺不是突然失手 而是帝王的意思 许青霄听明白 单神古今的意思了 后者没有回答 可这个没有回答 其实就是一种回答了 不 这绝对不可能 大卫皇帝 不可能会这样做 他们没必要这么做 这样做没必要 牺牲这么多百姓 造出一位二品 这可能吗 有必要吗 有意义吗 许青霄直接否决了 他这一次根本就不信 因为这完全不合理 进城尺打断了大卫百姓的脊梁骨 这个就不多说了 最主要的是 牺牲这么大 就为了造就一个二品出来 大卫又不是没有一品 这不是脑子有问题 完全不划算啊 你说 要是能搞出三个一品 哪怕两个一品 都没有问题 最起码从利益上来说 这个不亏 但这行径 跟妖魔有什么两样 许青霄是真的不信 要真这样 大卫王朝 还有什么国愿 这越说越离谱了 唉 老夫都说了 这只是猜想而已 是与不是 关老夫屁事 不过 你还是注意点吧 很多事情 老夫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只能靠猜了 丹神古今 似乎不想 与自己多说什么了 想停止这个话题 许青霄 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个话题 而是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那真正的五帝遗迹 前辈猜想在何处 许青霄问道 不知道啊 知道就跟你说了 只不过 五帝有一个习惯 他会自己喜欢的东西 用一个木盒子装起来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他的习惯 丹神古今敌 的确却不知道在哪里 但他说出五帝一个习惯 让许青霄自己想 前辈 您的意思是说 真正的五帝遗迹 有可能是在假的下面 许青霄好奇道 不知道 你自己想啊 老夫哪里什么都知道 对了 说了这么多 关键的东西还没说 二品破镜丹丹方 老夫现在告诉你 就三样东西 挺好找的 丹神古今 不想回答许青霄的问题了 而是提起二品破镜丹 暂时不用 完备打算 炼制一品破镜丹 许青霄倒也自信 他不需要二品破镜丹了 既然艺术可以解决 那在解决艺术之前 依靠艺术突破到二品 并不是什么难事 倒不是铤而走险 只是 丹神古今的药价太凶了 六品五品就敢开口药王 到了四品 直接要让自己找龙血 那二品丹丹方会是什么 许青霄心里有点数 炼制一品 很不错 年轻人 你很有梦想 一品只需要找两样东西就行 丹神古今听到 许青霄并不打算要二品破镜丹 并没有任何一点不悦 反倒是极其激动地向许青霄 介绍一品破镜丹丹方 前辈 先不用了 等需要再说吧 许青霄直接拒绝了 而后不再理会丹神古今 现在是多 一大堆东西等自己找 哪里还有时间去准备一品破镜丹啊 小友 你这就不讲武德了 老夫辛辛苦苦跟你说了这么多 告诉你这么多秘密 你用完老夫就跑 你还真是无情啊 跟五弟有的一品 丹神古今有些郁闷了 自己说了一大堆 也说了许多新秘 却没想到 许青霄竟然一点武德都不讲 用完自己就走 还真是无情啊 没有理会丹神古今 许青霄的心思 全部都在真五弟遗迹上面了 至于五弟的新秘 包括这些传闻 许青霄没有太过于相信 这些事情 还轮不到自己插手 有没有幕后许青霄不管 反正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再说 不然的话 知道再多又能如何 知道幕后真凶又能如何 自己死了 什么都是多余的 前往平安县的路上 许青霄思索两件事情 第一 真 五弟遗迹在何处 第二 白衣门案子是谁 想要直接查找到真正的五弟遗迹 只怕很难 没有任何一点头绪 但有一个人可能知道 这个人就是白衣门的案子 白衣门在平安县 有两枚棋子 一枚是陈补快 这个自己知道了 还有一枚一直藏在案中 是陈补快 无意之间告诉自己的 陈补快在白衣门品极低 所以 很多事情 他不知道 可另外一枚案子就不同 这家伙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知道的事情很多 或许他知道 真正的五弟遗迹在何处 与其漫无目的 去寻找五弟遗迹 倒不如把这枚案子找出来 一时之间 许青霄闭上了眼睛 他不断思索 这枚案子是谁 从自己中寒毒开始 在平安县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许青霄都开始努力回忆 包括见到的每一个人 一切记忆浮现在脑海当中 许青霄也在不断思索 自己当初回到平安县时 根据白衣门的交接信号 画了白衣在酒楼之中 一开始两天 没有遇到人 是第三天 陈补快来了 随着陈补快来了后 主动说了暗号 自己接不上来 所以 用了入梦大神通 潜入陈补快梦中 得知了对接暗号后 再与陈补快对接 也正是因为如此 自己才知道 平安县还有一枚案子 白衣门的案子 级别比陈补快高 至于是什么级别 陈补快也不清楚 只知道比他地位高 对方知道陈补快 而陈补快不知道对方 可问题是 自己画了白衣 对方看到了 必然要与自己接头 但对方没有来找自己 这就有些奇怪了 难不成看 自己不是陈补快 所以 就没有出面相认 不 不可能 倘若我是从白衣门 下来的人 有事要找他的话 他不可能不出面 除非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对方的地位极高 高到只有几个人 可以跟他接触 许清潇心中猜测 但很快 他自己推翻了 这个可能性 造反组织 更加要严谨仔细 即便是这个人 地位极高 倘若看到有暗号 应当要出来见一面 哪怕是出来 看一看都行 看看自己是谁 总没问题吧 想到这里 许清潇开始回忆起当时酒楼发生的一切 所有事情都在脑海当中浮现 每一件事情都出现得清清楚楚 在脑海当中 大约小半个时辰后 许清潇没有想到是谁 但他已经来到了平安县 想了想 许清潇乔装打扮 直接来到了平安客栈 丢了点碎银过去 便随着小二来到客房 没有第一时间去找自己师傅 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调查什么 而是在平安客栈休息几日 他要好好想一想 仔仔细细地去想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必须要尽快找到这个案子 找到了一切都好说 比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 寻找要好太多了 就如此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转眼之间 两天时间过去了 而与此同时 大魏京都 怀宁王府 怀宁亲王神色显得有些落寞 他坐在太师椅上 静静地看着面前的面具男子 这就是儿等说的时机 也未免太可笑了吧 大魏出了个半生 文公脱离 不但没有压制国运 如今更是让其凝聚成大魏龙顶 百姓名义高昂 此时此刻 我等就算是想要造反 也不敢造了 这就是时机 怀宁亲王前几句话还好 可说到后面 他猛地站起身来 望着面具男子 声音怒吼道 他是怀宁亲王 曾经是手握兵权的亲王 地位极高 女帝都要礼让自己三分 可现在呢 没有了兵权就算了 一直苦苦等待所谓的时机 结果半生谋局一场空 换作谁 谁能承受 王爷息怒 大魏此时 看似这是一件坏事 这对我等来说 这何尝又不是一件好事呢 面具男子依旧平静 他望着怀宁亲王如此说道 可此话一说 怀宁亲王 直接将桌上东西全部甩出 望着对方 目光冰冷淡 好你娘个腿 文公脱离 大魏出了新圣 二十岁的圣人 而且这个许清霄 本身就有名义在身 以至于大魏 现在国运昌盛 形成了龙顶 大魏鼎盛时期 都没有形成龙顶 可现在却形成了龙顶 假以时日 不说十年二十年 可能三年五年 大魏就要超越以前 这还是一件好事 各地方王现在 一个个乖巧如狗 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本王若是现在让他们造反 只怕他们第一时间 就要书写奏折 参老敷一本 这也是一件好事 你是不是把本王当傻子 怀宁亲王直接炸了 不是他没有成福 而是这个面具难说话 实在是太没脑子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说是一件好事 赢了 赢了 赢妈了 脑子有问题是吧 怀宁亲王现在很后悔 不是后悔得罪许清霄 而是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跟这帮人 达成共识 现在陪了夫人又折兵 还要被当傻子耍 唤谁谁不切 听到怀宁亲王这般怒声 面具男子没有任何一丝生气 反而与其平静道 王爷 请息怒 在下说几点 还望王爷仔细想想 第一 我等图谋的并非是大魏王朝 而是国运 如今国运形成龙顶 对我等来说 如何不是一件好事 倘若王爷上位了 我等也要竭尽全力帮助王爷 治理国家 发展大魏 其目的就是为了国运龙顶 如今 许清霄直接让大魏国运形成龙顶 算是帮了我等一个天大的忙 请问王爷 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面具男子开口 如此说道 此话一说 怀宁亲王冷笑一声 不过他没有继续骂了 而是沉默不语 第二 王爷归根结底 忧虑的还是兵符上交 忧虑的是各地藩王 忧虑的是无法造反 可实际上 兵符即便是上交 王爷依旧可以调遣不少兵力 各地藩王怕了 也不是一件坏事 最起码 他们不会与王爷争夺皇位 至于造反之事 谁说造反一定要天下藩王起兵 难道就不可以 夺门 面具男子缓缓出声道 夺门 这不是兵变吗 老夫当真这般做 只怕天下人都容不了老夫吧 怀宁亲王平静道 他指出关键问题 如果是各地藩王起兵造反 这就是大事 可如若自己率兵夺门 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地继承皇位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只是面具男子摇了摇头 望着怀宁亲王道 王爷多虑了 直接夺门 肯定不行 但若是加上五弟遗子呢 面具男子缓缓说道 此话一说 怀宁亲王脸色顿时一变 五弟遗子 你们找到了五弟遗子 怀宁亲王眼神中露出精芒 有些惊讶 嗯 我等已经寻得五弟遗子 只要王爷能够夺门成功 五弟遗子便会出现 名义上王爷就不是叛变了 而是还大卫一个清白 而我等也会让五弟遗子 老老实实将皇位善让给王爷您 这样一来 一切顺理成章 面具男子这般说道 可怀宁亲王却摇了摇头道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们找到了五弟遗子 还有 如今大卫国运昌盛 如有天助 岂是那么好夺门的 怀宁亲王不蠢 直接说道 证据我等不会拿出来的 王爷您莫要猜疑什么 我等既然敢说这番话 就有底气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让王爷冒险 毕竟此等大计 没了王爷不行 至于大卫国运之事 倒好解决 夺门之前 我等会出手 镇压许清萧 他若一死 大卫国运必然受损 关键时刻 王爷发动夺门之变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想输都难啊 对方说到这里 语气无比自信 可怀宁亲王没有上当 而是直接开口道 本王缺人 光靠本王 最多压制八门精兵 可那些仙门怎么办 仙道势力这两日 陆陆续续赶来 就是为了削弱各地方王 压制其他势力 精兵能压住 仙门怎么办 还有大卫一品 如何解决 怀宁亲王如此说道 后者看向怀宁亲王 微微笑道 王爷说笑了 依靠王爷的兵力 镇压皇宫不算什么难事 毕竟 王爷跟白衣们也有所关系 请他们出手帮忙 有实诚胜算 面具男子开口 而怀宁亲王眼中 闪过一道惊讶 似乎是没想到 对方连自己勾结白衣门的事情 都知道了 不过他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沉思 过了一会 怀宁亲王出生了 不拿出五弟遗子的证据可以 但如何杀许清潇 你必须要告诉我 否则 本王绝对不会冒险 怀宁亲王出生 他好奇的是 这帮人打算如何针对许清潇 八日后 浩然王朝建立 会让诸圣之义复苏 由诸圣诸杀许清潇 王爷 这够了吗 面具男子 道出一则新秘 此话一说 怀宁亲王动容了 让诸圣之义复苏 斩杀许清潇 这的确够了 许清潇再强 能强得过诸圣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想到这里 怀宁亲王深吸一口气 望着对方道 本王读书少 可莫要骗本王啊 他如此说道 请王爷放心 我等自然不会 面具男子开口道 随后 怀宁亲王与气温糊了许多 闲谈几句后 后者也就消失了 自从大卫文公消失后 这面具男子愈发随意了 对方是什么来头 他不清楚 可现在 他逐渐明白了一些 只不过这些 他都不在乎什么 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切好说 当下 怀宁亲王的目光 也落在了西南方 那是平乱王府 此时此刻 京都内 平乱王府中 随着许清潇封王第一时间 平乱侯府也立刻更改了牌匾 变成了王府 好在女帝有先见之名 直接按照国公的标准来建造 再加上学堂的原因 所以扩大了不少 如今改名王府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院中 陈兴和缓缓将手中的书籍 一时之间 他有些迷茫了 自从许清潇度结后 陈兴和愈发觉得 学文是帮不到自己失地的 所以陈兴和决定 弃文 但弃文学什么呢 陈兴和想了很久 愣是没有想出来 一开始想着发展农业 提高大卫良产 学许清潇 可看了几本书 发现压根就看不懂 后来看了几本工企书 想着搞点发明 间接性帮助大卫 也算是帮助许清潇 可连一本书都看不下去 这一刻 陈兴和实实在在有些郁闷了 他产生了迷茫 也产生了疑惑 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难道就只适合装币 可问题是 自己也没怎么装 不是不想装 完全是自己失地不给机会 想到这个 陈兴和就有些难受 自己就想好好学点东西 好好装个币 老天爷 能不能让自己装一个 哪怕是硬装都行 这样自己就圆梦了 陈兴和心中想到 也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 缓缓出现在院中 是赵元的身影 他一出现 随后不由皱起眉头了 因为他察觉 许清潇不在此地 而此时 陈兴和刚好回头 看到了赵元 他不认识赵元 虽然 赵元与无名二人 镇压文公 只是两人是在文公之上 镇压的 没有画面 人们只知道 一品武者出手了 但压根就不知道 一品武者长什么样子 自然 陈兴和也不知道 望着赵元 后者性子还算是好 张了张口 想要说明来意 只是一道冷冽之声 响起了 大胆 擅闯王府 该当何罪 声音响起 充满着冷意 是陈兴和的声音 这一刻 陈兴和内心激动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要圆梦了 大胃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21章 再见赵大夫 真正的武帝以保 文公或诸圣真灵 大胃惊多 平乱王府 随着陈兴和的声音响起 赵元有些愣了 他身为一瓶舞者 已经有几十年 没被人吼过了 眼下 他还真没想到 一个读书人 竟然敢这样凶自己 莫名之前 赵元有些觉得好笑 但他没有什么恶趣味 许青霄何在 赵元看向陈兴和 他语气平静 不过稍稍往前压了压 刹那间恐怖的 微压袭来 这是一瓶天威 刹那间 陈兴和呆住了 恐怖的天威压制而来 让陈兴和当场愣在原地 谁能想到 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老者 竟然这么恐怖 不过 赵元没有真正释放出一瓶天威 不然的话 以陈兴和的身板 只怕当场的死在这里 这只是一种警告 也免得浪费时间 与陈兴和啰嗦什么 还需要问老夫的身份吗 赵元开口 他收敛了微压 目光平静地看着陈兴和 前辈说笑了 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敢问前辈有何贵干 陈兴和开口 他抢几出笑容 看着赵元这般询问道 许清潇在何处 赵元开门见山问道 敢问前辈是 陈兴和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询问对方是谁 虽然知道对方实力很强 可毕竟关乎自己师弟 陈兴和还是得问问 老夫是谁 你不用管 你放心 老夫不会害许清潇 许清潇 是我师子 赵元开口 不过他心中 对陈兴和 升起了一丝好感 而听到赵元如此回答 陈兴和松了口气 随后缓缓开口道 回前辈 师弟出去了 晚辈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陈兴和立刻回答 但许清潇去了什么地方 他的确不知道 出去了 赵元微微皱眉 说实话 他这趟过来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要看一看许清潇 见一见面 毕竟许清潇好歹算自己的失职 看一看也很正常 当然 主要还是因为 许清潇竟然是三品舞者 这一点吸引到了他 一开始 他对许清潇不觉得什么 只觉得 许清潇是个读书人 无名就是活太久了 闲得没势感 可得知许清潇五到三品 他不得不关注 只是没想到 许清潇不在家中 这算是白跑一趟了 行了 既然如此 不要告诉别人 老夫来过 赵元开口 既然许清潇不在 那就算了 只不过 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过来 尤其是不能让无名知道 而待他说完此话后 便准备离开了 可就在一瞬间 陈兴和的声音忽然响起了 前辈且慢 望着赵元 陈兴和有些激动 也有些显得紧张 怎么了 看着陈兴和 赵元有些好奇 敢问前辈 能否收在下围图 陈兴和开口 他鼓起勇气 显得有些紧张 是的 陈兴和想要拜师 很明显 自己师弟的师伯 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而自己不是 一直想着帮自己师弟吗 读书是帮不了师弟的 眼下陈兴和想要走武道 帮自己师弟 此话一说 赵元微微皱眉了 他看向陈兴和 紧接着神色平静道 拜老夫为师 你倒是挺会想的 赵元开口 倒不是嘲讽陈兴和 只是觉得 陈兴和想法挺不错的 请前辈恕罪 晚辈这番 的确有些唐突 陈兴和也有些尴尬 只能低着头 如此回答了 唐突倒没什么 只是你明明是读书人 为何想学武 赵元询问道 前辈 晚辈苦读圣贤叔叔十年 观如今文公这般模样 心知读书 是救不了天下苍生 所以愿惜得一身武艺 为苍生做出一份贡献 陈兴和倒也是实话实说 此话一说 赵元反倒是点了点头 认可陈兴和这番话 倘若天下读书人 有你这般觉悟就好了 赵元开口 不过他继续说道 只是 武道一脉 也觉悟你想的这般简单 先不说 其中要吃多少苦头 更主要的是 武道看似人人都可以学习 但更讲究体质 体质不好 武道也难成大器 你有这个心事好事 证明 你不是书呆子 只是你并不适合武道 赵元出生 他对陈兴和有些好感 只不过他是大卫一品 岂能随随便便收徒 哪怕对方是 许清潇的师兄 又能如何 他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 这也是看陈兴和有些觉悟 否则的话 他根本不会浪费这么多口舌 只是赵元的话 让陈兴和有些难受了 想了想 陈兴和忍不住开口道 前辈为何一定觉得 我陈某不行 陈兴和开口 但并不是那种不服气的口吻 而是询问 听到这话 赵元没有跟陈兴和去争 而是伸出手来 直接搭在陈兴和肩膀上 他一眼就看得出 陈兴和不适合习武 只是通过目光去看 想来陈兴和也不服 所以用最直接的方式去检测 刹那间 一瓶武道之力进陈兴和体内 只是一瞬间 赵元平静的目光顿时闪过金色 很快 他的眼神逐渐严肃起来了 大约半刻钟 终于赵元收回了手 神色无比严肃地看着陈兴和道 小子 老夫问你 你如到还没有入品对吧 赵元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陈兴和点了点头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天下竟然真的存在这种体质 赵元开口 语气之中带着一些激动和不可置信 但这话一说 陈兴和有些激动起来了 前辈 什么体质啊 您的意思是 我适合五道 五道最强体质 陈兴和颇为激动道 不 你的体质并非是五道最强体质 准确点来说 你的体质是世间最古怪 也是最差的体质 名为七脉绝体 其意就是 天下六大体系 依靠你自己修行 不管是那个体系 你都无法入品 赵元显得异常激动道 他没想到 居然遇到了传说当中的体质 可赵元激动 陈兴和有些欲望 前辈 都七脉绝体了 您为什么如此激动啊 还有六大体系 为什么叫做七脉绝体啊 不应当是六脉绝体吗 陈兴和死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是六脉绝体 六大体系都无法入品 七脉绝体 指的是 连艺术都无法修炼 你这个体质大有来头 你依靠正常修行 永远无法入品 但借助外力 你将不会有任何副作用提升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小子 你愿意拜老夫为师吗 赵元没有说得太清楚 这个七脉绝体 看似是废体 六大体系都不能修炼 甚至修炼艺术都无法入品 但这七脉绝体 有一个天大的好处 那就是七脉绝体 可以借助外力提升 这个体质 靠自己修行不行 但可以借助外力 什么是外力 天地之力 丹药之力 甚至传宫都算外力 只不过 传宫耗损太大了 一个一品 传宫给陈兴和 那么 陈兴和可以一日踏入二品 听起来夸张 但其实作用不大 毕竟一品换二品 脑子不好使了 蹄虎灌顶 是最差的传承方式 往后还有丹药 以及天地之力 尤其是天地之力 借助天地之力提升 不但速度快 而且还很强 一品 一品 五年之内 大卫又要出个一品了 等一品破禁丹凝聚之后 大卫就有两位一品了 到时候 老夫也可以真正享受 几年好命了 赵元真的很激动 一开始 他的确觉得 陈兴和是个废物 可没想到 他还真是个废物 只是这个废物废的地方 有些不一样 废的特殊 这种体质 如若是被别人察觉 没有任何作用 可若是被他发现 就不一样了 前辈 您是认真的吗 陈兴和有些惊奇了 自己明明是个废体 赵元为什么还要 收自己为徒 小子 别问那么多 你愿不愿意 赵元声音急促道 愿意 只要前辈不嫌弃晚辈 晚辈就愿意 陈兴和点了点头 他肯定愿意啊 好 你像我磕三个头 就算你拜师了 老夫门下没什么规矩 只要你愿意吃苦 一切好说 赵元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激动 如此说道 听到这话 陈兴和点了点头 看着赵元道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三拜 请师父放心 徒儿不敢说 能吃多少苦 但至少能达到八成 陈兴和一脸认真道 好 既然如此 那就随为师走吧 赵元满意地 看向陈兴和 随后直接开口 要带陈兴和离开 走 走去哪里啊 师父 陈兴和问道 吃苦 赵元淡然开口 紧接着一伸手 直接抓住陈兴和 下一刻空间扭曲 两人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大卫南玉府 平安县 平安客栈 此时此刻 许清潇睁开了眸子 一连三天 许清潇都在思考 白衣门第二枚棋子是谁 这三天的时间内 许清潇将所有的事情 来来回回重演了数百遍 也正是因为 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再加上三天的思索 许清潇终于猜到 谁是棋子了 不说有时辰把握 但许清潇 已经有了七八成的把握了 起身推开窗户 许清潇 常常叹了口气 而后 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大约半个时辰 赵氏药铺 赵大夫提着一包药材 缓缓走回了药铺当中 师父 李大叔 说他娘病了 请您去看一看 铺子里的学徒开口 看着赵大夫 按照之前的配方 给他抓一副药 送过去吧 如果还没好的话 再喊我去 赵大夫开口 说完这句话 便走进了自己的住处 打算休息一番 随后赵大夫 走进了自己的房内 一走进去 赵大夫看了一眼 很快他将药箱放在一旁 很普通地观看药方 以及摆弄着银针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足足过了两个多时辰 天色逐渐暗下来了 赵大夫稍稍起身 垂了垂自己的腿 仿佛坐麻了一般 可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赵大夫 到现在还需要眼吗 声音响起 是许清潇的声音 他出现在房间内 显得无声无息 清潇 你怎么会在这里 赵大夫眼神当中露出惊讶之色 望着许清潇 看起来十分惊愕 可看着赵大夫的眼神 许清潇深深叹了口气 赵大夫 已经漏了马脚 何必隐藏 你放心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无论如何 你当初都救过我一命 这份恩情许某记在心中 只要赵大夫不触碰 许某的底线 许某不快计较太多 许清潇开口 他望着赵大夫 如此说道 是的 白衣门在平安县 第二枚棋子 就是赵大夫了 清潇 你在说什么啊 老夫一个字都听不懂 赵大夫眼神有些迷茫 似乎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一般 可许清潇摇了摇头 他已经确定了 尤其是看到 赵大夫进来的那一刻 许清潇就更加确定了 赵大夫 有几件事情 你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楚 你是如何知晓艺术的 你当初 为何愿意替我保守秘密 还有 朱胜一脉如此笃定 我修炼艺术 想来与赵大夫脱不了干系 这世上 可以拿身家性命担保 许某修炼艺术的人 也只有赵大夫你了 许清潇缓缓出生 他不想要浪费时间 因为以上几个问题 如若赵大夫给不出一个完美理由 就基本上坐实了他的身份 所以 许清潇更希望赵大夫直说 因为他的确不会伤赵大夫的 赵大夫沉默 他眼神依旧困惑 望着自己 显得有些不解 当下 许清潇副手力 望着赵大夫静静说道 如果方才所说 赵大夫都不想回答 那最后一个问题 许某回平安线时 画了白衣图 赵大夫敌的确却没有显身 但赵大夫可是送来了药材 这一点 赵大夫如何解释 你在第一天 就看到了白衣图 只是你没有冒险 一直等到陈捕头出现后 你才忍不住去客栈查看一番 不过 你找了个很好的理由 送药去客栈 所以那日我离开时 发现小二手中拿着药材 当然 赵大夫你也可以解释 这只是一个巧合 呵 所有巧合都在一个人身上 就不是巧合了 赵大夫 请您放心 徐某与白衣门 暂时没什么深仇大恨 而且 徐某是个寄恩之人 不会太难为您的 许清潇不想继续这样演下去了 是时候摊牌 的确 当许清潇说到这里的时候 赵大夫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那种疑惑 取而代之的是无奈 终究是瞒不住 不过也没办法 老夫怎么也没想到 有朝一日 你竟然能成为大卫半圣 而且 五道境界 也达到了三品 若你不是半圣 也没有三品之境 或许能一直瞒下去 是老夫想多了 赵大夫开口 一番话 算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既然 赵大夫承认 那徐某就开门见山了 不耽误你我的时间 真正的五帝医保在何处 看到赵大夫承认 许清潇 还是缓缓松了口气 毕竟一直这样拖下去 只会耽误彼此的时间 许清潇 之所以笃定第二枚棋子 就是赵大夫 其实就是这三点 一个普通药铺掌柜 怎么可能知道 艺术这种东西 当初许清潇没有多想 是以为赵大夫 毕竟替人治病 所以 见识多 这很正常 真要强行解释 可以解释 可真正让许清潇 百分百笃定 则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 赵大夫为什么会帮自己隐瞒 医者父母心 可身为医者 他知道艺术的危害 应该第一时间去报关啊 怕自己报复 平安县 或许压不住 当时的自己 可成立东 完全压得住自己 所以 赵大夫完全可以 在成立东询问他的时候 老老实实交代一切 可赵大夫没有 这就证明一点 他不希望自己暴露 这一点 非要解释 也是可以解释的 赵大夫心善 只是有一点 许清潇没有说出来 这一点 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 那就是 自己现在名气如此之大 大魏的兴盛 自己老师 包括县衙里面的一些同僚 见人就说 认识自己 许清潇这三日 不仅仅是在沉思 也打听了一些消息 基本上认识自己的人 多多少少沾了自己一些光 有几个同僚 更是去了南玉府当差 就因为认识自己 甚至自家邻居 也沾了不少光 到处宣称 那是一块风水宝地 明明只价值三十两白银 硬生生 卖了三千两白银不说 据说现在有人出家万两黄金 就想要这块地 可整个平安县 唯独赵大夫十分平静 别人或许是硬蹭自己 但赵大夫不一样 他就过自己的命 哪怕赵大夫再怎么淡薄名利 也总有一些需要自己 帮的地方吧 快一年的时间 赵大夫太低调了 低调得有些过分 所以种种线索之下 许清潇基本上确定 平安县白衣门第二枚案子 就是赵大夫了 每一条线索都不能完全肯定 但所有线索聚集在一起 那么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而对于赵大夫来说 许清潇察觉到这一步 并不算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 毕竟许清潇 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卫半盛 再加上自己当初 的确露出马脚 所以没什么好解释的 此时 听到许清潇这般询问 赵大夫立刻开口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老夫寻了二十多年 也没有找到真正的五弟遗迹在何处 不过唯一确定的是 诗号没有错 赵大夫如此说道 让许清潇不由皱眉 找了二十年都没找到 那岂不是麻烦了 诗号 是那句明月山上明月光吗 许清潇询问道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诗号的确有些太尬了 难以想象五弟的诗词水准会这么低 实在不行 请个大卫帮帮忙啊 没必要这么尬 嗯 诗号没有错 但望秋山不是真正的遗址 赵大夫回答道 您去过吗 许清潇有些好奇 去过 不过老夫没有打开箱子 老夫不需要单神古今 单方而已 那种东西对老夫来说意义不大 若不意外 此物应该在你手中 赵大夫语气极其平静道 可单神古今的声音 却在许清潇耳边响起 不过是传音而已 脑结 单神古今响起声音 觉得赵大夫脑子有问题 许清潇则莫名沉默 因为赵大夫有些自负啊 与天下人一般 都觉得单神古今是一本经书 如若得知 是可以炼之破禁丹的丹炉 不知道会怎么想 怎么了 你没有得到吗 赵大夫开口 望着许清潇 眼神之中有些好奇 没 拿到手了 许清潇急于回答 而后者点了点头 他其实并非是刻意自负 身为大夫 他更加懂得药材炼丹之术 有时候固然得到了丹方 可药材也难寻 即便是得到了药材 炼制又很麻烦 也正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没有打开箱子 最主要的原因则是 他不想要打草惊蛇 他的目标是真遗迹 而开启真遗迹的办法 跟开启假遗迹是一样的 他需要一个帮手 等等 赵大夫 你去了遗迹中 那你也修炼了艺术 突兀之间 许清潇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 老夫没有 是其他人 赵大夫平静回答 那人呢 许清潇问道 死了 赵大夫的回答依旧平静 但却让许清潇有些惊讶 怎么死的 是因为艺术吗 许清潇好奇 差不多 赵大夫没有说得太详细 只说了个差不多 可这话一说 让许清潇愈发 想得到镇魔神石 真正的五第一季 您当真不知道吗 许清潇言归正传 没有继续扯开话题了 镇魔神石 就在五第一季中 他必须要得到 老夫不骗你 老夫找了二十年 也没有找到 如今老夫也到头了 即便是找到了 对老夫来说 也没什么作用 清潇 你知道 为什么当初老夫会告诉你 艺术下落吗 赵大夫摇了摇头 同时看向许清潇 如此说道 为何 许清潇看着赵大夫 因为老夫装了二十年的大夫 救死扶伤 装着装着 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那日 我在客栈中 看到白衣门图案 其实 我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过去 并非是有所警惕 而是老夫不想参与了 这样的人生也不错 至少不用太担忧什么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 已经过了雄心壮志的年龄 现在就想安安静静度过余生 赵大夫说出自己的想法 也算是解答了一个疑惑 当初他指引许清潇去寻找艺术 并非是有什么目的 敌的确却是见死扶伤罢了 听到这话 许清潇有些沉默 末了 许清潇朝着赵大夫一拜 多谢先生 不管对方是谁 也不管对方出于什么目的 救了自己 许清潇铭记这个恩情 客套话就别说了 倘若你真想要破解五弟遗迹的秘密 你好好想想 老夫想了二十年 已经不想了 赵大夫如此说道 许清潇显得有些沉默 过了一会后 许清潇没有多说什么了 而是看向赵大夫道 赵大夫 倘若有一天 需要许某帮忙 开口就行 许某先行告退了 既然没有什么线索 许清潇也就不耽误时间了 不急着走 你之前说 文公知道你修炼艺术 对吗 赵大夫开口 留住了许清潇 嗯 许清潇点了点头 同时眼神中有些好奇了 这件事情 不应当是赵大夫说出去的吗 你注意点 你修炼艺术的事情 除了你和我之外 白衣门门主也知道 其余 任何人都不会知道 以门主的性格 他不会说给其他门徒听的 诸圣一脉 与白衣门门主有牵扯 而且牵扯不小 赵大夫提醒许清潇一句 懂了 多谢赵大夫提醒 对了 赵大夫 白衣门门主是谁 许清潇朝着赵大夫一拜 同时询问白衣门门主的身份 老夫也不知道 不过白衣门的势力极广 有钱有势 背后肯定与诸王逃脱不了干系 有可能是某一位亲王 赵大夫回答 他也不知道门主是谁 但能推测到一些信息 好 赵大夫 许某就先告辞了 许清潇也不在乎白衣门门主是谁了 这不是重点 离开药铺 许清潇带着一顶斗笠 神色有些平静 走在街道当中 此时 月明星夕 许清潇心情有些复杂 本以为 找到了白衣门第二枚棋子 自己就能得到五帝遗迹的秘密 却没想到的是 依旧是白费功夫 明月山上明月光 远法自在阴阳中 尬得不行 许清潇边走边吐槽 这诗号实实在在有些尬 想不明白五帝 不会做诗 就不要做诗好吧 他一路不行 朝着自己老师家走去 许清潇记得 自己老师当初说过 望秋山并非是最适合赏月之地 若是按照赵大夫所言 诗号没有问题 单神古今也说了 五帝遗保一定在平安县 那么就是说 五帝遗保 还是跟明月有关系 下一刻 许清潇的身影 出现在了老师周灵家 此时此刻 周灵家无比热闹 自从许清潇出名之后 平安县要说最风光的人 就是周灵 大卫半生的师父 光是这个名头 就胜过一切了 许清潇没有直接入内 而是静静在外面等 一直等到了子时 一批批人 这才从老师家走出 待彻底安静后 许清潇又竟等了一个时辰 等到书房亮起光 许清潇悄然无息入内 书房内 周灵挑灯看书 倒不是周灵勤奋 而是自从许清潇 成为了大卫新盛后 他莫名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自己徒弟是半盛 而自己也才刚刚入品 这如何不丢人现眼啊 他入品了 前段时间入的 恰好就是许清潇 成盛那日入的品 突兀之间 许清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老师 随着许清潇呼喊 周灵顿时起身 回头看去 发现许清潇出现在后面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守人 你怎么来了 很快 周灵满是惊讶 看着许清潇 老师 有些事情不好说 您还记得 上次学生跟您提的明月山吗 许清潇十分直接 记得 周灵点了点头 他记得这件事情 老师 望秋山不是明月山 许清潇直接开口 他之前告诉过周灵 望秋山是明月山 后来周灵也告知自己 好像还有一处地方 只是关于这一点 许清潇当时并没有在乎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单神古经 也就没多想什么了 不是明月山 你等等 周灵动身 随后在书柜中 找来了一本地貌图 缓缓展开 守人 之前你让为师帮你查明月山 为师查来查去都没查到 后来你说望秋山就是明月山 老师仔细查了一番 望秋山几十年前 的确是十里八乡聚集赏月之地 只是咱们大卫 以前赏月有个习惯 你知道是什么习惯吗 周灵出生 指着地貌图如此说道 什么习惯 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几十年前 大卫还没有北伐的时候 百姓们赏月 都会去最高的山头 这有一段传闻 说是太祖当年赏月 就专门喜欢挑选最高处 后来 百姓们有模有样地学 所以望秋山之前的赏月之地 应该是这座山头 周灵指着地图上的一座山 如此说道 南风山 许清潇喃喃自语 嗯 就是南风山 这座山原本是平安县最高的山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平白五顾矮了不少 可能是地震 所以为师感觉 你要找的明月山 很有可能就是这座山 周灵缓缓解释道 听着周灵开口 许清潇的目光不由落在了地图上 最高的山 许清潇沉思 而单神古今的声音不由响起 你师父说的真有可能 可以去试试看 单神古今出生 告知许清潇可以尝试 当下 许清潇也起了心思 老师 还有其他说法吗 许清潇继续问道 如果还有其他猜测的话 那就一起去 试一试也行 没了 为师想了很久 若望秋山 不是你要找的明月山 那这座南风山 应该就是 你要找的了 周灵如此说道 明白了 劳烦师父了 徒儿还有事要做 等徒儿真正解决麻烦后 再来找您 许清潇点了点头 随后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无妨 你先忙自己的事情 为师明白 周灵点了点头 让许清潇先忙 如今的许清潇 可不是那个刚刚入品的读书人了 是大卫兴盛 肩负着国家 以及读书人的未来 周灵自然明白 多谢老师谅解 学生告退 许清潇朝着周灵一拜 随后转身离开 消失得无影无踪 带许清潇走后 周灵叹了口气 随后回到座位上 只是很快 周灵脸色一变 一拍大腿道 完了 忘记让守人帮围失落几个名 下次再见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真糊涂啊 周灵喃喃自语 下一刻 许清潇根据地貌图 仅仅用了一小会 便来到了南风山 南风山在平安县并不出名 至少许清潇没听说过什么 如若不是周灵查阅古籍知道一些信息 只怕许清潇根本就不知道这座山头 从高处看 整座南风山的确不算高 而且十分普通 甚至还略显荒凉 在众山头当中显得无比平庸 落在山头上 许清潇查看周围一番 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很是古怪 感觉这个地方有问题 单神古今出生 让许清潇有些好奇 哪里有问题 许清潇问道 直觉 单神古今缓缓出生道 让许清潇有些郁闷 反正不管是不是 你试一试啊 等月圆之日 你尝试用阴阳之力 看看有没有遗迹出现 单神古今出生 让许清潇不要心急 不需要等月圆之日 现在就是月圆 许清潇抬头看去 刹那间他体内的圣力弥漫 在外人看来 没有任何异响 可天穷上的月亮 逐渐原亮起来了 这就是半圣的实力 随着月圆浮现 南风山依旧平平无奇 找不出任何一丝异样 阴阳之力 单神古今提醒道 下一刻 许清潇体内 弥漫出阴阳之力 如同水流一般 瞬间弥漫 整座南风山 也就在此时 突兀之间 许清潇察觉到了 不一样的东西 有空间裂缝 许清潇开口 他察觉到了空间裂缝 五弟已保的入口 当真在这里 去看一看 不过小心一点 五弟也不是什么善查 他晚年有问题 或许有危险 单神古今出生 让许清潇注意些 好 许清潇没有废话 直接朝着空间裂缝走去 很快 他来到西面 一步跨越 周围空间瞬间扭曲 下一刻许清潇的身影 消失不见 而与此同时 难瞒 一处魔窟内 一道道诵经声响起 金色的光芒弥漫 一座帘台绽放 帘台之上 站着一名女子 她捏字在印 佛光普照 显得格外恐怖 成群的妖魔 葬身在佛光之下 十位手握佛器的僧人走出 佛器绽放一束束光芒 将魔窟内的妖魔横扫 一头头妖魔 葬身此地 他们挣扎 发出怒吼声 想要逃跑 但抵挡不住这种佛光冲击 震 与此同时 一阵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魔窟当中 几十位 大如手握书卷 周围弥漫浩然正气 将这群妖魔祖节 由佛门出手 一一震杀 化作一股无形的能量 没入了这些佛门僧人体内 天竺四 诸圣一脉 我等于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如此赶尽杀绝 就不怕有朝一日 我等是佛图如吗 随着不甘的声音响起 魔窟内 无数妖魔都愤恨无比 他们虽然是妖魔 但并非是那种 残害生灵的妖魔 天生是妖 他们有什么办法 修行产生执念 又有什么办法 但他们又没有残害别人 可今日好端端惨遭杀戮 如何不怒 又如何不怕 妖 妖就是妖 魔就是魔 哪里有那么多废话 是尊如来 诸 佛门当中有僧人开口 他很年轻 穿着白色袈裟 向前走出一步 脑后有七重佛光 身后更是有一尊佛陀法香 手中念珠丢出 顿时爆裂 产生的爆炸力 将数以万计的妖魔 全部震杀 连骨头都不剩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白烟 天竺四 诸圣读书人 你们给本尊记住 这个仇 我等一定会报的 魔窟深处 惨叫声更加凄厉 随后整座魔窟震荡起来 然而 连台山的女子 丢出一只白玉瓶子 刹那间 弥漫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镇压住了魔窟 嗖 下一刻 有人开口 顿时之间 数百位僧人冲了进去 他们金光闪闪 如同涂抹了一层金漆一般 无比耀眼 随后 带他们入内 大约不到一刻钟 这数百僧人 便舌身回来 不过领头的僧人 拿着一块木牌 而这块木牌 也弥漫着难以言说的 浩然正气 此时此刻 诸位大儒眼中 露出惊喜之色 更是有一位大儒 直接开口道 就是这块木牌 这是诸圣之物 多谢诸位了 他出生 想要接过这块木牌 然而 白衣袈裟的年轻僧人 往前走了一步 拦住了对方 缓缓开口道 阿弥陀佛 方丈有令 此物必须由我等 亲自护送至浩然王朝 请施主见谅 他出生 语气平静 但态度格外坚定 众如微微皱眉 不过他们没有说什么 东西找到了就好 至于亲自护送过去 他们心里也清楚 不就是想要与诸圣一脉 索要些好处 故此 他们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 就在此时 众僧人中 有人不禁开口道 雾明师兄 方才师弟 在魔窟深处 敌的确确感受到正气 这些妖魔 好像没有为非作歹 似乎是借助这块木牌 洗涤自己的妖性与魔性 只是一名僧人 他很年轻 忍不住说出自己 在魔窟内看到的景象 可此话一说 白衣袈裟僧人 也就是雾明 不禁冷漠开口 妖魔最擅长的 便是伪装 记住 这天底下的妖魔 没有一个是心善之辈 哪怕只是跟妖魔牵扯一点关系 这种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遇到他们 我等只有一个选择 赶尽杀绝 替天行道 雾明出生 语气漠然 后者却沉默不语 而对于这些大儒来说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心思 关注这些妖魔 以及佛门的事情 他们是来寻诸圣真灵之物的 知晓在魔窟当中 与佛门联手 镇压此地妖魔 从而将诸圣真灵之物 也就是这块木牌取出 如今完成此事 七日后的建国圣典 只怕要震撼天下呀 所以他们现在满脑子 都是过几天的建国大典 不过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将木牌 赶紧送回文宫 交给女子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22章 镇魔神石 中州仙藏图 回大卫京都 武昌二年 三月一 浩然王朝 这里浩然正气弥漫 到处都是才气 读书人聚集 如同盛世一般 为了发展基础农业 他们也学许清销这般 免费育人 不过要求其父辈农耕 浩然 王朝不设兵营 有各国支撑 倒也不怕 此时此刻 文宫内 三名僧人 拖着一个木牌 缓缓走入其中 为首是一个老僧 眉毛发白 但精神异异 手中拿着一个波鱼 显得无比庄重 身后两人 一名身穿白色袈裟 是雾名 一名身穿红蓝袈裟 四十多岁 手握降魔杵 天竺寺乃是佛门两师之一 第二个则是小雷音寺 不过近些年来 小雷音寺已经逐渐失去光彩 天竺寺的威名 越来越大 整个西末 有接近九成僧人 都是天竺寺僧人 其主要原因是 最近这些年来 天竺寺屡屡出高僧 佛法造诣精通 的的确确盖住了 小雷音寺的光彩 但与朝政不同的是 佛门理想一致 谁强一些 谁弱一些 都已经无所谓了 披夹杀者 唯即将正绝也 文宫内 阿弥陀佛 诸圣真灵 以物归原主 也算是功德圆满 为天下苍生积福 为首的老僧开口 他是天竺寺四大神僧之一 慧绝高僧 披着紫蓝夹杀 端庄神圣 说话之间 他将木牌 交给文宫中的半圣 后者异常激动地 将木牌接过 随后朝着 慧绝高僧坐礼道 慧绝神僧 吕圣已经在 小世界等待 请您前往 周圣出生 看着对方这般说道 文宫目前只剩下 两位半圣 一位是周圣 一位是吴圣 他们在此迎接 诸圣真灵 好 劳烦两位半圣 慧绝神僧出生 随后回过头 看向自己的 两名弟子道 悟名 悟心 你们二人在此等候 他说完此话 而后往前走了一步 刹那间消失在了原地 前往文宫世界了 下一刻 文宫小世界中 财气奔腾 演化青山绿水 显得美不胜收 随着慧绝神僧的身影出现 吕圣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这里 见过吕圣 看到吕圣 慧绝神僧朝着对方一拜 双手合十 一名亚圣 为当事如到第一人眼 天下各大势力 都要礼让三分 也只有许清消感 这般不尊 慧绝大师客气了 此番为我诸圣一脉 寻来圣人真灵 当真是有劳 吕圣静静开口 他神色温和 看向慧绝如此说道 吕圣严重了 寻来诸圣真灵 物归原主 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 如今 文宫掌握诸圣真灵 也算是 为天下苍生造福了 慧绝大师开口 他语气平静道 真灵在手 文宫敌的确 却可以为 天下苍生造福 不过 这一切 还是要多谢佛门出手 不然就没这么容易了 吕圣淡淡出生 如今 诸圣真灵 已经被寻回 他心中最大的担忧 也彻底消散了 等七日之后 就要让天下震惊 到时候 所有事情 都可以有个清算了 吕圣客气了 既然物归原主 那贫僧想问吕圣一句 我们佛门的东西 可否归还 慧绝神僧开口 看向吕圣 龙血阳狱吗 请慧绝大师放心 待建国之后 此物必然会赠给天竺寺 吕圣出生 给予了回答 只是这话一说 后者摇了摇头道 吕圣 不是赠 是归还 龙血阳狱 本身就是 我佛门之物 只不过后来一落中周 被诸圣得知 当然也好在是诸圣得知 换作其他人都会贪磨 唯独儒者无私 慧绝神僧开口 他强调了一句 这龙血阳狱 是他们佛门的东西 吕圣听后 没有任何神色 只是点了点头 慧绝大师好好休息吧 过几日 便是建国圣会 也免得再来一趟 吕圣出生 如此说道 不了 贫僧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就不在此休息 慧绝神僧摇了摇头 他不打算留在这里 当下 吕圣也没有继续要求 只是说了几句话 紧接着便目送慧绝神僧离开 待慧绝神僧走后 吕圣眼中的厌恶之色 不由显露出来 这帮秃驴 当真是不要脸至极 龙血阳狱 明明是诸圣之物 现在却成为了佛门之物 还物归原主 真是可笑 诸圣是去几百年 才敢说这种话 诸圣在的时候 怎么不敢说 吕圣心中冷骂道 他对佛门也没有什么好感 如若不是需要佛门帮忙 再加上有人希望 如到和佛门走近一些 否则的话 他压根就不想跟佛门 牵扯上什么关系 不过也无所谓了 眼下先处理完 自己的事情再说 十日后的王朝建国 才是真正要紧之事 也就在此时 周圣的影子出现在这里 拜见了吕圣 随着周圣出现 他直接朝着吕圣一拜 嗯 吕圣点了点头 后者立刻开口 吕圣已经确定好了 木牌之中 的确蕴含着诸圣真灵 周圣开口 向吕圣汇报情况 此话一说 吕圣显得很平静道 将诸圣木牌 放入文宫圣堂之中 好好供奉 让所有天地 大如诵经蕴养 七日后有大用 吕圣下达命令 后者点了点头 随后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吕圣 这诸圣木牌 我等计知晓位置 为何不派自己人去 这佛门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与他们牵扯上来 无疑是与虎谋疲 周圣出生 他说出自己心中的顾虑 诸圣真灵被找回来了 这是一件好事 但护送过来的人 是佛门弟子 这让他觉得有些不妥 只是吕圣的意思 他也不好忤逆 只能询问 看看是什么意思 本圣明白 佛门的确是有问题 数千年来 他们对中周虎视眈眈 尤其是对大魏王朝 一直想要将佛法 推至大魏王朝 只可惜的是 他们准备了几百年 却不曾想到 如到出了第五代圣人 以至于佛门拜信而归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不可一世的小雷音寺 这才落寞下来 被天竺寺赶超 倘若是原来 我等还在大魏王朝 自然不能去招惹佛门 可现在我们创建自己的王朝 那么天下人都可以是我们的棋子 佛门也好 王朝也罢 甚至如若能达到我等的计划 即便是妖魔 也可以利用上 为了弘扬诸圣之学 此番做法 也是不得已知 吕子开口 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只是听到这话 周圣没有赞同 但也没有反驳 而是继续看着吕子道 吕圣 佛门这般心甘情愿 所谓什么 周圣继续问道 佛门心甘情愿地帮他们 这要是不付出点什么代价 他肯定不信 龙穴洋狱 还有入诸大卫 吕子开口 缓缓说出佛门的想法 只是此话一说 周圣脸色不由一变 入诸大卫 龙穴洋狱这种东西 他并不在乎什么 毕竟这种东西 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 无非就是诸圣遗物罢了 赠送出去 也就赠送出去 可让周圣真正惊讶的是 佛门居然想要入诸大卫 这还当真是野心极大 佛门修行 依靠的是众生信仰 整个西周都是他们佛门的净土 能帮他们育育出佛陀 可这帮人 野心太大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想要将佛门推至中周 现在倒好 我们从大卫王朝一脱离 他们就盯上大卫王朝 想要入诸过去 倘若他们当真入诸过去 先不说大卫王朝会惹来多少是非 就光说佛门的手段 也让人作呕 真让他们入诸了 对我等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周圣语速很快 态度也很坚决 不希望佛门入诸大卫 中周三大王朝 大卫 突邪 出源 佛门最想入诸的 便是大卫王朝 因为大卫王朝 本身就有中周气韵加持 再者大卫王朝 也是中周最强王朝 当然是曾经最强的王朝 而突邪与出源王朝 实际上更多的 还是在模仿大卫 曾经是模仿大卫朝廷体系 后来就是模仿大卫起居住时 大卫在中周的地位 的确是无法撼动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佛门就希望入诸大卫 只要入诸大卫成功 那么就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 迅速霸占中周 信仰的力量有多可怕 别人不知道 他们读书人可是知道的 自然而然 周圣不想看到这一幕 而吕圣也摇了摇头 看向周圣道 这是自然 本圣也不会允许佛门入侵中周 毕竟 这中周说到底 还是我读书人的天下 佛门想尽来争抢信仰 诗人说梦 吕圣开口 他言语之中满是不屑 他对佛门的确厌恶 只是情势罢了 倘若不是被逼出大卫王朝 他绝对不可能 跟佛门的人牵扯在一起 从刚才就能看出 佛门有多恶心了 人一死 不是他们的东西 非要说是他们的东西 可真是令人作悟 不过 佛门可以好好利用 他们想要利用我们 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 佛门想要入住大卫 必须要做到三点 其一 得到我等的允许 中周最大的势力 可不是大卫 是我们读书人 其二 女帝引先到势力入场 明面上是为了镇压妖魔 其实也是防止佛门入侵 想要入住大卫 不压住先到势力 这辈子就别想了 其三 天下局势 如今臣界安安稳稳 尤其是大卫王朝 依靠当年诸圣 压制了多少妖魔 佛门的重要性 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若达不到这三点 佛门是无法安心入住大卫的 吕子十分自信说道 在他眼中 中周就是他的地盘 是读书人的天下 岂能容忍佛门染指 眼下无非是利用佛门罢了 当然 佛门也在利用他们 这一点吕子明白 可最终获益的是谁 彼此都有自信罢了 听到吕子这般说 周圣这颗心 也就放下来了 吕子明白 大局这是好事 他最害怕的就是 为了打压许清霄 吕圣与虎谋皮 让佛门承虚而入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真的麻烦了 行了 此事也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如今 诸圣真灵已经到手 可以让诸圣一脉做事了 建国圣典在即 让天下读书人 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吧 抨击大卫 抨击许清霄 引起真正的矛盾 许清霄必然会忍不住出手 关键时刻 复苏诸圣真灵 将许清霄抹杀 压制大卫国运 如此一来的话 我等也可以将属于 我等的气韵拿回来 吕子出生 眼下有了诸圣真灵 他自信再一次回来 诸圣真灵 可复苏诸圣意志 借助诸圣的手 铲除一己 这如何不让他自信 又如何不让他喜悦 尽尊吕圣之意 周圣点了点头 打压大卫 打压许清霄 这不算什么 只要佛门不插手中周 那么他就没有任何意义 毕竟 吕圣活不了几年了 未来诸圣文功的掌控者 就是他周圣 倘若佛门入住而来 对他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很快 周圣消失 小世界当中 便只剩下吕圣一人了 望着离开的周圣 吕圣岂能不知周圣的打算 只不过 他没有生气 这是人之常情 许清霄啊 许清霄 这一次 老夫倒要看看 你如何逆天改面 吕子攥紧拳头 他声音冰冷 眼神当中也充满着自信与杀鸡 而与此同时 浩然王朝之外 慧绝神僧脚踩祥云 身后跟着两个徒弟 一路向西 慧绝神僧目光无比平静 但过了一会 他的声音响起了 悟心 你觉得 文公如何 他开口 语气平静道 声音响起 叫做悟心的僧人 稍稍沉默 思考一番后 便缓缓开口道 师父 文公之人对我佛门 依旧抱有戒心 并没有相信我们 悟心缓缓回答 他面容平静无比 此话一说 慧绝神僧面容一变 随后常常叹了口气道 看来 文公还没有穷途末路 我等想要真正入住中周 只怕还有一段路要走啊 慧绝神僧开口 他这位徒弟 天生拥有他心通 不是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而是能感受到别人的态度 所以他特意带悟心前来此地 就是看看 文公到底是什么态度 却没想到的是 文公的态度 依旧如曾经一般 一点都没有变 师父 我等为何对中周如此执着 徒儿倒是觉得 东周也不错 完全可以佛法东度 中周毕竟是读书人的天下 想要真正插手进来 只怕难如登天 倒不如去东渡 徒儿愿意领头 前去东渡 物明开口 他对中周没有什么好感 文公的态度 让他很不愉快 东渡之事 自有人去 再者当真渡法 也不可能让你去 你是天龙金刚转世 是我佛门护道人 也是佛子护法 渡人之事 莫要参与 慧绝神僧开口 压住了物明念想 随后又继续开口道 陈界中 佛门占据西周 使其化作净土 造福西周百姓 但天下苍生 依旧陷于苦难之中 佛家慈悲 自然不忍苍生受苦 入住中周 为的是苍生 慧绝神僧如此说道 可无名的神色微微一变 望着自己师父道 师父 出家人不得狂语 他缓缓出声 一句话 让慧绝神僧一愣 随后想到自己 这位徒弟的通天本事 不由咳嗽一番 自古以来 中周都充满着 无数传说与奇迹 五大周内 中周一品最多 甚至传闻 中周运出过仙人 这也是仙道立根 中周的原因 如今我佛门诞生一位佛子 即将正觉 可西周之地 限制了佛子 入住中周 争夺中周众生之力 我佛门将迎来 史无前例的昌盛 佛门也可彻彻底 抵立根臣界 到时 佛子正绝大智慧 为天下苍生 指出一条名路 就苍生于水火之中 岂不善灾 为师并没有说错 慧觉神僧出生 既是为自己解释 也是向自己两位徒儿解答 阿弥陀佛 两人双手合十 念了句佛号 慧觉神僧 则继续开口道 佛门想要进入中周 就必须要压制 如道一脉 文宫底蕴太强了 遭遇如此之多的事情 他们依旧能牢牢抓住 读书人的心 这一次 他们脱离大魏 也必然有天大的图谋 若是让他们得逞 对我佛门不利 吴明 你去找一趟你师叔 他这两日 就要动身去大魏 让他找一趟许清霄 将诸圣真灵之事 告知许清霄 不得罪文宫 但也不要得罪这个许清霄 往后我等入住大魏 需要他的帮助 即便他不帮 也不能得罪 慧觉神僧已有算计 如此说道 敬尊法旨 吴明点了点头 当下他手中念诸画作 一条金龙 朝着西周极快飞去 望着吴明的身影 慧觉神僧神色 也显得异常平静 就如此 数个时升过去 一则消息 从文宫瞬间 传至诸圣一脉的 读书人耳中了 浩然王朝建国之日 文宫亚圣慧请圣义 以天下读书人 虔诚之心 请来诸圣之意 奠基浩然王朝 不朽威名 这件事情传开后 天下诸圣一脉 彻底炸锅了 诸圣一脉这两年 被打压得太惨了 尤其是最近一年 许清霄 几乎是踩在他们头顶上 各种叫嚣 各种耀武扬威 先对大儒 然后天地大儒 再然后半圣 最后就是亚圣 现在好了 诸圣都要复苏了 这帮读书人们 彻彻底底来的自信 复苏诸圣 这谁顶得住 许清霄能顶住吗 亚圣和圣人 完全是两个概念 是天地之别 虽然世人不知道 圣人到底有多强 可从时间上 就能看出来啊 圣人是什么概念 上千年都不见得 能出一位 数量稀少 自然会让人认为 圣人最强 尤其是对读书人来说 他们更加觉得 圣人是无敌的存在 这一刻 有圣人撑腰的诸圣一脉 彻彻底底 放飞自我了 许清霄成半圣 压得他们叫苦连天 先是霄才气 而后便是让他们 受君子之鉴的刑罚 说没有恨意 这是不可能的 可最近一段时间 不说话的原因是什么 实实在在是被打怕了 倘若没有这个消息 文公让他们 再去抨击许清霄 他们都不敢了 吃了这么多亏 他们的确怕了 产生了恐惧感 现在得知 浩然王朝建国之日 将请出诸圣之意 心中的恐惧 顿时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畅快 一种说不出来的畅快啊 这一刻 各种声音 又一次响起了 依旧是怒骂 将之前的那些破事 再一次重提 只不过这一次的骂声 比之前几次要小了一些 毕竟有些读书人 实实在在被打怕了 所以不敢这么快跳出来 倒不是怕诸圣押不住许清霄 而是担心文公 请不出诸圣之意来 毕竟他们又不知道 诸圣真灵寻德 所有的信息都是人传人 可信度有 但不是很高 最先跳出来的读书人 主要是积怨太深 对许清霄恨之入骨 而与此同时 大魏王朝 平安县 秘境内 许清霄缓缓缓睁开了眸子 依旧是个山洞 但要比之前的山洞大上百倍 如同一座宝库一般 当许清霄睁开眸子的刹那间 那堆积如山的宝物 顿时映入眼中 金银珠宝 法器丹药 堆积成一座座小山 显得金碧辉煌 冲击视觉 一眼看去 应接不暇 还真被你小子找到了五帝一介 你这运气当真好啊 这么多宝物 你快看看 有没有一品破镜丹的药材 或者其他药材也行 炼制不出一品破镜丹 也可以炼点别的丹 丹神古今的声音响起 让许清霄从惊讶中醒来 怎么会有这么多宝物 许清霄有些扎舌 一座座堆积如山的宝物 摆放在周围 这些金银珠宝 都不是等闲之物 随便一块黄金 都是极为珍贵的赤金 可以打造一些兵器 其价值是黄金的万倍 尤其是一些玉石 更是有奇效 灵气弥漫 甚至演化出一些异想 一看就不是凡物 还有大量药材 每一株都舞弊珍贵 举世难寻 当中不缺乏药王 可许清霄第一反应 不是喜悦 而是疑惑 这么多的宝物 按理说 应当是留在大魏王朝 全藏在这里做什么 五弟真的脑子有问题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抢啊 不行让老夫来 一人一半 丹神古今显得有些激动 然而许清霄摇了摇头道 不要乱来 天知道有没有问题 先进去看看 许清霄否决了 他没有心动 目的性很明确 先找到正魔神石再说 其余都是空谈 而且他依旧 是无法理解五弟 为什么藏这么多宝物 这没有必要 毕竟 五弟能保证进来的人 一定是大魏子民吗 一定是太子吗 所以这其中有古怪 先进去看看再说 听到许清霄这般开口后 丹神古今也冷静下来了 也是 五弟这家伙鬼得很 还是进去看看再说 丹神古今也是如此认为 当下 许清霄朝着宝库内部走去 一路上 宝物实在是太多了 许清霄不太认识 可如此恐怖的灵气 也能感受得到 真龙血 小友 这个忍不了 快点拿 越往里面走 宝物就越好 尤其到最后 一块如同血钻的东西浮现 有阵阵龙银声 看起来十分了不得 这是真龙血 丹神古今激动地叫起来了 想要直接收走 前辈 莫要上当 许清霄抓住丹神古今 按住对方 嗡嗡嗡 浩然蚊中震动 刹那间丹神古今 被许清霄制服了 真龙血啊 这东西举世难寻 小友 你当真不在乎 丹神古今急得很 他实在是忍不住 举世难寻 五帝为何能寻到 这些都是假象 前辈难道想不通吗 许清霄开口 语气笃定 刚进来的时候 他还可能觉得 这些东西是真的 可越到后面 许清霄越发觉得是假的 有这么多好东西 不留给大魏王朝发展 全部带过来 藏起来给别人 不是脑子有问题是什么 但能成为皇帝的 即便是以五官名 也不可能这么蠢 所以只能证明 这些是假的 唉 丹神古今叹了口气 但又走了一会 随着一株花 冉冉浮现 丹神古今 彻底坐不住了 三清道花 小友 这东西就算是假的 也要拿过来 把这个给老夫 老夫立刻为你 炼制一瓶破镜丹 丹神古今声音 无比激动 他想要挣脱浩然文中 但可惜的是 浩然文中是盛气 死死压制住 前辈 不要上当 这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您活了这么长时间 难道连这个都不懂 许清霄有些无奈了 但他没有多说 反正能镇压住 丹神古今就好 实际上 许清霄之所以如此淡定 无非是两个原因 其一就是对五弟 充满着不信任 其二则是他不理解 这些东西有多好 压根没感觉 就好像 你去穷苦的村庄中 你拿出一卷清明上河图 别人有什么反应 可你拿出点黄金出来 再看看大家的反应 许清霄知道 这些东西是好东西 可有警觉的情况下 他不为所动 因为没啥太大感觉 很快 一卷卷画卷出现了 还有一些小册 有圣人虚影 是圣人手杂 浩然气弥漫 汹涌滔天 仿佛可以复苏圣人一般 这般的景象 让许清霄不由咋舌 只是 许清霄更加不在乎了 越是这样 他越是笃定 这就是假象 倘若自己敢去拿 只怕第一时间 便会遇到麻烦 终于 在经过重重诱惑后 许清霄来到了宝库最深处 宝库深处 一块石台上 摆放着两样东西 一册书籍 以及一块石印 上面刻印镇膜二字 镇膜神石 许清霄眼中一亮 他快步走去 显得格外激动 只是当许清霄 想要拿起镇膜神石时 突兀之间 单神古今的声音响起 你就不怕 这也是假的 单神古今出生 有些美好气 他的确有些生气 毕竟一样样宝物 从自己面前掠过 自己却得不到 怎可能没气 眼下看到许清霄 想要获取镇膜神石 单神古今 免不了说一句 可这句话一说 许清霄顿时醒悟 的确 单神古今说的没错 这东西 也可能是假的 毕竟镇膜神石 是为了压制艺术 五帝特意放在这里 十分古怪 想到这里 许清霄将目光 落在了小册上 小册没有写什么 许清霄伸出手 将小册拿起 顿时之间 周围所有的一切 全部化作云烟 取而代之的 便是一束光芒 出现在许清霄面前 光芒是个人影 不过看不清容貌 是五帝 单神古今直接开口 他一眼认出 此人是五帝 也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如此之多的瑰宝 未曾想到 你都没有动心 看来图谋不小 五帝的声音响起 这是他留在此地的 一道灵体罢了 许清霄没有开口 而是静静看着对方 灵体没有意思 所说的话 都是曾经烙印下来的 所以不用交流 可惜的是 这宝库当中 朕已经布下沙阵 一刻钟内 滴血入十台中 倘若是我大魏 皇室一脉 可以免死 或者凝聚大魏 国运 也可以免死 五帝的声音 再次响起 刹那间 宝库之中 顿时弥漫沙意 这是沙阵 五帝手段很直接 布置了幻阵和杀阵 有人闯入 若是敢拿这些宝物 会直接触发杀阵 倘若对方知晓 这是假象 走到这一步 也必须要皇室血脉 亦或者拥有大魏国运 才能免死 否则 格杀勿论 许清霄松了口气 皇室血脉自己没有 但大魏国运 自己还真的有 刹那间 许清霄打出一道国运 当下 石台有所感应 紧接着嗡嗡作响 哄 这一刻 石台爆裂 许清霄往后退了数步 一枚石印 与一张地图 出现在许清霄面前 这是真正的阵魔神石 至于地图是什么 许清霄 不知道 与此同时 五帝的声音 也再次响起 你能拥有大魏国运 显然与我大魏 有莫大关联 朕虽然不知你是谁 可朕相信 能背负大魏国运之人 心系大魏之苍生 有些事情 朕也可以告诉你 这两样东西 一个是镇魔神石 一个是中州仙藏的 完整地图 朕当年七次北伐 为的就是这张地图 传闻当中 得中州仙藏者得天下 朕当年得到仙藏图 也曾亲自前往此地 不过仙藏之地 凶险无比 朕亲自入内 见到了不可思议之物 自此之后 朕变得有些古怪 时而疯癫 时而正常 唯独这块镇魔神石 可以压制住不祥 仙藏之中 藏有陈界的秘密 后世人听好 想要入内 必须抵达一品之境 也必须请来一位圣人 才可真正进入 仙藏内部 否则的话 不管是谁 都将葬身仙藏之内 倘若得知仙藏 敌的确确可得天下 但也会知晓一些 真正的心秘 而要想明白 有舍有得 武帝的声音 逐渐虚弱 许青霄大概也明白一些事情了 至于武帝有没有修炼艺术 还是不懂 记住 还有一件事情 大卫背后 藏着一个人或一股势力 他们妄图 想要用另一种方式 得到中州仙藏 有天大的图谋 你一定要注意 朕的死 与他们有直接关系 很有可能就藏在文宫当中 一定要记住 朕在小雷音寺留下过一些信息 后世人可凭借镇魔神石 前往小雷音寺 到时自然有人会解答这一切 此地杀阵已经复苏 你往前走 有阵法带你离开 武帝的声音越来越虚弱 到最后他的身影消失 而宝库当中 杀气弥漫 小友 快跑 阵法已经触动 此地要自毁 单神古今开口 让许青霄快点离开 宝库内就只有这两样东西 被取走后会自动激活阵法 好 许青霄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着前行 一眨眼的功夫 许青霄来到阵法之处 下一刻 他消失在了原地 而不到半刻钟 秘境轰塌 话无乌有 平安县 南风山 许青霄从空间内走出 落在了山头上 镇魔神石被许青霄捏在手中 神石是长条 四方形 漆黑如墨 散发出丝丝冷意 用手捏住时 敌的确却让心神宁静 并且 体内的魔种 也莫名安宁下来了 将神石纳入体内 许青霄第一时间 将中洲仙藏的地图展开 这是中洲全貌图 而中洲仙藏的位置 则在中心地带 不在大卫境内 龙手山脉 看着地图 许青霄发现 中洲仙藏的位置 在龙手山脉当中 具体位置没有 需要地图引导 小友 合作一把 老夫想尽办法 让你突破一瓶 咱们去中洲仙藏 好好干一票 老夫不贪 药材归我 其他东西都归你 如何 此时此刻 丹神古今的声音响起 诱惑许青霄 去寻中洲仙藏 不了 一瓶舞者没有任何作用 五弟都死在中洲仙藏 这里面有大恐怖 晚辈虽然自信 但也懂得量力而行 此物与我暂时无缘 许青霄开口 他不傻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没有上当 下一刻 许青霄将中洲仙藏 涂藏入体内 哎 也是 老夫没想到 五弟居然去过中洲仙藏 这家伙居然不带我去 得亏老夫 还这么相信他 丹神古今倒也理解 许青霄的谨慎 强如五弟 一品实力 居然兜着到了 许青霄又算得了什么 行了 既然你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老夫就不多说了 有什么事 你再喊老夫 丹神古今没有多说什么了 是办完了 他打算继续休息 多谢前辈 许青霄开口 而丹神古今没有回答 而是不断缩小 藏在头发内 待丹神古今安静下来 许青霄也没有多想 直接动身 如今 镇魔神石到手 眼下欠缺的 便是龙血洋狱 以及八宝佛脸了 龙血洋狱不及 这东西就在文宫内 等诸圣复苏 就是自己的囊中物 最要紧的是八宝佛脸 此物才有些棘手 不过不急 总能接触到佛门 大不了做点牺牲 互相交易 想到这里 许青霄前往了自己老师家 既然都来平安县了 再加上昨日突然造访 已经露面了 眼下事情解决 自然要好好拜访一下自己老师 就如此 转眼之间 过去了五日时间 许青霄从南玉府出发 朝着京都赶去 这五日时间 许青霄在周灵家待了三日 平安县也因此沸腾起来了 谁都没有想到 大魏半圣许青霄 竟然低调回乡 而随着许青霄 主动显身 自然十里八乡 甚至隔壁府城的读书人 特意过来拜访许青霄 忙碌了三天后 许青霄又去了一趟南玉府 见了一趟李星 这毕竟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好友 顺便也拜访了一番李星家父 南玉府府军 也帮了自己不少忙 许青霄铭记于兴 这次过来拜访 许青霄也算是给李星称了称面子 宴请了不少才子和读书人 主要就是告知众人 他与李星的关系 等做完一切后 许青霄这才启程返都 算着时间 浩然王朝建国盛典 也就是两日后的事情 刚好可以赶回去处理这件事情 而与此同时 大魏皇宫 养心殿内 女帝高坐龙椅 殿下 站着一名穿着红色袈裟的老僧 老纳慧政 拜见大魏陛下 老僧开口 朝着女帝一拜 这是天竺寺四大神僧之一 慧政神僧 天下闻名 免礼 女帝声音平静 随后不语 大殿内顿时陷入安静 只是很快 慧政神僧的声音 缓缓响起 陛下 如今文公脱离大魏 圣意消失 大魏境内只怕妖魔横出 祸害苍生 天竺四愿为陛下镇压妖魔 就苍生于水火之中 还望陛下念及苍生 恩准佛门入位 慧政神僧开口 说出自己的来意 大魏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223章 慧政神僧出见佛门 强行度化 文公邀请 养心殿内 随着慧政的声音响起 女帝目光依旧平静 佛门倒是有心了 不过 朕已经找来仙门 镇压妖魔 也就不需要佛门帮助了 若妖魔之乱 当镇压不住 朕也会第一时间联系佛门 女帝开口 她望着佛门慧政 如此说道 只是此话一说 慧政双手合十 诵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随后缓缓开口道 老那知晓 陛下担心佛门入侵中周 影响中周气域 但请陛下放心 如今的佛门 已不再是曾经的佛门了 小雷因此种下的恶果 我佛门 也已经用几百年的时间来偿还了 如今 文公脱离 对天下妖魔来说 无疑是诱惑 文公在的时候 有圣意压制 如今 文公不在 天下妖魔 势必出来作乱 尤其是魔窟动荡不已 万一真出了什么差错 那可就完了 陛下 倘若现在做事不管 一旦等妖魔作乱 即便是陛下 以最快速度 请我佛门出手 只怕也要造就无量杀念 恳请陛下 念在大卫苍生的份上 恩准佛门入内 慧政再次开口 请求女帝答应下来 然而女帝的目光 却变得有些冰亡 朕说的话 难道你听不懂吗 女帝出生 对于佛门 女帝倒不是厌恶 而是极其清楚 佛门到底在图谋什么东西 佛门可以说是天下最令人害怕的势力 倘若说读书人做事恶心 冠冕堂皇 那沉戒的佛门 则比读书人更加冠冕堂皇百倍 尤其是佛门先天的立场就与朝廷形成对立面 天竺四也好 小雷音四也罢 他们的目的永远是百姓 让百姓虔诚信佛 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动摇国家根本 读书人不同 只要读书人的思想是忠君尊师 那么就没关系 倘若读书人的思想出了问题 镇压就好 但佛门不一样 他们蛊惑百姓 制造内乱 对于帝王统治有致命的影响 除非佛门接受大魏王朝的统治 但问题是佛门答应吗 即便当真答应 大魏王朝也不敢碰 这要是碰了 无疑是自找死路 最主要的是 佛门有足够耐心 当初西州有多荒芜 压根就没人去西州发展 可唯独佛门去了 不仅去了 而且将西州化作净土 佛门净土 西州无数生灵都崇敬佛门 也正是因为这般 佛门美约齐名 造福苍生 让天下宗门势力插手西州 同时又借是插手其他地方 信仰这种东西太过于恐怖 西州百姓 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思想 以至于不管是什么势力进入西州 要么被同化 要么无缝可钉 所以到后面 世人都知道佛门的手段 纷纷排斥佛门 尤其是几百年前 诸圣成圣之前 西州佛门小雷因四 为了让佛门进去大魏 更是不惜开启道法之争 引来天下大乱 若不是恰逢诸圣正道成圣 只怕这场动乱 要蔓延至中州三大王朝 如今消停了几百年 也算是被诸圣压了几百年 现在又活跃起来了 换个了寺庙 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无非是曾经蛮横一些 现在温和一些罢了 女帝的声音 让慧郑神僧不由叹了口气 她双手合十 朝着女帝一拜 既然陛下心意已决 老奈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 若是大魏有难 陛下只需派人通知天竺寺 天竺寺必会响应 慧郑神僧开口 她没有生气 也没有动怒 反而给人一种心怀天下的感觉 可越是如此 女帝越是知道 不能引佛门入内 陛下 既然无事 那老奈先行告辞了 慧郑神僧知道 女帝心意已决 没有多说什么了 慢走 女帝的态度 依旧是这般冷漠 慧郑神僧叹了口气 随后走出养心殿 望着离开的慧郑神僧 女帝等待了一会 随后缓缓开口道 告知仙门 严加看管魔窟 莫要出什么差错 女帝出生 下达命令 大殿无人 但暗中却一直有人在 虽然祭灵知道 佛门再怎么做 也不敢过于放肆 主动毁坏魔窟 可兔子逼急了 也会咬人 大魏文公脱离 天下最开心的就是佛门 他们一直盯着大魏王朝 眼下文公脱离 自然想要承虚而入 毕竟没有了圣意压制 妖魔鬼怪都会出来 如此一来 朝廷也必然需要增加人手 佛门本以为 大魏王朝会找他们 却不曾想到自己主动寻找仙门 让仙门来镇压这些妖魔 这一招 实实在在让佛门 有些没有预料到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佛门有些急了 引仙门入大魏王朝 也必然会划分走女帝手中的权力 可仙门终究是仙门 他们不在乎什么信仰之力 只是想要传到仙法 借助王朝的力量 来强大自己的宗门 但佛门不一样 佛门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普度众生 获取无量功德 当然 最主要的 还是众生信仰 他们对中周垂涎三尺 上千年了 一旦中周这扇门打开 不用百年 以佛门当前的实力 就可以将中周大部分百姓度 化成他们的信徒 这种传教速度 天下也就佛门这独一家了 到时候 入侵东周 南周 北周 简直不要太轻松 如此一来的话 天下皆信佛 这种信仰之力 足够佛门缔造出无上佛陀 成为真正的掌控者 所以 明知仙门有野心 但寄灵不怕 毕竟伤不到根本 最多是改变点格局 可佛门不一样 他们是真正的虎狼 坐享其成 念几句经 送几句阿弥陀佛 就想要摘走别人的成果 这可能吗 养心殿外 会挣神僧神色平静 可她目光之中 却显得沉思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女帝拒绝了天竺寺的入住 这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她看来 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女帝拒绝得太果断了 一点迂回的余地都没有 这就意味着 佛门想要入住中周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如今西周佛门 等待了五百年 足足等待了五百年 这五百年来 他们一直在发展 也一直在等待着机会 如今好不容易迎来 这个天大的机会 却不曾想到 五百年都过去了 大魏王朝 对佛门依旧是如此戒备 这让慧政实在是不甘 文公脱离 这对佛门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若错过这次机会 那以后就更不可能入住中周了 这是最好的机会 也是唯一的机会 只是女帝的表情 以及神色语气 让她感觉得到 以目前来说 大魏是坚决不可能让佛门入住的 倘若女帝还是这般 只怕会酿出大错呀 会证神僧心中自语 很多事情 即便是女帝也不会知道 尤其是涉及佛门 入住中周的事情 祭灵绝对不会知道 佛门到底带着什么决心 为了入住大魏 佛门已经想了三个办法 但会证神僧明白 这三个办法 无论是哪一个 都不是最好的办法 甚至其中有一个 更是会惹来天大的麻烦 可也能让佛门 顺时入住大魏 甚至是整个中周 不过 佛门以慈悲为怀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也不会动用这个计划 甚至说 这三个计划 佛门都不想用 除非女帝逼急了他们 会证神僧 不想动用这几个计划 但通过女帝的态度 她知道不用不行 可就在会证神僧 走出皇宫时 突兀之间 会证神僧 看到了一些光芒 抬头看去 远处冲天的光芒凝聚 光芒呈现 红白金三种颜色 红色代表着是官运 白色代表着是财运 而金色代表着是佛元 会证神僧有些惊讶 她如今没有太过于关注 如今走出皇宫 这才察觉到这种奇观 这般的官运至少是大魏丞相 配合如此可怕的才气 想来应该是大魏新圣 许清潇住处之地吧 会证神僧 难难难自语 她望着这处地方 眼神中 不由露出一些其他想法 站在皇宫外约 半个时辰 会证神僧 双手合十 看向平乱王府 难难自语道 老纳这一生从不坑人 但为了天下苍生 只能牺牲许清潇 许施主了 还望许施主能念在老纳 为天下苍生的份上 莫要怪罪 她心中自语完这句话 紧接着直接朝着平乱王府走去 原本 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女帝强硬的态度 让她知道大魏的决心 佛门想要进入大魏 眼下已经快封没了 甚至天竺寺内部讨论出 三个有为佛门的计划 她不想看到这一幕 因为真走到这一步 很有可能引发真正的灾难 但她知道的是 天竺寺已经下定决心了 所以 自己必须要从中缓和 既让佛门入住大魏 又不能让天竺寺走到哪一步 所以她必须要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眼下这个解决办法来了 这个办法很简单 就是让许清潇入局 利用许清潇在大魏的威望 她要度化许清潇 让许清潇皈依佛门 虽然有些难办 但比让大魏王朝 答应佛门入住 还是比较容易点的 当然这是她的想法 就如此 惠正神僧朝着平乱王府走去 一刻钟后 惠正神僧来到了平乱王府 王府门口站着十二位侍卫 神色冷峻 每一位都是七品舞者 阿弥陀佛 老那天竺寺惠正 今日前来拜访大魏伴圣 敢问许伴圣可在王府之中 惠正神僧上前 她朝着众侍卫礼拜 面色祥和 如此询问道 此话一说 众侍卫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彼此之间都显得有些惊讶与好奇 毕竟大魏京都很少看到佛门的人 尤其是对方自称天竺寺 虽然佛门没有入住大魏 但天竺寺名气太大了 想不知道都不可能 所以 再听到对方来自天竺寺 他们自然感到惊讶 也不敢怠慢 回大师 王爷不在府中 有事出去了 对方开口 告知会正神僧许清宵不在 而后者神色依旧祥和 看着众人说道 请问许半圣 何时归来 惠正神僧问道 这个 我等就不知道了 后者急于回答 他们哪里知道 许清宵 什么时候回来 而且即便是知道 也不可能乱说出去 既然如此 老那就在此地 等待许半圣归来吧 惠正神僧双手和时 随后站在一旁入定 纹丝不动 让众人有些莫名异样 虽然说他们尊重会正神僧 可问题站在人家王府门口 莫名显得有些古怪啊 只是他们不好多说什么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转眼之间便是一个时辰 会正神僧的确有耐心 他一直在这里等待 一个时辰身子动都没有动一下 而此时此刻 街道当中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正是许清宵的身影 街道中 许清宵朝着王府走去 从南玉府一路赶来 没有太着急 所以 前前后后 用了一个时辰 要是急的话 半个时辰之内 就能从南玉府赶到 一路上 许清宵都在思索 八宝佛连的事情 他不想要跟佛门牵扯关系 但若是不牵扯关系的话 想要得到八宝佛连 自然困难 虽说诸圣会帮自己出面 但许清宵莫名觉得 即便是诸圣出面 佛门估计也不会给面子 当年佛门想要再入住中洲 诸圣可是把人家佛门 差点压垮了 小雷音寺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西州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被天竺寺逐渐超越 如今 小雷音寺虽然是西州 数一数二的寺庙 可第一寺 已经被天竺寺取走了 如此一来的话 佛门岂不恨诸圣 哪怕是天竺寺 估计也憎恶诸圣行为 虽然他们借此机会成为第一寺 可没有入住中洲 对他们来说 损失更大 所以 许清潇才会思索 如何获得八宝佛联 而且 许清潇更加清楚的是 自己绝对不能主动提八宝佛联 一旦说得太明显 佛门的人一个个 都是善于算计之人 不同于读书人 读书人因为掌权 也因为出了个圣人 所以有时候 做事会狂妄一些 再者还有一点就是 读书人还是人 有七情六语 佛门不一样 无论是佛门弟子 还是佛门信徒 他们是人 可他们却在压制七情六欲 换句话来说 骂一句诸圣 读书人会雷霆大怒 憎恨自己 请求文公出手镇压 如果文公不出手 读书人心中就有怒气 对文公产生失望 所以为了文公的形象 以及维护文公内部团结 文公会选择出手镇压自己 可要换成佛门 自己骂一句佛祖 佛门弟子也会暴怒 但只要佛门高层开口了 就能将这个压制住佛门弟子的怒火 因为佛门弟子已经彻底被洗脑了 故此 佛门更在乎的是利益 为了达成目的 他们宁可牺牲一切 倘若做的事情能和天下苍生挂钩 那就更不得了了 许清潇心理清楚得很 要是跟佛门牵扯上什么关联 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小心一点 谨慎谨慎再谨慎啊 半圣可压不住佛门 两个不同的体系 打起来也麻烦 也就在许清潇各种思索时 突兀之间 一道身影出现在许清潇眼中 是一个老丧 披着红蓝袈裟 站在王府门口 闭着眼睛 正在默念经文 许清潇微微皱眉 而后者也在一瞬间感应到了自己 缓缓睁开眸子 很快 两人对视 慧政神僧面色温和 露出一抹笑容 朝着许清潇微微点头 而许清潇也稍稍点了点头 算是给予回答 他走了过去 慧政神僧也动身走来 阿弥陀佛 老那天竺四慧政 施主天庭饱满 面相福泽 且有才气冲天 想来应当是大魏兴盛 许施主吧 慧政神僧开口 朝着许清潇深深一拜 显得十分尊重 天竺四 慧政 许清潇稍稍一想 便知道对方是谁了 天竺四四大神僧之一 地位极高 在天竺四内有极高的话语权 相当于大魏亲王 而且是那种 手握两枚兵符的亲王 说权势滔天 也不足为过 这是一个大人物 真正的大人物 不弱于自己 原来是慧政神僧 许某见过神僧 许清潇作礼 对方的地位不弱于自己 但也不会高过自己太多 当然如果自己是 诸圣一脉的话 那两人可以平起平坐 但天下读书人 可不支持自己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慧政神僧地位很高 许圣人客气了 慧政神僧开口 然后直接说道 许圣人 老那今日打扰 所谓一件大事 事关天下苍生 还望圣人能给予援手 帮助苍生解脱 慧政神僧开口 面上露出悲苦之色 看着许清潇 如此央求道 但此话一说 却瞬间引来 许清潇心中反感 张口闭口 就是天下苍生 这佛门荡 真是有些问题啊 见到自己什么话不说 直接就是让自己帮忙 看似没什么问题的话 实际上 已经在给自己挖坑了 让自己出手 射击苍生 如果自己不出手 那么就是末世苍生 如果自己出手 那就是白帮忙 好处肯定轮不到自己 这还真是见面就挖坑啊 神僧莫及 什么事情可以慢慢说 如若涉及天下苍生 许某必然会出手援助 只要在许某能力范围内 许某都会答应 许清潇急于回答 他没有上当 一番话冷漠两可 忙可以帮 但得自己能帮 以及自己愿意帮 不然的话 别想 只是 会正神僧在听到这话后 却不由露出喜色 毕竟在他眼中 许清潇这话 已经算是答应下来了 想到这里 会正神僧看了一眼周围 而后缓缓道 许圣人 此地不太好说 他出声 不想在街道上说 许清潇点了点头 明白对方的意思 当下带着会正神僧 走进王府 见过王爷 见到许清潇 侍卫们齐齐开口 而许清潇也不废话 直接掏出一张银票 面值白两 交给领头侍卫 王爷 您这是 领头侍卫有些好奇 毕竟无缘无故给银票 让他有些看不懂 为本王做事 少不要好处 收下来 不要啰嗦 许清潇语气平静 一句话说出 后者连忙收了下来 压根就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许清潇开口 他不能拒绝 再者谁会嫌银子多 哪怕是他们甘心 为许清潇看家护院 也不妨爱多点银子 许清潇所作所为 让会正微微沉默 他看了一眼许清潇 不过没有多说 神僧 此地是府内花园 有什么事 还请神僧直接开口 本王还有不少事情要处理 来到内院 许清潇面带笑容 朝着会正神僧 如此说道 言语之中 许清潇依旧温和 甚至比之前更加和善一些 可改了一个称呼 意义就不同了 进了王府 许清潇就是大魏平乱王了 出了王府 他就是大魏半圣 所以在外面 自己心系天下 在府内 自己心系大魏就行了 这是一个讯号 给予会正的一个信号 果然 在听到许清潇自称本王后 会正神色微微一顿 只不过 他没有多想什么 而是直接开口道 许圣人 如今大魏文公脱离 天下妖魔蠢蠢欲动 老那更是听闻一些事情 有邪魔盯上了大魏 想要乘着读书人内斗 血洗大魏边境 如若当真发生此事 只怕大魏王朝 将要面临血流成河 浮尸遍野 生灵涂炭之惨状啊 会正神僧开口 满脸的悲苦 差一点就要落泪 有这等事情 许清潇皱皱着眉头 但内心却无比平静 如今 大魏王朝安定发展 先不说兵权集中之下 妖魔动乱 也不敢过于放肆 即便妖魔真的放肆 那又如何 仙门如今不是入住进来了吗 完全可以借助仙门力量 来抵抗天下妖魔 总不可能这帮妖魔疯了吧 全部朝着大魏王朝袭来 吃饱没事干 妖魔做事情 也要有利益的 没有好处 这些妖魔也不蠢啊 东周 南周 北周到处都是人 而且 势力划分的几散 有散户 不吃去吃庄家 谁给他们的勇气 这回正神僧 当真是嘴一张一臂 什么都敢说啊 许圣人 您一直待在大魏 不知道这天下的情势 大魏王朝有文功镇压 圣意之下 自然没有妖魔 敢造次 甚至说 中州妖魔棘手 毕竟圣意之下 妖魔闻风丧胆 自然不敢乱来 可如今文功脱离 妖魔早已虎视 单单大魏 一旦他们承虚而入 以大魏当下的情况 没有任何胜算 除非 会正神僧说着说着 突兀之间 又不说了 而是留下一个悬念 除非什么 许清潇问道 除非许圣人愿意向 诸圣文功磕头认错 请求诸圣文功出手相助 不然的话 妖魔入侵大魏 将会酿出大错 亿万生灵 因此葬身 大魏国运 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会正神僧开口 他故意拿出诸圣一脉 知道许清潇厌恶 诸圣一脉 所以特意提起他们 想要用激将法 来激怒许清潇 从而选择佛门 听到这话 许清潇不为所动 而是静静看向 会正神僧道 神僧说来说去 到底是何意 本王听来听去 都有些不明白 还请神僧直接说吧 许清潇有些直接了 他知道 会正神僧在挑拨离间 虽说自己 的确讨厌诸圣一脉 可也轮不到别人来挑事 一听这话 会正神僧 倒也不尴尬 反倒是依旧悲苦连天道 阿弥陀佛 老那希望许圣人出言 劝说大魏女帝 恩准佛门入位 如若许圣人出言劝说 此乃无量大功德 有助于您突破二品 亚圣之境 而且 有句话 老那想说又不愿说 可现在 老那还是忍不住说了 许圣人 老那看您第一眼 便发现 你有佛陀智慧像 与佛有缘 倘若许圣愿意入我佛门 天竺四愿为您 铸造佛陀今身 加持无量佛法 正无上绝 明一切之 会正神僧开口 他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不是一个目的 是两个目的 这一刻 院中的许清霄 彻彻底底觉得 会正神僧有些可笑了 他来找自己 希望自己劝说女帝 答应佛门入住之事 这一点 许清霄不意外 毕竟佛门想要入住大位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是把如意算盘 打到自己身上 这就有些可笑了 不仅仅如此 让自己劝说女帝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想要 让自己归佛门 这还真是想屁吃呢 不过 许清霄没有动目 毕竟他还需要八宝佛连 在东西没有到手之前 许清霄不愿意得罪佛门中人 故此许清霄面色 显得有些为难道 神僧高看本王了 本王虽然是王爷 但并没有皇室血脉 再者陛下已经做了决定 本王哪里能改变陛下的心意 而且 本王如今也是大位半圣 已经不想要参与朝政了 此事还是神僧 自行与陛下商谈吧 至于佛缘之事 本王是个俗人 受不了佛门戒律 所谓的智慧像 或许是神僧看走眼了 许清霄开口 他微微笑道 也没有直接拒绝 但意思很明确 可此话一说 会正神僧摇了摇头 望着许清霄道 许施主望飞自驳了 老那看人 从来不会出错 许施主的确确有智慧像 有佛门会跟 倘若施主不介意 老那让你看一看 说到这里 会正神僧当下口念佛号 而后一重重的佛光 在他身后演化 紧接着震耳欲聋的 诵经声响起 显得庄重宏伟 又显得神圣无比 佛号震天 会正神僧目光变得严肃 周围更是化作净土 让人心神沉沦 许施主 人世间是苦海 一切贪嗔吃皆是海水 你如大海偏舟 若要抵达彼岸 唯独正觉明星 如今 你身陷苦海之中 被世俗权势地位迷惑 老那见你有佛缘 今日度你入我佛门 愿许施主 早日正觉 明误智慧之道 成就无上 会正神僧开口 他每一个字都说得神圣无比 同时也显得祥和 与此同时 哗啦啦的海浪之声响起 周围的净土 瞬间变成汪洋大海 天地昏暗 苦海无边 自己在海中挣扎 彼岸遥远 任凭自己如何游动 都不由生起无力感 而会正神僧站在彼岸当中 送面佛经 凝聚一座神桥 帮助自己抵达彼岸 这是佛门大神通 会正神僧动用无上大神通 想要强行度化许清霄 成许清霄 没有防备 突然施展此树 彼岸度化 此时此刻 许清霄的的确确有些意志沉沦 他没有任何想法 唯一的想法 就是想要脱离苦海 到达彼岸 这是人的求生本能 可就在此时 没有办法解决 一瞬间 许清霄抓住神桥 他下意识踏上神桥 朝着彼岸走去 目光无神 会正神僧心情有些紧张了 强行度化大魏亲王 如到半圣 这可是大事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如若度化成功 将会在许清霄种下一颗佛种 那么许清霄就彻底成为佛门的人了 倘若度化失败 许清霄醒悟 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除非是佛祖清灵 不然的话 谁来了 都别想度化许清霄 机会只有一次 他实在是忍不住 在他眼中 一旦度化许清霄成功 将能挽救天下苍生 可若是度化失败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极其紧张 不希望有任何人干扰 然而 就在许清霄 即将到达彼岸之时 刹那间 两道声音响起了 少人 快快醒来 许清霄 浩然王朝请铁道 速速出来迎接 两道不同的声音响起 一道声音来自脑海当中 是昭哥的声音 他及时发现 许清霄出了问题 所以快速提醒 而第二道声音 来自王府之外 声音极大 震耳欲聋 凝聚浩然正气 随着两道声音响起 许清霄猛然惊醒 下一刻 他眸子露出神盲 随后倒退数十步 大胆 许清霄怒吼一声 他及时回过神来 大声怒吼 扑 惠正神僧 在一瞬间 喷出一口鲜血 他没有想到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竟然有人会打断 而且还是 诸圣文公的人 该死 该死 惠正神僧 内心无比憋屈 因为只要 许清霄再走几步 就要被他度化了 却没想到 关键时刻 被这种人给打断了 他不甘 实在是不甘啊 惠正神僧 本王竟你是四大神僧之一 未曾想你 竟然想要强行度化本王 你当本王不敢杀佛吗 许清霄怒吼 他心中大怒 死得没有想到 会证神僧 竟然敢度化自己 而且差一点 自己救着到了 这还当真令人感到恐惧 如果不是昭歌 在关键时刻 提醒了自己一句 以及王府外的叫嚣之声 自己当真要被强行度化 到时候 就得沦为佛门傀儡 怪不得诸圣反反复复提醒自己 让自己小心佛门 这度化之力 也太恐怖了 防不胜防 王爷息怒 老那没有恶意 只是觉得 王爷有智慧相 与我佛有缘 所以才出手度化 算不上是强行度化 佛不度无缘人 倘若当真是强行度化 王爷也不会进入 佛法净土之中啊 事到如今 会证神风 还能硬着头皮说出这话 当真是不要脸至极啊 滚 许清霄懒得多说 一个字 代表许清霄的态度 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许清霄 还可以跟佛门迂回 可发生了这件事情 许清霄 怎可能给他好脸色 这都已经 骑在自己头上了 许世主 会证神僧 还想要说什么 下一刻 许清霄眼中露出杀机 一瞬间 后者咬了咬牙 叹了口气 直接离开了 与此同时 那锅躁声再次响起 许清霄 奉吕胜之令 前来送情帖 两日后 前往浩然王朝 参与建国盛典 随着声音响起 许清霄的目光 更冰冷了些 字幕提供